娇媚五蛊入燕三分的五娘 水中仙之五惊艳众人 谁料转瞬之间五娘秒便刺客 手持软剑向寿星摄政王刺取 原来这是一场早已蓄谋的刺杀 韬光养晦的太子 忍辱负重女伴南庄十八年 会从冷酷狠辣的摄政王手中夺回兵局 在其寿宴安排五娘乘机行刺 然面对逼近的剑锋 摄政王依然气定神仙 他缓缓地端起清玉酒杯送入口中 在剑锋直遍而来时 猛地转动手中的酒杯 酒水瞬间倾洒而出 化作剑血风猴的利器袭向五技 随着一声惨叫 五技眼睛被凌厉的烈酒击中 刺杀失败满心不甘的五技 成绩向他撒去一把血腻粉后 自觉身亡 场面一片混乱 太子慕容慈立在旁边 冷郁地盯着这场惊心动魄的刺杀 他陡然转身闪进一个房间 脱下外袍换上脸妆 瞬间 阴气明朗的太子 摇身变成容貌冷媚的女子 他将轻杀寄于脸上 此次刺杀只许胜不许败 而此时满身红粉的摄政王寒沉的眯眼 龙形虎步地离开大殿 回到内院 推开房门 他突然止步 幽城的俊眸掠过一抹寒色 怎么还不愿意出来 躲在房梁的太子 见被发现 便手持软剑飞冲而下 凌厉地刺向他的脑门 摄政王一个悬身便避开立任 太子明眸一满杀气 慕容玉内利用的越多 离此就越近 他再次挥舞软剑刺去 摄政王轻巧侧身一臂 右手如鳞蛇 帮扣住他的手腕 瞬间将太子扣入怀中 青纱散落 露出一张冷眉的小脸 摄政王黑眸闪过一丝惊艳 如此美人竟然是刺客 真真可惜 太子乘机持剑刺向他的心垢 却见摄政王手指轻巧 捏住剑锋 生生将软剑折断 太子惊骇的睁眸愣了一瞬 突然摄政王容色 大便双眸星红 他扣住太子的手腕 将他摔向床开 血泥粉的发作 使他性情大变 他如意之是邪猛兽 狠辣的撕裂了太子的衣裳 太子拼尽力气的反抗 依然无济于事 慕容玉将他压在身下 攻城掠地 激烈的冲撞粗暴的索取 暗雅的低吼声 充斥在围杖间 他从未这样放纵过自己 这娇嫩身躯带给他 超乎想象的销魂石骨石髓之位 直至此时慕容玉臣沉睡去 太子眉骨酸涩 可他没有哭 他把泪水咽回去 死死咬着唇 全身散架像被车轮碾过般 看着床上睡死过去的男人 想起今夜 陪了夫人又折兵 他捡起断剑 狠狠地刺向男人 女扮男装的太子 为夺回朝权之身形刺射阵亡 谁料行刺不成反被掳上了床他 死对头为消灭 竟赔上了自己的清白 简直是亏老大血本了 缠绵过后 全身跟车轮碾过般酸痛 看着沉睡过去的男人 他恨得几乎要咬碎一口银牙 于是捡起断剑狠狠地朝男人刺去 就在这紧要关头 死寂的夜晚响起敲门声 是林管家的声音 他万般无奈只能放弃这个机会 为了避免被发现 只能换回太子身份先回去 然看着被撕碎的衣服 心头又一阵帽子 他穿上摄政王的衣服 一番装扮后开门 林管家看着眼前的太子一脸抹圈 太子不是回去了吗 怎么出现在这 他一脸冷色地告诉林管家 摄政王已经歇下 并让安排车马回东宫 回到东宫的太子 让如意准备热水沐浴 欢迎时看着太子满身亲子的痕迹 如意满脸骇人 想起无辜被毁的清白 急屈辱不堪的一幕 太子气得牙痒痒 恨不得抽他筋 扒他皮 喝他血 如意虽然担心殿下 但看着满脸疑郁的殿下不敢多问 这时刺客若勤来报 派出的刺客死了十人 且三号被生情 担心会供出为太子之时 请求他暂时先躲避一下 这次行刺精心不属一年 没想到功败垂成着实让人愤怒 他果断拒绝若勤的提 并让其安排其余刺客先到桃花巷赞并 此时如意放好热水 他便挥退如意后便不如玉池 看着身上轻轻子子的痕迹 他发狠的搓着 恨不得把身上沾染了他的气息 捅捅消灭掉 想起那屈辱不堪的一幕满腔怒火无处发现 慕容玉 你的向上人头我要定 四日五时 太子慕容慈懒洋洋的起身 院外便传来内侍阻拦摄政王的声音 然面对摄政王寒厉的目光 如意耸的一批 殿内的慕容慈扬声道 让摄政王进来吧 摄政王跨步进殿 似笑非笑的目光锁住太子 听说太子身子不是 慕容慈心里暗恨不都是拜你所赐 但嘴上却说 因昨天受厌受了惊吓 没睡好 让太子受惊是本王的不是 话虽如此 可语气里却没有半分歉意 为什么有女刺客行刺王爷呢 总有逆贼惦记着本王的人头 听说昨夜王爷还抓住了一个女刺客 慕容慈故意询问胆怯不已 本王已经吩咐属下言行逼供 相信很快就能抓住幕后主 但愿如此 王爷觉得是谁想杀你 慕容慈试探的问道 想杀我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慕容慈迎着他嗜血的目光下了一个激励 难道他已经知道我是刺杀的主谋 这该死的摄政王太精明了 慕容慈心神骇动 不过本王相信太子殿下没有那个胆量杀我 他暗暗松了一口气 王爷说的是 甩下狠话的摄政王转身霸气离场 煞神一走 太子瞬间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随后又气愤的抓起杯子使劲衰去 如今陛下崩溃不离朝政 摄政王总揽朝权嚣张跋扈 现在竟还来试探他 怎能不憋屈悲愤 不多是若秦满身是伤的奔来 慕容慈大惊发生什么事了 桃花像和柳叶像被一锅端 培养的杀手都被摄政王慕容于杀害 慕容慈惊的豁然起身 毛里寒光闪烁 立刻招呼如意为他更衣 热情试图劝说却被他果断拒绝 为了死去的同伴我必须去 不多是慕容慈打扮成女子模样 从书房的密道前往柳叶像 柳叶像宅内凌乱不堪一地宁击 很明显发生过激烈的倒霉 尸首已被清理 只剩下满地发黑的血迹 没想到他一次失败的 让大部分人都陪到 顿时泪水夺矿而出满心的黑 这时脚步声传来 有人闻了 默然抬头 五官俊秀归美的男人立在眼前 他是史上最憋屈的太子 女扮男装隐忍18年 为了除去死对头案自行刺 结果直接被掳上了床堂 被进行了72种的事 还未缓过歉 自己辛苦培养了五年的杀手 又被这死男人一锅端 看着眼前满地狼藉和血迹 恨不得对他抽筋刀皮 正恨的起劲的时候 默然抬头这该死的男人 你闷骚的姿态出现在他眼前 慕容玉看着眼前 昨夜和他抵死缠绵的女子 在阳光照耀下 他比昨夜更是娇艳明媚的 慕容玉上前轻轻抬起他的想法 姑娘可否告知你方面 一想起昨夜的销魂尸骨 他就筋骨肃软心潮澎湃 太子猛地对他你 又狠狠地说道 我的名字你永远别想知道 你只需要记住 有朝一日 我会用你的人头来祭别 那是本王的荣幸 慕容玉的黑魔蹦出 你很有意思 姑娘何不考虑一下 成为本王的王妃 太子莫的鱼儿 后期几大坏大 你献上你的人头 我可以考虑 然后狠狠地朝他的手开起 这姑娘的手紧还挺大 刚才那下打得我手还挺大 慕容玉低沉的笑话 若你怀了本王的魔 可来欲王处找本王 太子计较的美笑 即使我有了你的目的 你也该去一朝顶 慕容玉笑的春心大脸 果然最一般的女子 本王越发喜爱 面对这臭不要脸 打不过还凑不起 太子提气飞的离开 提一跑不让 真是低估了这死门的情统 分分钟被她追上 慕容玉扣住她的右脚 他气得用力 然而未想到 自己脚下一手 吓了一声 吓了一声 完了要掉下去 慕容玉朝帝 就算是一个真实的人 放痛了 不放了 姑娘不留下方明 今日是朋友 被她当街 太子气得要咬飞 我也没看清楚 今日好好看的究竟 她默然春泉 结果对她灵敏 这么主动 姑娘可还记得 与本王做过的 姑娘笑 后不要脸 谢谢夸奖 慕容慈修脑的骂道 然而这死男人 却是一脸小说的表情 见过不要脸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 说好的 金玉高冷 这番死缠烂打 简直不讲武 突然凭空出现 两枚暗器奇向慕容 她立即闪身避开 紧接着 哼的一声 玷雾弥漫 她暗道不命 飞声热气 然而已经不见到 姑娘时 她冷裂勾起 原来她还有头发 用了几种图形 这个冷酷狠辣 全清朝野的男人 因一场意外 阴差阳挫肩 竟将女扮男装的 太子鲁胜的床 一碗的销魂 尸骨尸碎之味 她竟像突然开启了 撩妹一门一样 逮着女装的太子 使劲撩崩 气得太子慕容慈 想当场垂死她 奈何实力不允许 正为这该死的男人 警报不放的时候 刺客若请赶来 才将她解决回宫 然而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如意焦急的飞奔而来 太子殿下 不好了 皇上偶血了 慕容慈心神大震 脑子里有瞬间的空白 速替本宫更衣 我要去见父皇 此时的清元殿 皇上宠妃萧贵妃 坐在北首主座 正安之若素的隐成 更衣后 慕容慈主夫两匆匆 赶往清元殿 太医 我父皇病情如何 他焦急的询问 皇上辅葬虚后 心肺虚弱 偶血不止 至今 人昏迷未醒 你不是音术最精湛的太医吗 我父皇为什么会身患绝症 还昏迷不醒 他披头盖脸的一痛是吗 急言立色 只因为关心择乱 全无能 皇上多次服用 长生不往仙丹 身体因此受损 沈太医下的额头冒汗 东的一下跪在地上 仙丹就是肖贵妃诱骗父皇吃的 他想要父皇死 慕容慈对着肖贵妃怒斥 妖妃 你妖言获主 扰乱朝朝 谋害天子 当战 而肖贵妃不以为意 勾纯冷是 你一个软弱无能的太子 凭什么杀本宫 就凭我是太子 慕容慈殷气的脸盘紧绷着 我可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 肖贵妃邪纯冷笑 你给本宫一边去 他猛的将慕容慈推开 一时不察的太子被推到在地 气得如意怒骂 肖贵妃 你居然敢推太子 欺人太甚 打了又怎样 你慕容慈就是狗 早晚会被废掉的太子 一个公妃也敢推太子 独一快要被气死 然慕容慈反倒不起 似笑非笑的道 你肖贵妃要是生意的名义 不就可以成为太子 只可惜 肖贵妃你这肚子 不太争气呢 肖贵妃很是嚣张的反出相机 若我生一个皇子 你现在还能是太子 谁不知道现在太子懦弱无能 难堪东宫大任 优贺 我这小暴脾气 忍无可忍 无须再忍 刷的一声响 立剑出窍的声音 慕容慈陡然抽出一个 示威腰间的立剑 凌厉的划过肖贵妃的血体 肖贵妃惊骇得更大美 犀利的尖叫 你居然敢对我动手 我若是伤找了 皇上是不会放过你 我今天就拿下你这个妖妃 慕容慈挥剑而下 她是史上最憋屈的太子 片内宫女都在背后 讥笑她是软弱我心的草包 后宫贵妃则当面 辱骂她懦弱无能 不堪东宫大任并扬言要废了她 忍无可忍的她 挥剑朝贵妃砍去 突然一枚暗器飞来 击中慕容慈的手腕 长剑脱手的路 慕容慈的手腕也被摄政王抓住 又是这摄政王来坏神 这该死的狗 怎么哪哪都 太子竭力压下胸腔翻腾的仇恨 随后摄政王转身 将薛神医介绍给慕容慈 慕容慈心里很是惊醒 传闻没有薛神医就不活的人 父皇看来有救 心头燃起一次希望 而旁边 萧贵妃一脸娇羞的望着慕容玉 施迷的目光温柔的能逼出手 王爷担心皇上的身体真乃忠心云尘 只是王爷近日政务操劳要不走些休息 言语坚守已经慢慢的抚上摄政王的胸口 而慕容慈淡淡的说 应该的 实则所在 慕容慈听着萧贵妃娇嘀嘀发点的声音 鸡皮疙瘩都掉了一顿 这王爷和萧贵妃有一头 看来传言无误 该死的狗男女 太子殿下为什么要杀萧贵妃 慕容慈淡默的论斗 萧贵妃谋害父皇不该杀 我 本宫贼喜欢皇上 怎么可能恨红生 王爷请替本宫做主 萧贵妃摆出一副无辜可怜的受害者的命 皇上昏迷一事应该与萧贵妃无关 你居然替她说话 慕容慈气的吐血 你吃醋了 慕容欲化风转的让人猝不及躲 我是男人 吃神醋 王爷说笑 慕容慈简直要给这种男人给气息 大费一声把人压上来 只见侍卫压着一脑袋上来 仙丹不是我给反证的 是萧贵妃指使我的 是他要害皇上 道长为了保密密码为自己成功 萧贵妃 对此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慕容慈怒斥 然萧贵妃咬死不认 我根本不认识他 萧贵妃 吃醋仙丹 谋害皇上就是你指使的 胡言乱你 陷害贵妃 快拖出去打死 萧贵妃气急败坏 你不认 那我死也要拉你垫平 老道见萧贵妃甩锅甩的如此无情 猛的朝他扑去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萧贵妃慌乱的向摄政王求救 放肆 慕容慈喊谋一致 莫然会长朝老道人去 老道瞬间倒地身亡 慕容慈气炸了 这道长是我干倒萧贵妃的重要名证 他居然 一回头见萧贵妃坐在慕容慈身旁 一脸娇恶的说着 好可怕 多谢王爷救本公 不用害怕 我会保护你 慕容慈冷笑 慕容慈迫不及待杀人灭体 是为了保护萧贵妃 等我找到勾搭的证据 一定统统地收拾他 必诊查的公寓 薛神医总算把皇上救醒 谢过薛神医 两道声音同时响起 一口同声 薛神医摸着自己的胡说的 就人乃一折斗 二位不必这般默契谢我 大股不必 并不默契 慕容慈内心一阵放 这太子 本来这般有趣 慕容欲嘴角威勾 龙怕少 皇上眼睛半口 轻瘦的脸盘是那种病态 好似病入膏荒 陛下 好吧 皇上面前是萧贵妃的主祖 慕容慈撇撇撇嘴 庄腔做事 就知道庄 正爱你 怎么会怪你 皇上看着哭哭啼啼的贵妃满眼心疼 慕容慈暗暗咬了 父皇已经彻底被妖妃迷惑 真真是红颜祸水 皇上伸手拉住慕容欲和慕容慈的手 与众心长地看着儿子 太子 你要多向豫王学习朝政之事 而臣知道 慕容慈表面乖巧地硬着 内心却深深地咆哮 谁会向这种人学习 随后皇上将两人的手相互交叠卧在一起 玉王 振信得过你 以后慈儿就交给你 慕容慈内心呼好 手会烂掉的 谁料皇上话锋一转 论位分 太子应当叫玉王一声皇叔 啥子情况 怎么就突然降级了 陛下说的是 太子快叫王爷皇叔 萧贵妃幸在乐祸的开口 欺人太甚 我是绝对不会叫那人皇叔的 绝不 慕容慈攥紧拳头 父皇你病糊涂了 还是脑子抽 随后一转身去抓着慕容慈的袖子 皇叔说好 他微笑开口 这叫能躯能伸 有朝一日 我一定会把这吃入体 慕容慈眸色冷馋 这个太子越来越有趣 冷酷狠辣的摄政王 意外将行刺于他的刺客卤上床子 为了引出这个与他敌死缠绵的女 竟将他的同伙的尸体掉一门了 报时三日 果真很辣 这日 若秦步履匆匆的 面色沉重 太子殿下 明培养的杀手被王爷吊在大门楼 报时三日 慕容慕杀三后 就是杀我手足姐妹 可恨至极 慕容慈攥紧拳头 明眸蹦出凛然寒光 三号杀手的尸体奴仨会想办法强 您不要冲动 如意担心太子冲动之下 做出莽撞之事 我自有分寸 慕容慈紧握拳头出宫去 朝阳大街今日汇聚了 全城百姓来此为官 所有人都仰着头望着 吊在门楼的姑娘议论分子 那姑娘已死 一身破弹 一沾满了发黑的血迹 王爷的女刺客 是东楚国人 要是东楚国发兵来洗 国家不就打乱了吗 咱们摄政王战东赫索 武艺高强才不会怕东楚国 很好 由城墙上的女子 开始讨论着这句歪楼 都是对摄政王的 很是正义的歌手 而这边两个塑料姐妹话 也以谁有资格 当摄政王丫鬟而已 你来我王打的不可开交 慕容慈站在人群里 听着这些会声会色的议论 比一个冷风 百姓根本不知道摄政王的无耻 他正要转身离开 是一个小伙子很故 公子 我是月楼的伙计 二楼雅间有公子在等 抬头望去 只见一具朗贵力的男人 站在二楼 是他 慕容慈很是惊讶 太子进来看刺客 有点意思 慕容慈密谋轻笑 太子对这个女刺客也有兴趣 轰动洛阳城的女刺客 本宫自然有兴趣 太子不动神色的打道 内心却满是愤恨 因为那是我培养的杀手 他被你杀了 王爷想女蛇出洞 不知可有效果 慕容慈试探的问道 慕容慈淡淡一笑 不急 王爷要在这里守住戴兔吗 若殿下来此陪本王 本王这不会那么寂寞 慕容慈身穿玄袍手持背着 闭脸闲适的开口 本宫只想待在东宫当称职的太子 慕容慈立马出言拒绝 不过主谋是谁都一样 本王并不在乎 慕容慈抬手将背中九亿 那王爷你在乎什么 慕容慈竟不止好奇的问道 慕容慈腹身贴近太子耳旁轻声说 我只在乎一个女 慕容慈来的靠近慕容慈脸上一阵羞绝 太子想知道我和那女人发生了什么 慕容慈唇角的笑意若有弱 他说的这女子 难道是我 慕容慈一阵错误 并安慰自己不能自乱正解 其人这般淡定 慕容慈挑眉看着眼前 本王遇刺那天 宠信了一位女子 太子没有兴趣听 慕容慈一口茶水喷出来 这该死的流氓 哪壶不开提呢 意识到自己的事态 连忙低谋说 我可没兴趣知道王爷的私房密室 突然慕容慈腹身轻捏她的下落 本王要引出洞的就是那女子 太子你好像对此很吃惊 慕容慈悠悠的说 他突如其来的靠近下的太子一阵心肚 赶紧拍掉她的手 太子你好凶 慕容慈看着她过于激烈的反应一阵错误 我没有想到王爷你 竟然在意来历不明的女子 若那女子是女刺客 你怎么办 他总觉得她的目光怪怪的 好像猜到了什么 又好像在试探她 于是她装作毫不在意的手 慕容慈叹了口气 本王不知道 如果王爷喜欢上一个女刺客 那洛阳城众多女子会因此流泪 那王我血脉逆行 一确没看清她的容貌 但她那身上独特的预想 本王这辈子都忘不了 慕容慈轻轻撂起慕容慈的一种法司 反反地凑到她了后 太子 我怎么觉得你身上很强呢 朝阳城街发生了一件异事 全城百姓都汇聚前来围观 一姑娘掉于门楼 衣上破烂浑身血迹干涸发黑 暴尸三日 简直丧心病狂之志 原来 摄政王慕容慈为了引出 那个与她彼此缠绵后消失的女 竟将她的同伴掉于门楼 暴尸三日 势必寻遍天下也要找到她 月楼里 虽然血脉逆行为看清她的相貌 但她身上独特的异想 本王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慕容慈回忆着那个让她销魂尸骨的女子 她轻轻撂起太子一缕发丝 那似曾相识的幽香 一如那天晚上 随后悠悠地抚到她的颌侧 太子我怎么觉得你身上很香呢 慕容慈惊地猛然将她推开 太子殿下怎么了 这么紧张 慕容慈眉眼轻笑 王爷 还请不要戏弄我 我是男子 太子脸庞染上一圈粉红 他确实被这狗男人给吓到 捕了十八年的小马甲都快捂不住了 王爷不禁拿刺客 反倒费尽心思找那女子 王爷不怕被人说沉迷已算 只顾风月之时 气氛有些尴尬 慕容慈连忙岔看话题 慕容慈望着湛蓝的天空 风月之时不就是朝政之时 这人 还是一如既往的不要脸 脸皮肯定不比成墙薄 慕容慈忍不住驳去一个白影 王爷找到那女子会死了 杀了他 还是那位妾 他回到暗期 坐下 有朝一日我落到你手里 你会怎么对我 杀了我 还是 慕容慈四笑非笑的眉宇暗藏风力 你可是功劳卓著著的摄政人 我怎么会杀你 慕容慈说得一脸虔诚 真诚的连他自己都不信这句话 只是现在不商议 随即慕容慈起身告辞 天色不早了 我先行回宫 这狗男人精灵的 还是先跑为命 看着慕容慈跟对狗脸似的 太子消失的背影 慕容慈笑的一脸死不掉 这太子 越看越觉得娇生 幸好慕容慈不在 不然消失的速度更是光速 夜色深沉 来人 准备比目指令 慕容慈喊来毕业 如果太子是女子 他思索着 接着便坐于书案前 落笔如风 如行云流水般流畅 所勾所画 皆是心中所思所想 是在脑海里盘旋多日的英容相貌 不多时 一副轻简的画像出现 画中女子五官媚而不妖 夜而不死 便是那夜和他抵死缠眉的女子 他久久凝视画像 太子竟与本王要寻的女子有几分相 可惜太子是男子 我怎么会将他和女子做比较呢 他烦躁的放下笔 俯而常叹 本王竟然 对一名男子颇为在意 随后便郁闷的吩咐 并已将画他去烧了 可是奴婢见王爷对画作甚至起来 烧了 不觉可惜吗 这是旁观者清雅 甚至喜爱吗 他思索着 你先退下 画先不要动 一阵有着独特节奏的敲门声响起 慕容玉扬声道 进来 一个非人推门而入警报道 王爷 洛阳城内外无王爷要寻女子的英许 内东楚国可有回应 东楚国也无 继续找 绝第三尺也给本王找出来 慕容玉静静的凝视画像 黑魔略起一束凌冽的寒光 练寻天下 本王也一定会找到他 针锋相对的死对头 突然温柔已带你 是否会觉得毛骨悚然呢 太子殿下想说 本宫要被这狗男人给吓死 洞 洛阳城靠近西郊有座占地极广的宅院 号称天下第一庄 谁也不会想到世人眼中懦弱无能的太子 慕容慈会是第一庄庄主 总有点不好的预感 慕容慈醋眉 女人的第六感似乎不会有假 太子 不 慕容慈 这个月报名的人 似乎没有什么本事 管是荣战百无聊赖地说 无妨 我创建这天下第一庄 是为了招募真正有才之人为我所用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慕容慈道 您在屋内闷得慌 想去前院看看考核吗 前院都是报名的人 可热闹了 荣战摇着扇子嬉皮笑脸的道 正有此意 慕容慈欣然答应 前院舞台下为满观看的人 台上两人正你来我往 打得不可开交 遇到精彩之处观看群众还拍手欢呼 而挤在人群中的慕容慈 感觉自己要被挤成夹心饼干了 突然一只大手握住他的肩膀 慕容慈心神一领 谁在我身后 随后便被来人拥入怀中抵挡拥挤的人群 侧头看去 却呆愣当场 摄政王 太子殿下好野心 咱们可真有缘分 他连忙用手肘撞开慕容慧 王爷不会是跟踪我吧 慕容慈没好气地说 见鬼的缘分 跟着狗男人见面 搭不得老死不相往来 永不相见 莫非太子也来往摩其人一世 慕容慈挑眉问道 不得不说这狗男人 长得真是人模狗样的 就是人品太让人讨厌 闲来无事凑凑热闹 慕容慈风轻云淡地说道 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么近距离地靠近这狗男人 他感觉很是燥热 脖子耳根隐隐发烫 而慕容慈也鬼使神差地悄悄伸出右手 迅速抓住他的手腕 殿下手心出后 很热闹 慕容慈一阵羞怒 用力甩手 竟然甩不开 放开我 不如去那边 凉快一点 慕容慈二话不说就拽着他 到后边无人的空地处 然后很满意地点头 嗯 这边人少不错 可是 换的地方 他还是觉得不够凉快 被他握过的手腕烫得吓人 那夜不堪的回忆一幕幕闪过脑海 挥之不去 更加心烦气躁 怎么殿下更热了吗 慕容慈眯着眼问 才没有 慕容慈恼恨得吼道 本宫还有事 先行一步 该死 本宫一定要找机会 砍了他的头 这回儿只想离这个狗男人远一点 更远一点 谁料应走得太仓促 只听咚的一声响 脚踹在台阶上 好疼 他疼得撕心裂肺 这时 一双铁壁抱起他 他震惊的抬眸傻掉了 你干什么 脚碗了 慕容慈抱着他轻吻道 这个人怎么随便抱人 慕容慈一时间震惊的无语附加 这一抱 非常的诡异 近距离的接触慕容慈突然发现 太子 眉眼竟然这般清秀 身姿柔软 凝凝一握 只觉得太子身上每一处地方都柔软如女子 他突然的灵光乍现 一个可怕的念头从他的脑海上 莫非太子其实是女人身 传闻摄政王冷酷很辣不尽米色 谁料竟对着太子又抱又拢 太子气得要找四百米大刀 却还翻了吃瓜群众 则则这是我们能免费看的吗 天下第一桩前院 慕容慈的靠近让太子慕容慈很是惊苦 转身想离开的时候敬碗了酒 谁料慕容慈很自然的抱起他 你要带我去哪 快放我下来 慕容慈很是羞愤 说好的素是仇敌 你又搂又报是怎么回事 慕容慈把他抱到有台阶的地方坐下 他蹲在他面前伸手要去抓他的酒 慕容慈连忙把脚缩混合 不不 不用 慕容慈握住太子的右肩 虽然穿着白色罗袜 却像女子的巧足般精致鲜强 疼疼疼 你轻点 慕容慈疼的倒抽冷气 没心醋的紧紧的 问题不大回头到王府上了 过几天就没事了 慕容慈轻柔的转动了几下去先 谢谢 不那么疼了 慕容慈羞窘的匆忙套上紧靴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来 随后便起身慌乱无措的逃了 这狗男人简直有 遇见他总没好事 太子在躲我 慕容慈看着被碾狗似的消失的人一阵思 此时 考核结束 荣战站在北首中央扬声道 多谢诸位利林 今日山庄考核结束 神偷白公子 幻术是杨公子 口气是苏姑娘 今日 将天下第一称号赐给三位 庭院响起热烈如潮的掌声 躲在背后观看着慕容慈很是闷 都是他想网罗的人才 请安 白公子 杨公子 苏姑娘 本王十分仰慕你们的才能 慕容于步履沉稳的从一边走 王爷想干什么 背后观看着慕容慈瞬间炸弄 不出意外 这狗男人又要等事情 本王求贤若渴 邀请三位上慕容府做客 原来是摄政王 小人失礼了 杨公子立即屈身行李 十分恭敬 白公子和苏姑娘面面相许 慕容怎么会来这次 这可是慕容 得罪不起 不过我倒挺愿意跟着慕容做事 毕竟这慕容永不愧 气度不凡 人还帅 苏姑娘对慕容于尼的夜花吃 今夜王府设夜 三位可否赏你 三位其人亦是自然难可答应 该死的慕容于 进展挖我的墙脚 诅咒你去死去死 暴躁词瞬间上线 但心里不断的划圈诅咒他 恨不得一脚把他踹天颠去 王爷这样抢人似乎有些不妥吧 荣战脸堂发飞冷冷的说 干得漂亮 拦住他荣战 慕容辞看着直接刚上慕容于的荣战 满意的竖起大拇指 本王十分仰慕贵庄庄主 可以对此商讨一二 荣公子可否引荐一下 慕容于摆出一副光明正大挖墙脚的姿态 这荣战迟疑的目光转向慕容于 他忙在背后脱足的白色 庄主今日不在 事务由我暂待 那和荣公子商量也是一样 慕容于的黑脑闪过一丝性命 对了 本王还有一位好友 可否一起 慕容于就像身后长了眼睛 将躲在背后的慕容辞再把自己伸起 一手紧紧地揽着他的眼 几乎把他提起兵力 又恨不得把他抱起 请把手揽开 慕容辞被这臭不要脸的男人 气得咬牙切齿 大庭广众之下 两个大男人如此搂 到底是想哪 不然慕容于的鼓声在他边说 若是不想被看笑 就别出声 他还没来得及发表意见 就被他霸道的懒着老前 总感觉他是故意在占他便宜 说好的不敬你算了 我不 我现在是男人 男色也是色 众人看着摄政王搂着一个俊秀的少人 举止甚为亲密 不由纷纷瞪大双眼 第一批吃瓜群众立刻上线 嘖嘖 摄政王一直没娶妻 莫非 这摄政王难道是断秀 搂得真紧啊 这能是我们不花钱能看的 万众瞩目下 慕容于一场自然的揽着慕容辞 就像走替台般的从容离开 做一个幸福的吃瓜群众是怎么样的 那就是青天白日光明正大的吃着 那个全清朝野摄政王的瓜 瞧瞧 俊美瑰丽的摄政王 搂着同样俊秀的少年 多么诡异的般配呢 第一山庄 慕容于旁路无人的 揽着太子的小蛮腰进入那堂 吃瓜群众吃的那叫一个香甜 死慕容于 我已经被看笑话了 脚也好痛 根本正不脱 慕容辞感觉气愤的要冒火了 你脚没好 走路掺着我先 慕容于猝不及防的给他来了个摸头杀 难道 慕容于在关心我 他甚是怀疑 两人可是不死不休的敌人呢 我的脚并不疼 不劳王爷费心 慕容辞一脸感激的说 实际内心却很是愤恨 让我扶着你慕容于走 不可能 还嘴硬 慕容于眼里似乎一整 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处 看来 我得粗鲁点 你才肯爱戏自己 慕容于所幸抱起他 步履沉稳 大不留心 你放我下来 你 你成何体统 太子又羞又气 差点想捶死他 顿时又引来吃瓜群众的惊呼 哎呀 这王爷 怎么把旁边的少年抱起来了 你走不了路 听话 多谢王爷关怀 太子心里冷酥猫哭号 子甲慈悲 二位关系 看起来挺好的 容战不由的侧目 心里偷着乐 这话风有点清奇 谁和他关系好 容战你到底哪边的 太子气得给容战甩眼刀子 过讲 慕容于竟很不要脸的硬道 其实他是有目的的 再次真切地感受一番太子的身躯 温香软玉 会客厅 慕容于将太子放在一张椅子上 接着坐一旁 庄主何时才能回来 不能让慕容于知道我就是庄主 太子暗暗道 在下不知庄主行程 两位请用程 容战俊谋微闪 不着痕迹地看了太子意 听闻庄主喜欢云游四海 当真如此 确实如此 容战贪手说道 其实庄主就在你身边啊 容战心说 不知庄主 有没有出让天下第一庄的打算 慕容于黑眸金光闪烁 容战心神一跳 王爷的意思是 慕容辞震惊的恼人疼 该死的狗男人又想做什么 正气得忍不住要拍桌 却被慕容于轻巧按住 我的意思 我的朋友应该明白 王爷说笑了 我怎么可能明白 慕容辞皮笑肉不笑地打倒 他不光要抢我的人才 还要收了天下第一庄 本宫苦心经营天下第一 他气得握紧拳头 突然慕容于握住他的手 你为何握拳 生气了 他很牵强地笑着硬道 内心慕容于真是不要脸 王爷 天下第一庄是庄主的心血 不会卖掉的 容战客气道 本王相信本王开出的条件 庄主会有兴趣 王一 您的条件是 让我见到你的庄主 我就说条件 慕容于见眉飞扬得到 慕容辞却在一旁暗暗思寸 天下第一庄主本人 让我出面 慕容于到底有什么阴谋 现在麻烦管家拿样东西 慕容于吩咐道 王爷 您要的药酒来了 容公子我给我朋友商药 请你退下 慕容于语气说的不容抗拒 上药而已 容公子可以留下来帮我 太子暗戳戳地给容战打暗号 别走 姓容的 你敢留下来试试 迎着慕容于的死亡视线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药给王爷 那在下就先行告退了 好家伙 容战跑得跟逃命一样 死到有不死平道呀 慕容于拿过药酒 本王来帮你 不用 本公自己来就行 慕容辞怒得咬牙切齿 乖乖坐好 别让我用墙 他霸道的语气不容抗拒 随后把药酒倒在手心 解下白色罗袜 轻柔地揉着仙脚如玉的幼族 摄政王几次三番碰我脚 他到底想干什么 慕容辞很是疑惑 而慕容于揉着仙族暗道 太子的脚竟然这般柔软 像女人似的 莫非这太子 传闻冷酷很辣不尽女色的摄政王 竟然一脸柔情地握着太子的玉族轻柔 话说 这不是撒狗粮 谁信 或许只有傻太子身在局中一脸迷糊 意外崴到脚的太子 被摄政王慕容于一个公主抱 抱回了天下第一庄厅内 慕容于用死亡视线 逼退了180瓦的大灯炮龙战 随后霸气地拿起药酒为慕容辞上瘾 三分的力道疼得慕容辞刺牙咧嘴 他疼得想踹死着慕容于 内心一片哀嚎 他不曾注意自己的爪子 正紧紧地抓住慕容于的头发 撕 好疼 轻点轻点 马上就好了 再忍忍 慕容于安慰道 好了 好像 脚踝没有那么疼啊 慕容辞一脸欣喜 这是本王亲自替你揉的 是否要谢谢本王 谢谢 然他的内心戏 假好心 我才不领情 随后两人走出庄门 时候不早了 本王先回府 我也回 太子突然难住了 如果坐天下第一庄的马车 庄主身份会暴露 叫东宫派人来 派费时 所以我该怎么回选 本王送你回宫 不用 他立马拒绝 我死也不要和你同城 突然慕容于轻拖着他的头 你不宜行走 多谢王爷关心 我自己能行 他仍然坚持 然慕容于直接拉着他的手 走到一匹马前 太子 你骑马回城 嗯 骑马可以 慕容辞立马硬道 只要不和这狗男人同城就好 他立马登上马背 总算能离开这个可恶的家伙 谁料慕容于一个月身坐上他身后 为什么慕容于要和我骑同一匹马 王爷请您下去 太子又秀又猛 本王只有一匹马 太子要本王徒步回去吗 太子坐稳了 慕容于揽着他的腰道 本宫不惜与人共成一起 他语气冷靓 殿下可以借此与本王培养一下感情 他笑语从容 有三分轻挑之意 你 谁要和你培养感情 慕容辞怒得快把牙齿咬碎 他一路身子僵直 浑身不自在 突然路边冲来一个孩子 眼看马蹄就要踏下 慕容于反应极快的勒紧绳子 将孩子从马蹄下救出来 好险 幸好孩子没事 慕容辞松了一口气 此时才发现后背贴着火炉室的胸膛 他这姿势完全是把他抱在怀里 你 你坐后面一点 他压抑着怒火 殿下 你我都是男人 有什么打紧的 慕容于在他耳畔低语 嗓音暗哑 慕容辞冷不丁地打了个寒战 本宫不喜欢和人靠这么紧 慕容于反而把他揽得更紧 本王也不行 为了殿下的安全忍耐一下 这个人 怎么这么无耻下面 慕容辞感觉自己都要崩溃了 本王怎么觉得殿下脸红的时候 像极了位出格的女子 慕容于含笑打趣 他在试探我 慕容辞突然发现 觉得热 于是他故意伸出右手给自己扇风 这太子 反应不像男子 真是越发有趣了 他就像看一本传奇的书 慢慢看 有条不紊的欣赏过程 待到结尾才有惊喜 慕容于心情越发的愉悦了 好不容易熬到回城 放本宫下来 我要去买东西 总算找到借口离开了 我抱你下来 慕容于不由分说将他抱下马 后仍紧揽着他的小男妖 去玩铺子后 来本王王府可好 慕容于道 深沉的黑眸似一个无底深渊 让人琢磨不透 见过这么狗血的穿越吗 堂堂特工首领一觉醒来 竟穿越成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被关在一个被晒得火烫的铁笼子中 还将要被所谓的未婚夫处死 宁雪莫一脸懵圈 我在哪 我是谁 我要干什么 别人穿越不是女王 就是公主还附带金手指 我的系统 金手指 要攻略的大报死呢 看着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古人 听着他们嘈杂的辱骂 到底是顶级特工 碰到这么诡异的情况也只是愣名声 唇角微抽了几下 他左手再右脉上一打 营养不良 湿血过多 有轻微脑震荡 吃来一生下 他将裙脚撕下一长条 干脆利落的向额头一沉 将伤口秘密包扎起来 顺便整理下自己的头发 围观的群众目瞪口呆的 这个状头前像过街老鼠般色索的女孩 此刻却旁若无人的淡定给自己包扎 他在干嘛 好像是疏头 不要脸 想说给谁看 骂声又起 闭嘴 宁血墨眼睛微微一眠 一双明眸如流水般 像开口辱骂他的人瞧过去 那些骂得正欢的人 居然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 不知不觉闭了嘴 而此时 一段不属于他的记忆闪过 这是原主的记忆 很巧 原主也叫宁血墨 是长空国静远侯独生爱你 然而他因天生念力全无 成为长空国的孝坛 六岁时 因父亲的生育与六皇子定亲 六皇子之母原本不满 但碍于其娘家地位低微 最终勉强接受了婚约 八岁时 静远后战死 宁夫人殉情 静远侯府一招失败 树到胡孙散 若是的他长进冷暖受尽百眼 而后四年 尽管被六皇子百般为难 婚约从正妃改为侧妃 他却殷勤跟身重 他将六王爷当成救命的稻草 拒绝退婚 未曾想他的痴情不但没有打动他 反而让他更加反感 对他更加不假辞色 我针扎男本扎 直至昨日 被迷婚与自家府中 再醒来便是与陌生男人躺在一块 桌间在床 原证物证据在 暴晒一日 任人辱骂 最后愤恨之中撞墙而死 而他之所以记得这些 都是因为原主死不明目的怨念 他暗自决定 既然这副身体已经归属于人 那么这个仇也一并交给我吧 六王爷来了 围拢的人如潮水般向两旁散开 让出一条路来 六皇子继云号 锦衣华服俊美中 又透着高高在上的皇家威颖 就这 有点好看有啥用 如此渣 渣男未婚夫满眼厌恶的询问 宁雪墨 你到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他抬头 一双黑道极致的毛子迎视的 唇角缓缓勾起一抹笑 六王爷 你希望我怎么说 六王爷微一皱眉 这丫头 居然没有在哭哭啼啼 被抓现行后一直哭好喊冤 他以为他已经撞死了 故而来看一眼 想在人前诗恩 树立他贤良的美名 未曾想到居然没死 让他心里有些恶问 六王爷声音愈发冷淡 本王从不打算仗势欺人 从时到来 你可知罪 宁雪墨干脆双手抱膝坐下 拖着下巴 很利索的回答 雪墨知罪 摄政王为太子举办百花选妃宴 谁料太子精彩担人秀 竟让选妃的闺秀们 瞬间晋急为吃瓜群众 四日 百花燕选妃现场 不少名门闺秀陆续进宫 哎呀 这太子喜欢什么类型的姑娘 我可不想嫁给若姬太子 那可是太子 攀上就能荣华富贵 还能当皇后 闺秀们纷纷议论 对即将到来的选妃很是激动 侧门露出两个鬼鬼祟祟的脑 这么多女子 如意你脑子好使 帮我想个办法 殿下 不如称病不去 如果装病太医来诊治 一下就会暴露 太子很是无语的说 太子殿下 王爷唤您立刻亲自选妃 这是身后传来内侍的通报声 完蛋了 慕容辞一脸生无可恋 皇宫内王爷替太子举办法 发言选妃 这是怎么不通报 天天都想在摄政王面前 刷存在感的贵妃娘娘不乐意了 婢女吓得立马跪地请对 太子选妃 可得本贵妃亲自督办吧 今日摄政王爷会来 他自然要打扮的娇艳鞋 绿花园齐花一草 花香袭人 趁得众多龟秀小姐更是千娇崽妹 听说王爷鹦鹉神勇 我想看 做不来太子妃 做个王妃也不错呀 也不知那太子什么模样 欢声笑语对百花艳充满了期待 萧贵妃道 萧贵妃踩着优雅的步子而来 众贵女纷纷上前行务 她满脸的不屑 爱搭不如 雍之俗反 根本入不了王爷的眼 能和王爷在一起的人只有我 单恋上脑的萧贵妃 但凡是个女的在她眼中都是情敌 而此时 身穿玄色滚金蟒袍的摄政王 反过而言 萧贵妃满眼留情的看着摄政王 整颗心扑通扑通的跳动 恨不得贴上去 然而摄政王警示 很淡漠的和她打了个招呼 之后便转身让太子去见见各家龟秀 美人呢 我来了 来亲个 慕容慈就像恶狼看见骨头一样 张开双臂朝龟秀们扑去 这太子 怎么这么威胁 雷若轻浮 色配一个 这一举动可吓坏了的龟秀 再看摄政王俊冷无仇 从容刚毅 相比之下高低利 原本对太子抱的 思慕之情的龟秀大师 坚决的看着摄政王 期待引起他的注意 王爷 小女敬你一杯 不甘寂寞的萧贵妃 满脸羞涩看着慕容玉 萧贵妃 少饮酒 免得误实 慕容玉冷淡的回忆 瞬间萧贵妃满心失落英语 王爷为何对我这么冷淡 难道 我嫌老了 还是我妆容不好看 一定是这样的 请太子从宫 唐 杨 方 四大名家里开始选 萧贵妃娇滴滴大 最大限度的表现出自己的风情 慕容慈忽然扶长兴奋的 我看这些姑娘姿色都不 全部过来伺候我 谁伺候好吧 就选谁为妃 瞬间龟秀们面面相许 有的低头捶猛 有的嗤之以仪 有的在祈祷 不要被选中 嘿嘿 计划进行的很盛 给我选妃 没那么容易 慕容慈暗自得意 看我玩个大的 只见慕容慈从一惊掏出一方四旁 自顾自的绑在眼部 美人们 我现在来捉你们 捉到谁 谁就是太子妃 如此昏庸荒淫的太子 吓坏了一众龟秀 龟秀们失声惊叫 各个花容失色 仓皇奔逃为恐 被太子一把抓住 百花宫宴变成了一场闹剧 这个美人怎么这么赢 慕容慈双手一扶 终于抱到一个人 殿下 您可真会玩 捉到本王 是要取本王为妃吗 慕容慧悠悠的问 慕容慈连忙摘下四耙 站面前的赫然是摄政王 他触电视的松了手 后退三步 心里到底有几分忐忑 慕容慾冷立的声音突兀的扬起 太子贪悲 神志不清 言行有诗 本王带皇帝陛下好好教导太子 说罢 拉着慕容慈的手扬长而去 留下一众龟秀一脸猛逼 这是什么情况 摄政王拉着太子跑了 这太子长得跟女人似的 这王爷和太子 是什么关系 王爷还这么护着他 难道 瞬间龟秀们挠不出 一万字的爱恨情仇 王爷看上太子了 不要啊 进宫选妃的龟秀们 成功晋级为第二批吃瓜群众 女扮男装的太子位了 反击摄政王逼迫选妃 偷偷安排了几名妙龄女子 去伺候摄政王 谁料竟吓坏了冷酷狠辣的摄政王 东宫 慕容慈满脸兴奋的吩咐 叫他们进来 看着精挑细选的几个宫女 很是兴奋 慕容慕逼迫他选妃 那么就等着他的反击 你们几个去伺候王爷 慕容慕 接好这份大礼 夜色深沉 慕容慕推开房门 剑里面站着三个女子 不禁愣住 谁让你们进来的 女子们带着薄纱 容貌令人浮想连篇 太子让奴婢伺候您慕郁就请 三个女子不约而同的摘下遮面薄纱 王爷 请脱衣吧 慕容慕吓了一大跳 差点呕出来 女子们长相奇丑无比 个个都是奇葩 不想死就立即滚 慕容慕沉立的语声充满了杀气 谁都知道摄政王手断毒了 三个女子惊慌的逃出去 好你个慕容慕 敢这么对本啊 脑子浮现出慕容慕得意的神奇 他的黑眸略起一束眼狼般的很厉寒光 本王今日辣了眼睛 你慕容慕也别想好人 躺在浴池里慕容慕深深呼出一口气 几个奇葩女子容貌不断的伤 忍不住炸毛 真被这些辣眼睛的东西伤得不轻 这几个女人让本王慕郁都不得安生 必须得见见太子 当面谢谢他 他穿上外袍往东宫而去 慕容慕躺在床上满心兴奋的睡不着 想象着慕容慕被那三个女子追逃的情景就乐得不行 什么人 突然他睁眼惊呼 慕容慕站在他床榻前 俊脸漆黑 晚上好啊 太子殿下 看着眼前这张让他毛骨悚然的面孔 太子下了一个激烈 怒不可恶的呵斥 大胆欲王爷闯东宫你要谋害本宫吗 若本王要杀你 何须叫醒你 太子殿下这么紧紧的拽着被子 是怕本王看到什么不该看的吗 赫王爷 你我皆为男子 有什么不能看的 太子气愤的硬道 实际内心已经慌得一皮 我睡前穿的是男士睡衣还是女士睡衣 糟了 不记得了 总之不能给他看 那么本王恳求殿下掀开被子了 王爷 你不觉得自己毫无教养吗 本王怕刺客再被中藏独家害太子 还请太子掀开被子 慕容慕不依不饶道 难道太子珍藏了什么 慕容慕思索 思考间他果断抓住被子用力掀开 慕容慕疑瞬间的大惊失色 再一看自己身上穿的是男士睡衣 心里面松了一口气 于是他立马满血腹 满意了 看看看 给你看 让你看 看我不闪下你的狗眼 慕容慕有了些许困 太子 真是男人 把衣袍穿上 他把衣袍扔给慕容慈 死慕容慕 一会掀我被子 一会强迫我穿衣服 慕容慈穿戴完毕 打着喝欠嘟囔道 眼下已经是深夜 王爷究竟想做什么 他拽着他的手腕堂皇之地走出去 还好夜深 下人都睡了 但是慕容慈心想 他想挣脱 他却越拽越紧 突然他觉得腰间一紧 被慕容慕拦腰抱起 同飞落在琉璃屋底 王爷替我婚事操劳多日 我特意选了几个奇女子伺候王爷 不知王爷可还满意呢 想起他看见他们奇葩容貌 他就觉得特别的痛快 满意 很满意 慕容慕一字字咬牙道 其实本王是专程过了县 慕容随手从一侧的琉璃瓦间 取出一坛煤酒 掀开盖子就往嘴里灌 这是本王从西北边境带回的烈酒 殿下常常 他把酒坛递给他 慕容慈很是一动 这是烈酒 要不要喝 算了拼了 他抬起酒坛咕咚咕咚的喝了几口 突然他又炖煮 刚喝的这坛酒慕容玉也喝过 自己又喝 慕容玉笑得意味深长 这不就等于你我格物接吻了吗 肖贵妃表白摄政王竟被太子偶遇 太子闲逛凤凰楼竟被摄政王当场逮住 简直两场射死现场 慕容玉拜见皇帝后刚从清源殿出来 便被肖贵妃以有钥匙协商为由 约到了花园水界 看见朝思暮想的男子 肖贵妃巧笑嫣然 王爷你来了 奴家可思念你了 一生娇内的敌营 令所有男人筋骨肃柔软 肖贵妃直勾勾地看着他 王爷好不容易来一次 先坐下陪陪我 说着扶着他的手臂把他拉到美人靠 慕容玉面冷如秋水 雨声一寒 肖贵妃找本王究竟有何事 没事就不能找王爷了 贵妃伸手握住慕容玉的手 肖贵妃请自助 她冷冷地抽出手 若没什么事 本王就告辞了 脸上同样没有半分脑色 王爷 当初是你要我进宫伺负陛下 如今 你想弃了我这颗棋子吗 肖贵妃黯然伤心 西楚动人 你在后宫叱咤风云 就差一个皇后名字 你还不满足 我不要皇后的名字 我要的一直都是王爷 她美目寒泪 盈盈欲坠 她深爱男子心里都有保护欲 看见较若寒泪都会产生呵护之情 老皇帝如此 豫王也不会例外 直接慕容玉的将她顺排 眸色寒冷到极致 记住你的身份 不该想的不要惦记 不该做的别去 明白 本宫这么做 是想助王爷一臂之力 只要陛下驾崩 这大燕国 就是王爷女 肖贵妃再次紧紧的抱住慕容玉 若本王真有那心思 也不会靠一个女人来铺路 随后一拳击在贵妃背后石柱上 瞬间石柱遍布裂痕 不过 你的这种行为 若有下次 本王绝不会不惜 那王爷为何要我进宫 王爷究竟要我做什么 没有收到本王的指示 你就不要轻举妄动 否则 本王可保不了你 慕容玉撂下一句冰冷的话 未曾看她一眼 扬长而去 肖贵妃痴迷地望着她渐行渐行 直至被黑暗吞噬 哟 这不是王爷吗 真巧 看着迎面而来的太子 慕容玉愣了一下 本王刚处理完一些宫事 宫事 可王爷身上 怎么一股之粉气呢 还有这气味 为什么和肖贵妃身上的气味一模一样 难道王爷和肖贵妃近距离接触了 慕容慈绕着她转圈的位 她没有来的就开始一阵心虚 就像爬墙被妻子当面赶住一样的血 探望陛下病情后 偶遇肖贵妃闲聊了几句 大抵是内侍沾上的气味 本宫明白 偶遇是吧 慕容慈阴阳怪气的回忆 内心却十分比异 否男女 分明在撒谎 恰好此时内侍来报皇帝召见太子 慕容慈好旋反过了一堂气 夜晚 凤凰楼 灯火辉煌 光色衣服 欢声笑容 窗边角落坐着一位白衣偏远 戴着金色面具的公子 赫然就是太子慕容慈 此时 一个装扮入室的红衣女子 喵喵听听而来 她便是慕容慈安插在凤凰楼的管事中了 两人一番类似彩牌一样的闲聊后 上了三楼走进一个雅间 慕容楼主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荣兰 辛苦你了 近来可有收获 我从那些富豪官员身上套出了些消息 楼主先收起来 这里不方便戏看 慕容慈点点头 固然欠为冷银 不好 外面有人偷听 慕容慈猛地打开房门 偷听的少年一阵惊恶 转身想逃 结果被慕容慈拎小鸡载式的拎回来 谁派你来的 你有什么目的 慕容慈捏着他的小脸问 少年高呼救命 然无济于事 一个丫头片子还敢女伴男装来楼里 好大的胆子 把他给我捆起来 荣兰吩咐道 少年见瞒不住了 袖谋怒争 娇哄得驳斥 我是端柔郡主 我三叔是御王 你们快放了我 否则 你们迟早要人头落地 难怪那么眼熟 慕容慈思寸 荣兰询问如何处置郡主 稍后把他扔到街上 突然身后传来冷沉的脚步声 呵呵 这是要把谁扔啊 慕容慈瞬间寒毛竖起 这声音是 果然是摄政王 他怎么会来这里 不能让他认出我 你把别人挑剩下的给我 以为我眼瞎 慕容慈对着荣兰一阵怒骂 我怎敢糊弄公子民呢 我再给您挑个 荣兰一个进而的陪笑 不必了 小爷再也不会来了 慕容慈说爸匆匆往下走 就在跟慕容慈擦身而过的时候 冷不丁手腕被一直大掌扣住 他恼怒地甩手 粗声粗气道 你抓我做什么 该死 他认出我了 安置好郡主 其他人没有允许不准跟过来 慕容慈只用眼角余光扫他一眼 便拉着他往二楼去 到二楼仰间 他一个壁咚把慕容慈按靠在墙上 太子别来无恙了 他冷冷的道 伸手摘掉他的面具 想不到太子殿下有龙羊之号 他调侃的声音领含了几分激情 俊颜宛若覆盖一层薄薄的青霜 王爷不也是对男人有兴趣才来着凤凰楼 慕容慈反唇相逢 他缓缓凑近他耳边 悠悠地道 那你说 我对你有没有兴趣 今天又是撒狗粮的一天 什么也不说往下看 太子偷逛凤凰楼被摄政王当场抓包 一个霸总是个壁咚 而后缓缓地凑近耳旁 那你说我对你有没有兴趣 王爷又在说笑 慕容慈瞬间满脸通红 羞窘的想挖个地洞洞 随后似乎为了证明什么 他立马说 您放心 假设我喜欢男子 我也绝对不会对王爷你动心的 慕容慧悠悠地问 为何不对本王动心 因为王爷是全清朝野的摄政王 而我一个孱弱太子若是纠缠上 天下人都会耻笑我 他一脸不能承受的表情 内心还不忘夸自己一句 我演的还行吧 慕容玉满头黑线 太会装了 配合他好了 于是躬身 太子殿下 您言中了 装得毕恭毕敬 真会作戏 慕容慈撇撇嘴 不忘翻个白眼 不过 太子 你真以为戴上面具本王就认不出你了 本宫只是方便行事 倒是王爷来凤凰楼做什么 不单只是寻欢作乐吧 本王和你的目的应该一样 京城内 有人频繁买卖卵桶 无视法律草菅人命 不少朝堂官员参与其中 且发现有三五个官员在楼中养监 我有个办法可以接近调查楼中的官员 慕容玉双眼微眯 来 我这就说与你听 这法子如何 慕容玉笑得一脸邪魅 不行 这方法不行 他被这狗男人气得要冒黑烟了 慕容玉却笑得风光济月 有何不可 只是得牺牲太子的姿色接近那些人了 这方法不行 被慕容茨拉入怀中 有本王在 殿下担心什么 他的双眸深邃脸着洞悉人心的锋芒 他为了不被发现端倪勉强答应 随即慕容玉喊来荣兰为他打扮 公子 您只要稍作打扮 比我们凤凰楼的所有美人都猛 慕容玉转头看去 一抹惊愿注留在他身忧的眸底 不禁握紧双拳 看着太子他想起了那个 和他彼此缠绵的谜 王爷 稍后要怎么做 慕容茨冷着脸问 慕容玉轻了起他的一缕发丝轻吻 太子殿下这模样 怎么了 闲丑你别看 他发觉他神色有异 那双深沉的黑眸 好似阴晕着无比复杂的情绪 不由的 血塞浮现一抹桃红的光彩 模样甚好 慕容玉的声线出奇的低耳暗沉 花 花言巧语 他瞬间羞得满脸通红 等下你去接近官员 就这么言 好 今天一定要引出他们 两人复耳商量 啪 抽打的声音响彻凤凰龙 紧接着是凄厉的叫声吗 别打了 我错了 求求您别打了 慕容茨间的嗓子凄惨的哀情 演得还挺逼真 竟敢敷衍我 贱祸 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饱含雷霆怒火的怒痴 死慕容玉居然敢这么骂我 慕容茨顿时也冒火光 为了配合调查演戏 我忍了 无人出现 继续 雅间里一位三十来岁的男人 正搂着一个少年饮酒谈心 好不快 慕容茨撞开雅间的门闯进去 他倒在地 低着头哭着恳求 大人 救救我 男人看着貌美如花的慕容茨 瞬间眼冒红光 慕容茨抓住他的手腕怒骂 我看看你还往哪跑 同时富尔说 等一下 我会真的打你 不然假打 被看穿就前功尽弃了 慕容茨认同 片刻之后 慕容茨酿酿半天也下不了手 您放过我吧 求求您了 慕容茨哭喊 内心则疑或怎么还不打 快打 敬酒不吃吃法酒 慕容茨轻声说了句 得罪了 狠狠的一掌抽过去 啪 特么的清脆响亮 慕容茨瞬间扑倒在地上 脸颊火辣辣的疼 内心疯狂咆哮 可恶的慕容茨 下手真狠啊 燃戏还是要演 官爷们救救我 我会听话的 他朝着那男人挨气求助 悲苦的乌液 演戏眼全套吗 您这是做什么 有话好好说 动手不好 容茵眉省陪笑 看着自己楼主凄惨模样心疼死 他可不要脸的惹恼我 你说我怎么能放过他 慕容茨暴力的怒骂 男人见此立马猥琐的向慕容茨讨要 哼 你想要 不错 我要了 这张脸 可真是秀色可参 男人很是猥琐的挑起慕容茨的下 身后一众其他下属 也是双眼放光的想着一轻方左 慕容茨狠狠的瞪了眼男人 我大燕国竟然出了这些败类 荒银声名 买卖鸿头 你这不要脸的货色 竟然瞪我 被瞪恼火的男人揪着他的头发 言语满事为所 不过瞬间一只大手扣住男人 放了他 慕容茨双眸闪着寒光 哟 这位爷 人你已经给我了 怎么着 还想抢回去 慕容茨双眼冒火使劲捏着男人的手 想必 你不知道我是谁吧 慕容茨愣住了 说好的暗句本来的呢 慕容茨要干什么 这不是打草惊蛇了 可恶 那我不是白眼戏了 放心交给我 慕容茨突然画风一转蹭了蹭他的脸颊 喂喂喂 谁允许你蹭我 他顿时又被羞得想拉地动了 冷酷狠利的摄政王对上女扮男装的太子 为啥甜的让人感觉牙齿发酸呢 摄政王与太子为了摸查买卖鸿童之人 假扮风流恩客与少年引出参与的官吏 计划进行时 看着眼前的男人 拽着太子的头发乌颜慧雨的调戏 那么一根弦瞬间断了 煞时间什么计划都不重要了 瞬间上线的暴躁欲只想做一件事 过去就是一个大脚丫子 然后对着男人就是一顿全方位的暴躁 王后又瞬间恢复风光济月的样子 揽着慕容慈的肩膀 经兆府官吏见到本王 还不下跪 还不忘用狠利的眼神盯着男人 男人快要被吓尿了 跪地不停地磕头求饶 慕容玉大手一挥 来人 捉拿在场参与的官吏 瞬间涌入一批早已等候多时的侍卫 在场官吏下的四处奔逃喊冤 王爷 除经兆府官吏外 其他犯人如何处置 属下上前询问 这得问太子了 慕容玉揽着太子的双肩 刹那肩笑得千数万数梨花开 慕容慈满脸问号 问我 王爷这是 这狗男人什么时候征求过他的意见了 这案子是本王和太子一起调查的 让太子下决断 本王认为可行 看着一脸讨好的慕容玉他一脸蒙圈 经兆府官吏涉案贩卖链同押回大楼 其他人押回各自府邸禁足等待审案传唤 若有不从者 从妨碍朝廷公务罪论处 走出凤凰楼 身后响起脚步声 慕容慈转头一看 是摄政王 顿时 心里涌起一股冲动打爆他的头 奈何实力不允许 王爷 此案暂时告一段落 何必再鬼鬼祟祟跟着我 慕容玉低沉道 天色已晚 殿下 我送你回去 无须劳烦王爷 慕容慈敬自往前走 冷淡的道 下一瞬 他的手腕被扣住 之后便是 一如既往的不小心扑了个满怀 一如既往的霸道 夜路不安全 本王送太子回宫 这该死的慕容玉 又抱我 他除了羞愤 已经不知道 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了 慕容玉不会又让我和他一起骑马吧 想起上次骑马的经历 刚大挨都要犯了 本宫今日身体不适 不便与王爷同骑 太子殿下别慌 今天我们不骑马 几分钟后 太子 这马车 还舒适吗 呵呵 很舒适呢 慕容慈内心一阵无语 真是不爱跟这狗男人单独相处 突然 慕容玉缓缓伸出手 摸上他的脸颊 你做什么 他瞬间羞红了脸 对着眼前这男人的举动一脸蒙圈 脸一侧还肿着 还疼吗 托王爷的福 不太疼了 本王向你赔罪 慕容玉低垂着眉眼 摄政王不过是秉公办案 何须向我赔罪 之前 是我下手太重了 他心里压抑 嚣张跋扈心狠手辣的摄政王也会向人赔罪 既然王爷开口了 那你如何赔罪 他表面满是笑意 脑袋里的小人早已按捺不住的怒骂了 你还知道打我打得中了 忽然慕容玉握住他的手置于胸前 你想本王怎么做 本王人你处置 一种较暧昧的氛围又让他忍不住脸红了 太子想好要本王怎么赔罪了吗 还没 等我想好了再跟你说 那拉钩 不许敷衍本王 慕容玉也有这么幼稚的一面吗 都要给他整不会了 车夫 路走错了吧 这不是去东宫的路 突然慕容玉捂住他的小嘴 路没错 回遇王府 他瞬间乍毛 拽着慕容玉的衣领咬牙切齿 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 害怕本王把你吃了 慕容玉俯身拖着他的脸颊 邪气的勾唇 我才没有呢 他内心却慌得一批 这时车夫来报已经到了御王府 慕容玉很是细心的牵着他的手下了马车 太子殿下 来我请房 请 请房 慕容玉你要做什么 当然是做会让太子舒服的事 慕容玉笑得一脸邪气 为了引出买卖鸾铜的官吏 慕容玉假戏真做 一巴掌扇转了太子的脸颊 后强势的将他带回了御王府 他拉着慕容慈朝请第二句 太子殿下 来我请房 请 请房 慕容玉你要做什么 当然是做会让太子舒服的事 慕容玉笑得一脸邪气 难道他有 太子殿下 不如我们在床上 快活一反 他瞬间脑补出一万字的后续故事 然后被自己脑补的故事吓得连连白手 不行不行 我是男儿 你不能对我行这事 放心 本王会很温柔的 慕容玉很有趣味的调侃 吓得他抬脚就要跑 结果直接被拽入寝宫 慕容玉 我警告你 你虽然是摄政王 但你不能轻薄短功 那就烦请太子闭上眼睛吧 只见慕容玉拿出药品 挑出药膏轻轻的涂抹在他红肿的脸上 你 你往我脸上涂什么 这是上好的伤药 你的脸明日便可以消毒 又是一个尴尬的射死现场 正在这时门口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是端柔郡主 慕容玉开门后问 怎么了 他委屈的哭 三叔 他们欺负我 谁欺负你了 凤凰楼的保姆容兰捆帮我 弄伤我了 好疼 专柔郡主可怜兮兮的哭诉 慕容玉黑谋寒气森森 你一个姑娘家偷跑出来 去凤凰楼还有礼 还有谁允许你擅自回京的 不听我的话 吓得郡主直呼饶命 慕容辞缓不上前 郡主也是出犯 王爷不如原谅郡主这次 太子为什么替郡主说情 看在太子的面子上 这次事先算了 郡主抬头 这是楼里的那个俊俏公子 他居然是太子 五年不见 殿下越发玉树临风 此时此刻 他慌乱无所 心快跳出嗓子眼了 郡主 你哪里受伤了 还从哪里 慕容辞服着他的肩膀笑着询问 郡主突然拍掉他的手 我 不用你管 随后满脸羞红的飞奔离去 一溜烟没影子了 这郡主蛮横了些 倒也有娇称可爱之处 他喃喃自语 突然慕容辉一根手指轻点在他的唇上 以后不许说别的女子可爱 本王还有钥匙 太子请自行回宫吧 话后甩袖而去 竟然随意碰人嘴唇 慕容辉简直放浪行海 不过总感觉慕容像是生气了 羞红脸的太子一脸蒙去 女扮男装的太子竟被郡主表白 二话不说 拉着太子就要去请止赐婚 这可惊呆了太子 毕早端柔郡主便来拜访 拜见太子殿下 端柔郡主请手低垂 羞羞答答的模样 跟昨夜叛若两人 免礼 谢殿下 端柔郡主起身 缓缓抬起水灵妙目指示太子 太子真郡哪 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倔 枝兰玉树般不可放误 正是他心目中的夫君 今日端柔郡主造访东宫 有何事 慕容辞微笑着问 瞬间郡主又被他的笑了 你的小心脏扑通扑通的停 传言太子瘦弱为主 是个病老长的孩子 太子根本不是那群公女说的那样 温柔帅气 名人俊女 明明是那么好 那么美丽的人 好美好俊 他捂着自己羞红的小脸一脸发湿 这个太子明媚显然 是被慕容辞迷得七昏八素 尬得慕容辞很是无语 如果没事的话 郡主请回御王府吧 如果御王生气了 后果很严重哦 慕容辞懒得应酬他 殿下 我要做你的太子妃 郡主似乎鼓足了勇气 一把握住慕容辞的手 你想当我的太子妃 对 我没开玩笑 我想和你成亲 感觉一百只乌鸦从脑门飞过 我能取猫我 吓得他立马抽回自己的手 这事你三叔知道 只怕会大发雷霆 三叔管不到我 我的姻缘我做主 郡主的秀谋神采一意 目光更坚定了 走 我们现在就去找皇上 把亲事定下来 他拽着慕容辞就要去请止赐婚 这操作经的慕容辞目瞪口呆 要不要这么雷利风行 殿下 我喜欢你 我们成亲还需要等什么 钢铁郡主执女一领一会 我是女儿身 怎么和他成亲 慕容辞目前的问题就是稳住他 他突然俯身轻抬郡主的下巴 邪妹一笑道 我一贯欣赏有才能之人 太子妃的允许 必须得有相当的本事 你展现给我看看 郡主寒娇待怯地看着太子 心跳加剧 心快要动出胸腔 殿下 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他垂下线长的眼睛 脸三浮现薄薄的红韵 那我得考考你 慕容辞拍拍手 喊来两位良帝 这二位伺候我多年深知我的习惯 郡主你向他们学学怎么伺候 如何 为了得到殿下 我愿意学 郡主满脸自信地留下爱情宣言 清俊战亚沈之言的出现 让摄政王顿感危机 太子殿下奉天殿出事了 您快去看看吧 侍女惊慌失措地来禀报 慕容辞立刻起身赶往奉天殿 只见奉天殿中央一滩血迹异常的刺目 不少宫人聚集围观议论纷纷 好吓人啊 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呀 我以前见过 是血欲 非常稀有 这些会不会是人血 这得死多少人啊 宫女们害怕得瑟瑟发抖 不敢再看 总管大人道 不知是谁喊了句 那是总管留安大不留心地走来 威风八面 他拿捏着奸细的嗓音 都回去做事 散了 宫人们纷纷攻身散去 血欲 得禀报萧贵妃和摄政王 总管大人 这么重要的事 不打算告诉我吗 老陈正想派人过去禀告太子 他在这几年势力做大 自成一派 还真不把这个懦弱的太子放在眼里 不必解释带本宫先看看现场 他蹲下身 伸出一只想要沾些许鲜血 留安连忙阻止 殿下别碰 小心有毒 慕容慈似笑非笑地道 本宫万一被毒死了 不正合了你的意 毕竟草包太子一无是处 死不足惜 这 殿下 你可千万不能这样说 他笑得一脸尴尬 慕容慈指头沾了些许鲜血 凑近鼻子闻了闻 这是人血 难道 有人死在皇宫某处 什么时候发现的 晨时三刻 奴才打扫完 就看到一地血和玉石 吓得脚都软了 慕容慈转身和如意说 线索太少 我们先带几块血玉回东宫 出来时 他看到慕容慈正好赶到 太子 好久不见 慕容慈立于灿烂的日光下 整个人笼罩在一圈淡淡的金色光韵里 俊美的恍若神知 可有想念本王 他突然轻声轻念慕容慈的下巴 问得很是暧昧 瞬间第三批吃瓜群众又上线了 这 王爷对太子 原来是那种关系 一众宫人精的目瞪口呆 慕容慈一反常态 反握住慕容慈的手 这是本宫要问的 王爷今月有没有想念我 这太子 竟然做出这般举动 瞬间他的耳间悄悄仗红 慕容慈 别以为次次你都能赢我 太子一脸得意 甚至不忘做个鬼脸 好 本王陪你王 慕容慈顿敢有趣 本王甚是思念太子 不但说完大手一挥 直接将慕容慈拥入怀中 整夜整夜想到辗转反侧 殿下 本王想与你共枕 与你耳边撕磨 慕容慈猛地推开他 慕容慈流氓 已经被他这不要脸的话语 修得满脸通红 王爷别说笑了 你怎么看这些血和血语 他立马转身并转移话题 这血色泽鲜艳 是刚从人身上放下来的心血 看血量 推测为两人流血致死的血量 至少有两人死了 慕容慈立马吩咐属下各处搜寻尸体 突然一个宫女发出癫狂的大笑 哈哈哈哈血语出现天下要完了 灾祸要来了 随后双手成爪撞朝慕容慈抓去 刘安下的一阵惊呼来人 慕容慈立在慕容慈身前 一个四十八马的大脚踹过去 宫女瞬间被侍卫致负带走 此时 武座沈志颜拜见 沈志颜为太子太父帝公子 轻战温雅 玉树临风 自小是太子半读 两人交情甚度 沈大人拿我们一起去接试 好 沈志颜清俊的脸庞 扶着一缕清风般的笑语 看着颜笑随意的两人 慕容慈突然觉得日光有点刺眼 他一手搭在慕容慈的肩膀上 太子殿下和沈大人去哪里呢 本王担心殿下安全 所以殿下不许离开本王身边半步 沈志颜贪开手心的血欲 太子殿下是要和本官一起去查血欲的来源 本王也要去 保护太子的安全 还有 防止小人抢走我的东西 凤天殿经献血欲 为了查清真相 太子 沈志颜及摄政王 着手调查血欲来源 殿家 你帮我看看 是否有人买类似的欲 慕容慈向殿家出示一块血欲 客观 明这是血欲 我们店铺不收 也不卖 掌柜 为什么不收也不卖血 沈志颜问道 掌柜一脸不愿多说 嘴里喊着送客 心情本就不爽的慕容慾满脸冷沉 直接拽过掌柜的衣领 现在是大理寺卿 玉王府和东宫太子在查案 还不从十招来 掌柜吓得赶紧如实说 这血欲是陪葬的石头 人死了 含在嘴里 吸尸气的 如果这血欲出现在坟墓以外的地方 那就代表人命要没了 三户要来了 掌柜说得煞有其事 那血欲的血 会从石头里流出来吗 慕容慈紧接着问 不会不会 这石头只是颜色红 要是真能流血 那不是成妖精了 三人走出玉器铺 没有更有效的线索 还得继续查 慕容慈道 这天气怎么忽然热起来了 慕容慈扇这小手 满脸是汗 太子 竟然这般俊美吗 简直就像是 娇俏女子一般 看着慕容慈眼睛里面 练艳着波光一样的色彩 沈志颜感觉自己 二十年的少男星都要顶不住 沈大人在看什么 这么入迷 突然慕容慈挡住他的视线 眯着眼似笑非笑地问 王爷 我刚才在看太子 你可知太子是男子 还这般看他 沈志颜被问猛了 男子不能看 下官疑惑 王爷为何这般在意太子 莫非您对太子 有非分之想 又一个钢铁直男 沈大人 请你注意言辞 慕容慈脸色阴沉的立合 两人之间的气氛 瞬间变得贱努拔张 暗卫在说什么 我找到玉器匠人 慕容慈的呼喊 打断了争锋相对的二人 没什么 本王就过去 就和王爷闲聊了几句 两人立马变成哥俩好的样子 玉器匠人告知慕容慈 血域为极贫血域 且不是燕国出产 慕容慈疑惑 难道是别国的人 故意散布谣言 挑拨离间 三人离开玉器铺后 突听见一个小女孩 唱着不曾听过的歌谣 血域献 于十人 血域献 国家王 冷酷的摄政王 伸手拽着女孩的衣领立合 谁叫你唱这童谣 说 小女孩瞬间被她吓哭了 你是坏人 我才不和你说 你胸还丑 慕容慈感觉瞬间万箭穿心 坏就算了 胸 还丑 沈志言指着旁边的糖葫芦哄哄着 小姑娘 你告诉我谁教你这首歌 哥哥给你买糖葫芦 谁让小姑娘很是不屑的撇撇嘴 妈妈说无视线殷勤 就有鬼 你肯定不是好人 不是好人的沈志言 感觉现在的小孩怎么这么精明 你的歌声很好听 可以告诉我是谁教你唱的吗 慕容慈摸摸女孩的小脑袋 小女孩瞬间双眼放光 哥哥你长得好看 我告诉你 是一个猛着面纱的姐姐教的 我不知道她长什么样 慕容欲一脸思索 难道是 是她 她的目的 是想要灭掉燕国 她想起那个和她抵死缠绵的女人 傍晚 今日殿下调查许久 请回去歇息 慕容欲笑得一脸柔和 本宫还不累 你满脸都写着疲惫 本王亲自下厨给你做些吃的 慕容欲一只手轻抚慕容慈的脸颊 说得一脸深情 慕容慈内心却满是惊悚 什么 她慕容欲下厨 不会是要毒死本宫吧 下官也想一堵王爷下厨风采 180瓦的大灯泡省之言道 两克中厚 慕容欲端来一碗色香味全的牛肉面 她拎着勺一脸球夸奖的骄傲样 然 慕容慈内心 竟然真做了菜 得先找银针是毒 看着不错 我来尝尝 沈之言已经拎着筷子就上手 要下官说 这座牛肉 就和解剖尸体一样 得先划开腹部观察脏脊脊 慕容慈满头冷汗 伸手捂住沈之言的嘴 沈大人请不要再用膳试探及尸体 看着言笑甚欢的两人 慕容欲亲揽慕容慈的肩膀 夹起一块牛肉往他嘴里喂 慕容慈的行为修得赶紧自己动手 突然砰的一声门被一脚踹开 太子 你不能背着我和三叔偷情 一声姑娘的喊声随着被踹开的门传 冷酷狠辣的摄政王 敬愿为太子洗手做羹 难道不是真爱吗 摄政王正霸气的揽着慕容慈 热情投尉时郡主踹门而入 太子 你不能背着我和三叔偷情 不安柔郡主双手插腰小脸满是愤怒 就像当场抓包爬墙的丈夫一样 慕容慈听到郡主的控诉满是错愕 殿下背着我和别人搂搂抱抱 不是偷情是什么 郡主满是委屈 我和你三叔皆为男子 光天化日 不存在偷情 慕容慈伸手服恶 很是无奈的解释 我不管 殿下是我的 即使是三叔我也不会让 端柔郡主直接扑过去 抱着慕容慈的腰委屈的喊道 慕容慈你倒是说句话呀 慕容慈看着旁边握拳低笑的慕容慈道 这狗男人遇到这样的误 难道不应该站出来解释下吗 谁料慕容慈直接伸手搂住慕容慈的腰 将他抱入怀中 然后狠霸气的倒 没错 本王就是和太子殿下搂搂抱抱 郡主能耐我活 啊 他在说什么 还等着他解释误会的太子很是羞愤 本王和殿下同为男儿 就算搂抱又能怎样 郡主身为女儿家 这般纠缠 未免太过轻浮 慕容慈看着郡主说的一脸诞人 郡主被慕容慈对的羞红了脸 另外 太子殿下可不会喜欢轻浮的女人 是不是 慕容慈亲因慕容慈的下巴似笑非笑的问 可可 要成为太子妃的确得是大体 慕容慈立马佩合的虚格的 我知道 专柔郡主对着两根食指 一副如此可教的样子 王爷 可以放开本宫了吗 慕容慈逼声道 殿下把牛肉吃了 本王自会放开 可恶的慕容慈 威胁我 这种男人威胁人的本事 真的是 令人发指 慕容慈气得哑哑哑 殿下还不吃 真的不想离开本王的怀里 慕容慈将他搂得更紧 谁不想离开他怀里 吃人说梦 不就是吃牛肉吗 我吃 慕容慈家请牛肉往嘴里送 很好 就这样 乖乖吃下本王为你亲自做的食物 慕容慈盯着他 牛身的眸底有波光流转 危险又迷人 突然端柔郡主俯身一口吃掉 慕容慈筷子上的牛肉 慕容慈 你在做什么 慕容慈眸光寒沉的立刻 咬着牛肉的郡主捂着羞红的小脸 笑得满眼幸福 太子殿下得是我亲手做的 不能够吃别人的 我可是未来的太子妃 就像宣誓一样的自信 慕容慈推开摄政王 闭脸温柔地说 我很期待你亲手为我做菜的一天 瞬间将郡主迷得七昏八素 殿下 我我一定会加油的 看着情真意切的两人 慕容慈感觉鹅脚轻轻跳出 毛里凝聚的寒光月圣 本王不吃了 他趴地丢下碗筷 我走了 你们随意吧 带着满身的寒气转身离去 郡主 今日你还有礼仪需要休息 好吧 那我下次再找太子哥 慕容慈常常呼出了一口气 终于送走了端柔郡主 太子殿下 您魅力果然无边 男女都为之倾倒了 沈志言无嘴倾笑 沈大人可别取笑我 慕容慈擦着额头的冷汗道 下官见郡主如此倾心于殿下 不然让他做您的伴侣 日日待在您身侧 沈志言提议 殿下 您读书累了 吃颗葡萄吧 殿下不喜欢吃葡萄 那您不如吃我 你不要过来 慕容慈想象着郡主伴毒的热情场面 太可怕 让郡主伴毒 太子您意下如何 沈志言接着问 不不不 本宫暂不需要伴毒 慕容慈下得连连白手 那若是王爷做您的伴毒呢 王爷应该会很明确 不像郡主那样乱了 那我宁愿选择王爷 慕容慈果断做出选择 原来如此啊 这太子和王爷 到底是什么关系 沈志言笑得意味深长 不过摄政王政务繁茅 不可能做我这草包太子的伴 万一王爷愿意做您的伴毒呢 您会以身相许作为回馈吗 见过天降血雨吗 万来寂静的深夜 毕生问雷从遥远的苍穹洞地滚滚 皇帝慕容惩猛地从梦中惊醒 满头大汗 朕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打开殿门 走出去 漫天血雨倾盘而下 他抬手扶扰 脸上交织着黄疾和恐惧 难道天意如此吗 传摄郑王 太子 大理司卿调查天下血雨一事 又见面了 太子殿下 慕容欲踏着血雨二人 雨水打湿了他的玄色猛 袍子下板和衣妹都湿透了 淡淡的血子 他目光温淡地扫向太子 慕容慈转眸望去 二人目光相撞 他瞬间心神微乱 有点不自在 王爷 你我都是受父皇传唤来查血雨一事 就不必客套了吧 沈志炎伸手接住落下的血雨 下官认为 这血雨印证王国歌谣的内容 如果不出所料 接下来还会有余十人 这血雨偏偏下载了父皇请供 有人要加害父皇 这案件的真相暂且不谈 父皇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就要待在父皇身边 慕容慈惊慌地往父皇请电跑 啊 谁料脚下一个惨通 哎 又开始了 沈志炎伸手扶了 不忍之事 又一次一不小心 扑入慕容欲怀中的态度 一脸尴尬 慕容欲扶住他的肩膀浪色轻远 看你吧 别冲动 事情未查清 你肆意行动 太危险 可我必须保护父皇 慕容慈回道 殿下这几日请尽量不要外出 本王会安排好人手保护皇帝必行 慕容慈绩效勾纯 王爷不如花时间管教端柔郡主 让他别出门后总往东宫跑 再说了 现在查案线索不明 不出门 如何调查真相 本宫要做什么 去哪里 与王爷并无关系 他戴上帽子转身离去 慕容欲目送他离去 剑眉一扬 绿色消散了起 天下第一桩 想着慕容欲不许外出的交代 慕容慈很吃粪了 我偏不 我必须外出 看着初神的慕容慈 荣战笑问 庄主 您这般初神是在想爱慕之人吗 我 我才没什么爱慕之人 慕容慈脸色羞红 连连白手否认 言归正传 荣战禀报在城中找到了五条丝狗 被人抽干了血 可能血雨和这五条丝狗有关 慕容慈私存 我现在得去河边验证于是否真的是人 殿下这么好的雅致 刚到河边的慕容慈又遇上了慕容欲 王爷是和本宫想到一出了 慕容慈回答 这是什么样的缘分 哪哪都能遇到这个 这是侍卫来报 王爷 沈大人在河边发现了一具无脸女士 脸都看不清能查出来是神人 慕容慈问 这女士被啃食的命是全非 难道 真是于是人 慕容慈满脸惊喜 殿下 王爷 殿尸的事就交给下官 爱慰先回去吧 沈之言公声道 王爷请不要跟着我 慕容慈转身就走 看了眼身后跟着的人很吃烦躁 本王觉得诧异 太子身上为何有着奇异的香气呢 这股异香 与本王魂牵梦绕的女子身上散发的 有几分相似 慕容慈靠近太子轻声道 他 发现了我是女儿身 不 不对 慕容慈有那么一瞬间的惊慌 王爷的衣物上不也有熏香的气息 慕容慈香暖皇室里 怎么只许王爷用熏香 不许本太子用了 那大概是本王弄错 不过殿下这香气着实勾认 慕容慈福善清笑 还有本王思念那女子 每日日火焚身 求而不得 已经思念成极了 慕容慈静玉又上线了 一脸娇弱的样子 他伸手拉住慕容慈的手腕 不知可否赞助太子殿下东宫一晚 来休起养病 太子殿下忍心拒绝 本王这个饱受相思之苦的病人吗 慕容慈经从背后抱住慕容慈的小腰娇弱了 慕容慈又羞又恨 这人简直不要脸 说好的高冷王爷呢 不要脸起来简直世界无敌 王爷要来东宫便来吧 本宫还怕你不成 慕容慈磨了磨自己的后槽眼 王爷居然在用完善后就禁止回房了 等等 慕容慈便安分了 不正是我需要的 躺在床上的慕容慈 感觉自己都要惊憎了 突然眼角撇到屋外一个人影响 谁在屋外 慕容慈立刻的追了上去 这里是乱葬的 那人有意引我过来 是为了让我看到什么东西 看着满地杂乱的环境 慕容慈很适应 撕 又一句无脸女诗 慕容慈满脸惊憾 该死 头好痛 突然脑袋传来一阵追星之痛 一道身影出现在他身后 看着晕倒在地的慕容慈 轻声音 乱跑的影王 可是要受到惩罚了 女扮男装的太子高热之际 竟将摄政王当红烧鱼给啃 瞬间修红了摄政王的耳尖 慕容慈被一道人隐隐之乱葬 血因风寒突发晕倒过去 殿下半夜跑来之乱葬等做什么 慕容慈抱着慕容慈 那张美玉雕刻般的俊脸寒如薄冰 人 跑 快追 慕容慈头疼欲裂还不忘催促他去追人 慕容慈脸贴向他的额头 很烫 他得了风弹发热之症 病成这样还在查案 你不要命了吗 慕容慈额脚轻轻直跳 语气里有着无可奈何的宝座 慕容慈死死揪住他的衣领 命 我的命 可可 本来就不属于我自己 他脸色苍白 脑人疼得厉害 无影 搜查乱葬岗可疑尸体 本王先带殿下回宫 东宫 请宫 殿下 本王把药端来了 起来 把药喝了 乖 看着躺床上脸色苍白的人 慕容慈轻声唬着 嗯 不喝 不要喝 慕容慈立马坐起来连连摆手拒拒 迷糊中没有平常做事 言语间禁显女儿家的交谈 太子是在向本王撒娇吗 慕容慈双眸微眯 神色莫名 好吃的 于 慕容慈睁着迷茫的双眼 眼前的人在他的眼中成了两条鲜美的红烧鱼 不准跑 我要吃掉你 脑子稍迷糊的他直接扑过去 抓住你了 然后就是巴唧巴唧一顿肯 慕容慈突如其来的行为让摄政王愣住 感受到脸颊传来柔软的触感 其耳边传来好吃的名男生 一向冷酷的摄政王耳尖迅速胀红 真好吃 看着躺在床上舔着小舌头一脸回味无穷的人 慕容慈嘴角轻勾 悠悠的道 非礼等王完就不想负责了呢 殿下 那就休怪本王无礼了 一个鼠身 堵上了那张烟红的小组 瞬间如还没盛开 温馨了整个季节 来人 端盆水过来 本王亲自替太子擦拭身体 慕容慈吩咐 门口的如意听文顿是慌了 若是王爷替太子擦身子 那殿下女儿身就暴露了 还不快去打水 想本王治你的罪吗 慕容慈看着呆立门口的如意怒斥 本王先替殿下退去多余衣物 如意一听顿石头大如盆 急得直冒冷汗 他立马抓住慕容慧的袖子 王爷 您不能脱殿下的衣服 不脱衣服怎么去散热度 慕容慧反问 太子殿下有何人过度接触 就过敏了这么多 如意胡周 说得煞有其事 他自己都快要被自己的机智打破 因为过敏 只能由奴婢小心伺候 否则发病 后果不堪设想 如意一边胡编一边 将慕容慧推出寝宫 然后碰个一身果断关门 还不忘说句 还请王爷去歇息 交给奴婢来吧 只留下门外一头黑线猛圈的摄政王 太子竟然还有这过敏的不足之症 本王竟然不知 本王还不如一个丫鬟了解他 摄政王开始怀疑自己了 王爷总算走啊 贴着门听了半场屋外 没有任何动静的如意 长长的松了口气 看着脸色苍白的慕容慈满脸心疼 一边为他擦拭身子 还不忘碎碎念 殿下 刚才王爷差点就要脱你衣服 太惊醒了 那人竟那般狠心 不知何时才能让您名正言顺的 恢复女儿身压 王爷 乱葬岗挖出来的尸体是皇宫的内侍 尹未来报 皇宫的人死在了外面 慕容玉暗暗思喘 王爷 悲职认为是有人故意把尸体搬运到乱葬岗 要是本王没跟着太子 他一定会遭遇不错 脑子里回放着慕容慈倒在乱葬岗的一幕 内心生起一股莫名的不安 吴隐 本王命你日夜保护太子殿下安危 吴隐闻言大惊 王爷 万万不可 属下是您的贴身隐位 若去保护太子 您遇到危险了 望着窗外的明月 慕容玉悠悠的道 就算本王死 本王也定要太子活下来 太子 摄政王身陷于窃国的谣言中 风雨欲来 太子殿下你于本王而言 犹如心肝肺腑 十分重要 缠绵而又以你的吻 慕容慈猛的从梦中惊醒 为什么会梦到慕容玉 为什么会做如此荒唐的梦 他双手扶头很是惊慌与无措 殿下 您醒了 赶紧把粥吃了暖暖身子 王爷还要给您屈热 是奴婢给你拦住了 屈热 慕容玉刚才要脱我衣服 简直是天雷滚滚 慕容慈被惊悚到了 对啊 王爷还亲自照顾您 给您喂药 差点就脱您衣服 王爷的神情可慌张了 看着醒来的太子 如意很是开心 巴拉巴拉就当时的情景 做了一个很是详细的描述 慕容玉 真是太羞耻了 想像如意描述的画面 慕容慈修囧的脚趾头 都能抠出一座城堡 书房 冷静下来想点别的 慕容慈告诉自己 对 歌瑶的内容 于十人出现之后 紧接着就是 玉窃国 他异常焦躁的走来走去 难道 歌瑶是说王爷会造反 他之前照顾生病的我 也是为了让我掉以轻心 慕容玉 你若敢造费 本宫一定不会放过你 他啪的一下扔下笔 暗自发誓 宣 太子殿下速去面见圣神 突然一个宫人 带着圣旨而来 慕容慈虽心有疑惑 但仍然躬身皆知 匆忙起身 赶往原亲宫的他 若曾注意 直接撞到慕容玉身上 没本王的允许 殿下要去哪里 慕容玉抓住 他的手腕霸气的刀 王爷 你想限制 本宫外出的自由 王爷不想我出去 这么急着违抗圣旨吗 慕容慈急言吏色的质问 慕容玉悠悠的望着他 谋色深邃 若是能护你周全 哪怕是圣旨 违抗又如何 殿下请不要轻信 歌谣窃国谣言 本王会放你走 本宫圣旨在守容 不得你不放 慕容慈怒喝后 转身离去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 看着离去的人 慕容玉愤怒的一拳 打在石柱上 王爷 且莫动气 您的手都受伤了 看着慕容玉手上 一出的点点鲜血 如意惊呼 哼 本王就算受伤 太子也不会疼惜半分 慕容玉满是无奈的自嘲 王爷 虽然皇上召太子入宫 您不能拦住 但您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经过上次摄政王 对太子的紧张表现 偷偷刻上CP的如意 积极的出谋划策 还有什么办法 这个老皇帝枕边的女人 竟肖想归立俊朗的摄政王 入戏以谋逆之罪陷害太子 只为能获得摄政王的另眼相待 欲窃国谣言四起 风雨欲来 皇帝一纸诏书 将慕容慈召唤到原亲宫 叩拜完皇帝的慕容慈 抬眸看见皇帝旁边的女人 一阵错愕 萧贵妃为什么会在父皇身边 太子 宫内出的血运 于十人一案 查得怎么样了 皇帝须可两生后不紧不慢地问 近日 而臣在宫外发现皇宫内侍的尸体 是有人将人杀死后 从皇宫搬运出去的 慕容慈功声回复 跪下突然皇帝一声怒吓 太子殿下 案情重大 你居然敢欺瞒皇上 真把陛下当傻子吗 萧贵妃适时天把火 我已如实上述案情 怎么就欺君瞒上了 慕容慈功声为自己辩解 陛下 太子到此刻还在装傻 他装聋作哑 不替不孝 是要造反吗 萧贵妃对着皇帝吹着耳旁风 萧贵妃 说我造反 证据呢 慕容慈怒对 我就让你看看证据 带人上来 萧贵妃大声吩咐 眉眼尽是张扬和得意 只见宫女带着一小女孩进来 竟然是那天皆是遇到的那女孩 你还看到慕容慈立马抬手指认 对 就是他 就是他让我唱的造反的歌谣 血玉宪 赵帝堂 血玉宪 于识人 血玉宪 玉窃国 血玉宪 国家王 慕容慈很是震惊 未曾想萧贵妃竟然会买同小孩陷害他 他立马跪地向皇帝解释 父皇 儿臣一直忠心等等 无半点谋逆之心 请皇上明察 朕问你案情时 你隐瞒了歌谣玉窃国部分 就是在刻意隐瞒造反 皇帝根本不容他辩解已经盖棺定了 你在看物证 这甲玉玺是从太子东宫搜出来的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萧贵妃手持玉玺质问 眉宇间是抑制不住的兴奋 太子 你是斗不过本妃的 陛下 儿臣是冤枉的 甲玉玺一事儿臣并不知情 慕容慈从不曾想过 她对慕容玉千方万方 最终定论的玉窃国 职人竟会是自己 我不能在父皇请供动物商人 她暗自私喘 陛下请别心软 人证物证据在 太子再怎么狡辩都没用 萧贵妃一心想垂死慕容慈 爱妃说得没错 昏溃的老皇帝附和 随后她拿起假玉玺 狠狠地砸在地板上 慕斥 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个孽种 你居然 用心如此险恶 陛下息怒 本王认为太子一事有待伤去 匆匆赶来的慕容玉一把 将慕容慈拥入怀中 某中浓郁的情绪几乎要溢出来 还好赶上了 慕容慈很是错愕 听着她胸口急促的心跳声 小脸慢慢涨红 你怎么会来 当然是来美救英雄了 慕容玉看着她 眸光流转 摄政王 在这面前你公然与太子了误 是要造反吗 看着如此轻易的二人老皇帝怒不可问 本王从无造反之心 只希望陛下不要一事糊涂 听信谗言陷害梁臣 到时追悔莫及 慕容玉攻身劝道 你说朕是昏君 好你个摄政王 翻天了 老皇帝像是被触动心中刺点般爆弄 仰手就是一巴掌甩到慕容玉脸上 宣镇指议 摄政王和太子统统关入大牢 择日问斩 女扮男装的太子 被肖贵妃以假玉玺设计陷害入户 心系太子的摄政王以命相陪 畏对的人 死而无憾 王爷 太子殿下 皇令难违 二位就在牢里待着等到提审问斩 话必 话来一声牢头将牢能锁上 慕容慈抓着铁栏杆满脸愤怒 可恶 父皇竟然轻信萧贵妃 怀疑我造反 是啊 皇上要怀疑也应该怀疑本能造反 可偏偏太子殿下倒霉 慕容玉双手还胸靠在墙上 炮针以挟地说 慕容慈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王爷 现在是说风凉话的时候吗 本王一生都没机会进大牢 今日能来看看牢狱风光 还得谢谢太子 慕容玉双手枕在脑后一派悠闲 王爷 你就要和我一起被砍头吗 王爷 就不怕死吗 慕容慈满脸不可置信地伸手 在脖子上做了个砍头的手势 为对的人而死 本王死而无憾 慕容玉看着他 头中的情感几乎凝成实质 对的人 慕容慈满头问候 他的水泥心压根没有理解 对的人到底是谁 突然一只大手握住他的手腕 你干什么 慕容玉一把将他拥入怀中 况且 能有美人相伴而死 本王做鬼也风流 太子猛地推开他 果然 慕容玉就是个流氓 时至深夜 太子殿下若是累了 可以来本王怀里睡 慕容玉拍拍枕头一本正经的邀请 慕容慈禁地立刻摆手拒绝 那本王先睡下 慕容玉一山半漏 右手撑着脑袋笑得一脸邪魅 时间流逝 两个时辰后 蹲在墙角的太子 这大老李为什么晚上这么冷 慕容玉竟然还能睡得着 不会冻死了吧 冻得瑟瑟发抖的太子暗暗思紫 于是他慢慢地磨到床边 悄悄伸出食指探探慕容玉的鼻息 我才不是担心他冻死了才过来看 总之先探探鼻息 他不停地给自己找借口 突然慕容玉拽住他的手腕 一个不吻他直接扑挡在慕容玉的怀中 我就知道你绝对在装 手上的触感 近在眼前的俊脸 让慕容慈小脸这样的通红 有些不知所措 挨静点 和本王一起取暖 慕容玉摸着他的脑袋 直接将他摁入自己的怀中 取暖 取什么暖 慕容慈禁的讲话都结巴了 不过 倒真的不怎么冷了 口闲体质的太子 逼着慕容玉的怀里慢慢睡着 夜色清冷 相拥而眠的两人 即使是在脏乱的牢中 也显得异常的和谐温情 冷酷狠辣的摄政王不惜为太子入狱 女扮男装的太子却惦记着他的人头 无论男女 只为你 不如其来的表白修红太子的耳间 今天又是沈大冬炮吃狗粮的一天 清冷的夜色 慕容慈被摄政王拽入怀中 两人相拥而眠 第二天 睡梦中的慕容慈猛的睁开眼睛 静在咫尺的俊脸映入眼帘 昨晚在本王的怀里睡得好慢 太子殿下 衣衫半落的摄政王 俊美的跟妖精似的 你你你 那是你强逼我 慕容慈修的满脸通红 没错 就是他让我和他凑一块 睡觉 他为自己找了个最可信的理 殿下居然睡过之后就不想负责 慕容细经欲秒上线 一脸被夺了清白后抛弃的可怜之下 王爷请不要乱说 慕容慈修愤的恨不得当场垂死慕容玉 春光无限好 一道声音打破了这以你的氛围 谁 慕容慈经的转头看去 下官先回避一下 只见沈志言以善遮掩 满是非礼物事的济世感 皇帝下了圣旨 让王爷和微臣出门查案 戴罪立功 沈志言递过圣旨 如果案子没破 那另外一个人会怎么样 若案子没在明日内查清 留在牢内的人会被斩首失重 沈志言还不忘比个斩首首失 父皇这般心急要除掉我了 慕容慈紧握铁蓝 满心失望 殿下 你随下官从这牢里逃出去 否则的话 我不能走 一旦跃孕 我被冤枉的是永远都无法洗清 慕容慈打断沈志言的火 殿下 你出去查案 戴罪立功 本王替你待在牢中 慕容慈一锤定音 慕容慈你疯了 若我查不出犯人 那你就要被砍头了 慕容慈不可置信的看着这个曾经的死对头 殿下 为你 本王砍头也无妨 慕容慈一脸的风轻云淡 慕容慈狠狠狠地揪住他的衣领 慕容慈 你想死别赖上我 不带他多说 慕容慈直接伸手 将他搂入怀中 我就施赖上你了 赖什么赖 王爷看清楚本宫是 男人 慕容慈握紧双拳忍不住愤怒的咆哮 你是男人是女人都无关紧了 你就是你 殿下 本王让你活下了 慕容慈轻轻抚摸他的脸颊 眸光深邃而璀璨 即使用你的命来抵我的命 你简直就是个疯子 望着眼前这个 他一直想处置而后快的男人 一滴泪从他的脸颊环落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慢慢发芽 可 那本王就疯到底 慕容慈一声倾向 随后俯身而下 一个缠绵而移你的身吻 旁边的沈大灯泡之言 瞬间被成敦的狗粮砸中 只见他刷得打开扇子折脸 不忍直视啊 说好一起快乐单身的 你却悄悄脱单 这是光天化日之侠 凌晃晃对单身汪的歧视 慕容慈修得几乎想挖个洞 把自己给来了 流氓 现在这种时候 你还羞辱我 男子汉不拘小杰 太子刚说自己是男 被轻一下就受不了了 我 我才没有受不了 只是不明白 姜还是老的辣 分分钟被带歪话题的重心 这亲吻的意思其实是 慕容欲伸手摸摸自己的嘴唇 似乎在回味什么 突然他往下一趟 双手枕在脑后眯眸道 算了 殿下把案子查清后 本王再告诉你 这个看着严肖艳艳的女子 竟是所有阴谋的罪魁祸首 前一秒还卑躬含笑 下一秒却挥着独任刺向太子 案子毫无头绪 慕容慈很是交集 沈志炎却劝说太子趁此机会 除去摄政王 同时可以启托自己的罪名 一举两搏 不行 王爷现在必须活着 慕容慈果断拒绝 怎么 你舍不得 他慕容欲的头 只能我亲手砍下 因为他是我的猎物 他说的一脸笃定 猎物 太子还能真吃了王爷不成 沈志炎笑得一脸意味深长 安贵人和他的丫鬟怎么在这里 只见丫鬟柳梅 推着轮椅上的安贵人出现在眼前 当年安贵人因为皇后导致流程 慕容慈很是歉意 安贵人却摆摆手 表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并不责怪皇后 随后让柳梅推着离开 慕容慈正还在自责使 沈志炎开口 太子 安贵人肯定在撒谎 何出此言 慕容慈很是错愕 天气炎热 安贵人却包着头巾 曾经他遇到歹徒 柳梅为保护他脸上留下了一道刀疤 刚才的柳梅根本没有疤 他很可能是假的 现在直接去抓人 一定打草惊蛇 我们得想想办法 终于有了线索 慕容慈很是兴奋 办法倒是有 不过 殿下倾一下我 我可以告诉你 沈志炎调笑的 好你个沈志炎 找打 居然调戏到本宫头上了 慕容慈对着他就是一顿嘴 好痛 太子殿下好狠 刚才只是玩笑 玩笑 沈志炎哀嚎求饶 为什么王爷可以亲 下官不能亲 大家彼此不都是朋友吗 他摸着脑袋上的包吻的一脸无辜 王爷那是意外 意外 慕容慈顿时被问得很是羞举 看来 王爷对殿下来说 是很特别的人 沈志炎无嘴倾笑 走走走 不说了 时间不多了 查案要紧 慕容慈感觉不能跟这狐狸沟通 再下去老底都要被掏空了 玉花园走廊 柳梅 你不伺候安贵人 怎么跑来这里了 看着眼前的柳梅 慕容慈挑眉询问 殿下 奴婢找您有事商谈 柳梅背着手倾笑得道 谁料下一条柳梅挥刀朝他刺去 太子殿下 你给我去阴间吧 偿还你的罪孽 躲闪不及的慕容慈倒地昏剧 沈志炎满头冷汗大 来人了 捉拿刺客柳梅 传太医 救命 大牢中 柳梅双手背负 他对血语 于识人及谣言之事均供认不讳 目的只为了帮当年的安贵人复仇 慕容慈满言很利 所以你想用谣言逼本王造反 顺带杀死太子 但最后却诬陷太子造反 因为王爷对太子有别样的倾诉 不肯造反 那最后只能我亲自动手杀太子了 柳梅笑得一脸得意 哈哈哈哈 刀上我可是精心准备了剧毒 此时毒已经侵入太子身体了 王爷还不走吗 恐怕是见太子最后一面了 太子的毒 太医暂时压制住了 王爷你别冲动 沈志颜安抚即将抱走的慕容玉 东宫 太子中了匕首上的五十岁 如果不及时去毒 毒扩散至全身 老夫便无力回天了 御医跪地向慕容玉禀报 若是就不活太子殿下 本王就拿你偿命 慕容玉拽着御医的衣领 眼眸冷力很辣 王爷饶命了 殿下身上的毒也不是不可解 只是 如果有人肯替太子殿下用嘴吸出剧毒 这毒是能解的 只是 贸然吸出毒素 也可能让吸取剧毒的人中毒而死 太医跪地磕头 感觉自己在死亡边缘来回事 这办法就是一命换一命 实在是下下策呀 本王来替太子吸出毒素 慕容玉斩钉截铁地打道 王爷 您是国之根基 您千万不可作伤及性命之事 王爷请慎主 不如换个人来吸出毒素 沈志颜和玉一下地立刻出言阻止 本王心意已决 慕容玉摆手制止他们再说 他伸手轻轻抚摸慕容祠的脸庞 再劝阻本王者 斩 言辞很利 这次 由本王来救他 看着床上的人 谋中似有千言万语无从说起 或许 本王心中早就被中了奇怪的骨 这个传闻冷酷很辣的摄政王 竟愿为多次预置他与死地的太子 舍命相救 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情愫 太子被柳梅用毒刃刺伤昏迷不醒 唯一解救之法就是有人用嘴吸出毒素 但吸毒之人有中毒而死的风险 慕容玉不顾玉一级沈志颜阻止 决定为慕容祠吸毒 看着眼前脸色苍白的人 他谋中似有千言万语无从说起 或许 本王心中早就被中了奇怪的骨 王爷 吸出毒素紧急 但太子殿下有肌肤过敏之症 还望王爷多加注意 否则 此时此刻如意还不忘物仅慕容祠的小马甲 本王不会多碰殿下 慕容玉清掀起慕容祠一片衣角 眸光悠悠却异常坚定 随后俯身为他吸毒 婚礼中的慕容祠仍然疼得浑身等着 慕容玉吸出毒素后 拖到如意端着的棚子 名乎中慕容祠睁开双眼 慕容玉 为什么用这种诀别的眼神看我 本王已经把毒血写出来 传太医 玉姨赶紧上前为慕容祠 太子的脉象正常了 毒素已经被清除 玉姨满是惊喜的禀报 那就好 慕容玉还未说完便晕倒在地 殿下 太奇怪了 本王为什么总是无法放着你 慕容玉轻轻抚摸慕容祠的脸颊 如果本王今后不在殿下身边了 你会偶尔想起本王吗 离开 你只能由我亲手了结 慕容祠猛的从梦中惊喜 该死 为什么会梦到慕容玉 慕容祠拖着很是晕沉的脑袋 殿下宁醒了 身体还有什么不是吗 如意满是惊喜 我已经好多了 此 除了伤口还有些疼以外 多亏王爷冒死 替殿下宁吸出毒素 都快一命换命了 现在还躺床上 痴心老汉科CP的如意很是忧心 吸出毒素 慕容玉为了救我做到这种地步 他到底在想什么 慕容祠猛的从床上坐起 一种他无法言说的情愫充斥心底 如意 扶我去王爷身边 他挣扎着从床上爬起 太子殿下 王爷自吸出毒素之后 就一直昏迷 老陈正在想解决之法 玉衣立刻上前禀报 慕容祠慧退玉衣 看着床上昏迷的慕容玉满心痛 慕容玉 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他不明白 明明是生死仇敌 他为什么愿意使命救他 王爷好生歇息 本宫走了 不待他转身 突然一只大手抓住他的手 不要走 慕容玉拽着他的手里呢 本王 好想你 模糊中他好像看到了那天夜里的女子 随后将慕容祠拽入床堂 则 慕容玉不是已经昏迷了吗 怎么还这么大的劲 慕容祠暗倒 昏迷中的慕容玉似乎进入梦里 懒懒着 本王 不放手 奇怪 他没有醒 难道是陷入了梦里 慕容祠忍不住伸手戳戳他的脸颊 梦眼中的慕容玉还在和剧毒抗争 现实却难受的拉扯自己的衣服 你别脱衣服 慕容祠又秀又久 昏迷中的慕容玉伸手将他抱了个猛 嘴里还滴滴喊着 帮我 帮 帮什么帮 要本宫给你找几个侍女来事情消毒吗 殿下 王爷吃药的时间到了 如意的脚步声有远极近 趴在慕容玉身上的太子眼睛瞪远 又是一个大型抓包现场 殿下 王爷 你们 大白天的就床帝之事 如意被惊得不知所措 反应半晌后捂着眼睛转身就往门外跑 嘴里还嚷着 对不起打扰了 不不不 如意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本宫解释 慕容祠急忙出声喊住如意解释 他扶着自己的脑门 很是心累 王爷帮我吸出剧毒 刚才应该是王爷受剧毒的影响 神志不清罢了 连神志不清的时候都黏着殿下 王爷是不是已经对殿下宁动了真情 如意端着药盘 眼睛闪着八卦的光芒 如意 你这么喜欢八卦 慕容祠急的捏住如意的双甲 呜 我错了 我不说您和王爷的事了 药给我 我来喂吧 慕容祠接过如意递过来的碗 他将勺递至慕容祕嘴边 药水却从他的嘴角流出 王爷嘴咬的这般情 根本喝不下去 得想个法子 让他喝药 罢了 他终归救了我一命 慕容祠深深叹了口气 将药水一口喝入后 俯身吻上慕容祕 再慢慢堵入他的口中 哎呀 非礼物事 非礼物事 旁边的如意修的双手捂住自己的眼睛 总算喝下去了 由本宫亲自喂咬 也算是回应他的救命之情 看着眼前的男人 慕容祠神色莫名 随后起身便往外走去 太子殿下 您不怕王爷醒过来后 对此事找您讨个说法吗 如意八卦之心热血蓬腻 羞洒 难不成王爷还要本宫去 对他负责 见过这么白莲的公主吗 慕容禅昭华公主 急得盛宠 暗恋摄政王已久 只用两滴鳄鱼眼泪 让昏溃老皇帝一指赐婚 传阵旨意 豫王慕容禅昭和公主明日订婚 于一月内完婚 东宫 如意心急如火地 将摄政王订婚之事 告知慕容祠 就想好好磕个CP 谁料出来个白莲脚屎棍 慕容长公主 他那点把戏 本宫现在根本不放在眼里 他要抢王爷 本宫送给他就行了 就看他慕容长 瘦不瘦得起了 慕容慈趴地 把杯子重重地放在桌上 言语间满是历色 原亲公 陈慕容禅恳请陛下退掉 河公主的婚事 摄政王先退下吧 朕要与爱妃长谈 臣你美色的老皇帝 很是不以为意 臣一心为信国安邦 替陛下代理朝政 取昭和公主受之有愧 还请陛下另选驸马 慕容禅跪地 态度坚定 好你个慕容禅 反啊 公然违抗朕的旨意 老皇帝愤怒地 执杯朝慕容禅之举 砰的一声 杯子在慕容禅的脸颊碎开 请皇上退婚 臣不会取昭和公主 慕容禅依然坚持 摄政王出言不逊 诋毁龙四公主慕容长 罚跪于原青宫长街 求情者 斩 大雨倾盆 慕容禅跪于长街 初衷不为所动 小雷达式的如意 王爷要退公主的婚 出了皇帝的逆龄 现在被罚跪在长街上 王爷跪着淋雨已经一个事成了 如意 你去把这件事告诉昭和公主 让她送伞给王爷 为什么要告诉她 她可是坏女 如意瞬间炸毛了 挥着两个小拳头 就差冲出去捶死那公主 她心里早就内定的CP 岂能推给那女人 哼 你照我说的去做便是 等一下就有好戏可看了 慕容此好笑的捏着如意的脸颊安肆 原青宫前 王爷你不喜长儿 不用这般折磨自己 快起来 我去向父皇求情 放过你 慕容长水光影闪 渲然欲气 你既然知道本王不行 还出现在这里 要故意恶心本王吗 慕容预谋光寒冷 言辞犀利 王爷 我不走 我担心你淋雨受寒 担心 本王可受不起 本王刚罚跪淋雨 你立刻就赶到了 莫非你在监视本王 慕容预转头看了他一眼 雨声晨缓 淡淡的冷漠 如刀锋是血 可恶 王爷为什么对我抵触 慕容长满眼阴狠的势在必得 好 我走 看你还能跪多久 慕容长满心愤恨的转身 突然看见迎面而来的慕容慈 他来这里做什么 王爷 本宫可以救你 但不知王爷肯不肯吗 慕容慈直散而立 太子殿下不如直说 要本王做什么来回报吧 慕容预悠悠的道 我要 王爷今后对我为命是从 什么 慕容预有一瞬间的错愕 王爷别紧张 本宫说不定只是 开个玩笑 慕容慈笑的一脸意味深长 为什么本王会想到那位 玩弄了本王情感就跑走的女子 太子 你究竟有着什么魔力 本王竟对你束手无策了 慕容预满心无奈与困惑 如意 你替王爷撑伞 别让王爷受了寒 遵命 殿下您放心吧 如意眯着眼应道 他对自家太子有着迷之自信 本宫先去面见皇上 求皇上对王爷网开一面 慕容慈昂手挺凶 阔步离开 太子殿下不是一直厌恶本王吗 现在怎么反来救本王 慕容慈回眸一笑 秘密 巧笑嫣然 慕容预捂着胸口感觉心跳都枷锁了 太子身为一个男人 竟然学那些狐媚法子勾到王爷 真是不要脸 躲在术后的慕容长期的咬牙切齿 皇帝请公 建官徐国中公身为慕容预求请 老皇帝怒斥 求情者 斩 慕容慈躬身参拜 心里却私存着如何救下徐国中 他直言是来送奏折的 不畏求情 这 这么多折子 那些协理大臣都是吃白饭的吗 看着堆山一样的奏折 不理朝政的老皇帝也炸毛了 慕容慈成姬提出徐国中公正无私 代批阅折子是个好人选 朗皇帝当即赦免徐国中让他代为处理奏折 一个时辰后 皇上 涉及国库营量 军队 边境剿匪 百姓税收的折子 都需要您亲自过目 这 这样东西看得阵头疼欲裂 这样平日都是王爷处理的 慕容慈当即开口表示 王爷的确经常带批到深夜 听说之前劳累过度请了太医 怕死的老皇帝瞬间抓住重点了 批奏折等于劳累过度等于早死 于是 一旨诏书至摄政王 责令闭门思过七日 以观后效 慕容慈接过圣旨 本王只会取心爱的人 而那个人不是慕容常 慕容慈的身谋尽透了森凉 眉宇间泛着急许傲然 刘安下得满头冷汗 王爷 您这话之私下说说罢了 可千万别让外人听见了 不然太子殿下冒着触怒皇上的威胁 将您解救出来 不得前功尽弃了吗 放心 本王自会对太子殿下负责的 慕容慈留下一句话后转身离去 负责 王爷怎么说的像是要和太子定终身似的 刘安一脸懵圈 见过女人之间的战斗吗 贵妃与公主的匹配 战斗一触即发 抛头发 撕衣服 拳打脚踢 简直不要太精彩 白莲公主用娇弱的鳄鱼眼泪 让老皇帝下旨赐婚摄政王 慕容玉英抗旨拒婚 被责令闭门思过七日 想着爬墙摄政王的萧贵妃得知赐婚消息 气得撕碎紧怕 慕容常公主这个小浪蹄子 居然敢盯上王爷 她算什么东西 侍女小红赶紧安慰 贵妃娘娘 您不要再撕东西了 皇上看见了会觉得你刁蛮 不喜欢你的 奴婢记得 皇上之前还夸公主温柔大方 甜美可爱 所以娘娘你不能太野蛮 简直不要太扎心的安慰 本妃想怎么样让你智慧 滚 萧贵妃更暴躁了 王爷只能是我一个人 她想起那个伟安的男人满眼有情 娘娘 滚远的小红再次滚回来 不是让你滚吗 怎么又回来了 萧贵妃感觉看见这丫头都会心机梗色 小红赶紧将摄政王拒婚 被禁足的消息禀告贵妃 你这嘴总算说了好消息 贵妃的心情瞬间多云转情 哎 王爷禁足为什么是好消息 小红感觉自己脑子不够用 说你傻还真傻 王爷禁足了肯定会寂寞 正好本妃可以去安慰王爷了 萧贵妃扶上自己的脸颊满脸娇羞 贵妃娘娘 您不是应该安慰皇上吗 为什么要安慰王爷 再说 就是娘娘去了 王爷也不会疼爱你 萧贵妃 被四百米大刀扎了的透心梁 王爷一定会疼爱我 你这个吓人瞎说什么 看我不打死你 不被疼爱的萧贵妃 对着小红就是一顿道处 东宫查评 若勤禀报萧贵妃已经盛装打扮去御王府 明怒张胆去引诱被禁服的王爷 是否需要做些安排 不用急 时机未到 慕容辞淡定回应 次日 王府外 被侍卫拦在御王府外的萧贵妃满心怒 贵妃娘娘怎么火气这么晚 在王府面前像个泼妇一样闹来闹去的 慕容常从她身后缓缓走了 言语间满是讥笑 我泼妇 那公主你岂不是泼妇都不如 听说你婚事被王爷绝望 萧贵妃一针见血地恢复 你身为父皇的女 居然抓着王爷不放 不觉得羞耻吗 两人眼中闪着雷电火发 于是 女人之间的战斗瞬间爆发 抛头发 修衣服 拳打脚踢 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 二位在吵什么 难道都进不去王府吗 两个战斗中的女人立命停了下 扭头看着黄桓走来的太子 只见慕容慈向侍卫出示一个令牌 此令牌乃皇帝陛下亲辞 见此令牌犹如见圣上本人 属下必不敢做阻乱 侍卫攻身让路 公主妹妹和萧贵妃 您二位就在外面歇着吧 我进去见王爷 商议要是 慕容慈很是高调的阔步走进王府 留下两个抓狂的女人在原地跺走 太子来王府 要看本王的笑话 慕容玉手持杯子悠悠的宝 王爷 父皇说只要你和公主畅谈一夜 之后会再重新考虑招选父母一事 王爷你和公主的婚约也可能取消 慕容慈劝说道 公主与本王孤男寡女共处一事一整夜后 皇上就会考虑重新换父母 太可笑了 慕容玉言慈满是机讽 是啊 毕竟公主的轻欲可就混了 到时候只能赖在王爷身上 王爷不娶也得娶 慕容慈暗暗思绪 突然慕容玉一手动的拍在门上 瞬间对着慕容慈就是一个鼻动 本王被逼娶公主 太子你就不焦急吗 慕容玉悠悠的问道 公主妹妹嫁给王爷优秀之缘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为什么要焦急 太子 你就这么想看我痛苦 慕容玉伸手扶俄 无奈苦涩至极 王爷 娶公主不是挺好的 你为什么要拒绝呢 他还不于一力的劝说 慕容玉猛的抓住他的手 你真的希望我去接受公主慕容长 这毕竟是父皇的旨意 王爷还是顺着父皇的意思 不要误命 如果这是你的愿望 我答应你 我会去见公主和他深夜促膝长谈 慕容玉看着他 眸光深邃幽远 王爷言重了 你大可不必对我这个草包太子的话这么贼 慕容玉的靠近让他全身僵致 你并不草包 我发觉 你真的很聪明 慕容玉扶着他的脸颊道 王爷 你在说什么 我都听不明白吗 慕容玉轻声凑近他的脸颊 你真的不明白 低沉暗雅的声音竟在迟迟 你 你离我远点 慕容瓷双塞滚烫 一路烧到耳根 哼 太子你眼睛都闭上了 看来是期待本王闻你了 慕容玉眸光璀璨 薄唇似笑非笑 则啊 谁会期待这种龌龊之事 他羞得立马捂住嘴 脸红的吓人 你觉得很龌龊吗 慕容玉悠悠的看着他 眸光暗沉 话已带倒 王爷请遵循皇上的旨意 慕容辞扔下一句话 转身落荒而逃 太子啊太子 本王该拿你如何是好的 看着逃得跟被狗脸似的声音 慕容玉满心挫败与无奈 见过温柔大方的公主碰瓷吗 这位公主麻利的撕开胸前的衣服 接着就是鬼哭狼嚎的喊妃礼 摄政王因抗指惧婚被关禁第七日 老皇帝提出 只需他与公主促膝长谈一夜就取消赐婚 入夜 王府庭院 男人立于桥上 身长玉立 俊美一长 慕容常看着眼前的男人很是娇羞 今夜他一身柔嫩娇黄 璀璨流光 双眸含泪郁郁害羞 白脸断位全开 还未开口 公主为何是伤心 慕容玉淡淡的道 公主满脸柔情的表示自己是喜极而起 天色已晚 公主也见到本王 现在请回吧 慕容玉的态度简直不要太敷衍 他为什么又赶我走 我不信王爷对我无动于衷 慕容常对自己的姿色有着迷之自信 他一步上去揪着慕容玉的衣服 来了一场非君不嫁的深情表白 还表示若以后他想那妾也心甘情愿 内心却暗想 那一个宰一个 那一双宰一双 王爷 长而是真心想要王爷幸福 简直不要太一往情深 慕容玉抓住他的手腕 真心 本王可受不起公主 你这真心 只要王爷你娶了我 我再和父皇美言几句 王爷只会更加拥有权势 慕容玉却一脸淡漠 本王若想有一番作为 只会靠自己 并不需要依靠女人 王爷若还不答应娶我 父皇不高兴 会再次娶你的性命 慕容常恼羞成怒 慕容玉伸手掐住他的脸 谋色阴寒 公主 你最好弄清楚 任何人都不可能威胁本王 眼见威逼力又依然无动于衷的男人 那么执行第二方案 我的规御一毁 无法再嫁给他人 我只能撞死在柱子上 来表明我的心了 谁料慕容玉拍手称道 公主好气节 本王佩服 你死之后 本王求皇上为公主立背 瞬间乱剑插心 王爷 你见到长而复死 就真的不为所动吗 你觉得 人会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伤心流泪吗 王爷 是你逼我的 慕容长气的咬牙切齿 决定用最后一招 随后他猛的双手撕开胸前的衣服 逆臣御王 非离本公主 把这人拿下 不然身后传来一声 皇上驾到 什么 为什么父皇会来王府 不是让我和王爷单独相处吗 慕容长荒的摸不着北吗 老皇帝看见衣裳破碎的糟心女 怒不可遏 原本萧贵妃告知他王府看见刺客 爱女心切的他匆匆感爱 结果看见这么一出碰瓷的好戏 简直就是武为轰顶 天之降罪 你身为异国的公主 竟然主动与男性求欢 皇室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今日 你与豫王的婚事取消 老皇帝大手一挥 慕容长捂着胸口痛心哀嚎 傅华 傅华 嫦儿不是那样的人吗 东宫 慕容辞职悲赏月 很是悠闲 若情 你假扮刺客 向萧贵妃留下要行刺王爷的消息 这一招做得不错 还是太子殿下您足智多谋 利用萧贵妃破了皇上逼王爷取公主之不起 元清宫 慕容长的放荡行为愁坏了老皇帝 朕思来想学 嫦儿之所以变成这般无教养的音量 都怪朕太宠他了 皇上不如放公主出来 给他找个品行优良的父母 为人妻后 可正严刑 萧贵妃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除去一个情敌赏一个 很是积极的请求 由他和王爷一起操办 老皇帝不舍爱妃劳累 一锤定音让慕容宇与太子一起操办 萧贵妃内心一阵抓狂 又失去了一个和王爷相处的机会 几日后 招选驸马后院 太子殿下我们很久没见了 你可曾思念我 慕容宇迎面走来 眸光深邃 王爷请注意你的措辞 我们没这么数 请王爷先去前院挑选 竞争驸马的人选吧 本宫还有事 慕容辞转身就走 这个狗男人越来越不正常 还是离远点 突然慕容宇握住他的手腕 本王和太子的关系 不是已经到了春宵帐 耳并撕磨的程度 太子你转头就想不负责了 慕容宇轻身搂着太子 眸光幽深 你在一派胡言 慕容辞被他的虎狼之词惊住 看来太子殿下记性不太好 那本王会让太子殿下想起来 慕容宇轻抬慕容辞的下巴 轻身一个缠绵以你的身吻 慕容宇 你大胆 慕容辞猛地推开他 未曾想到光天化日之下 这狗男人竟然会有如此梦朗行径 本王不仅要轻搏太子 还想要 做些更甚的 慕容宇轻轻勾唇一笑 你 你要做什么 你放开我 太子最好不要挣扎 否则 只会让本王更兴奋而已 啪的一声 慕容辞被扔向客房的床探 太子 你从皇上手中救本王性命多次 本王想报答你 而报答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以身相许 慕容辞满脸邪妹 附身上去 你 我是男子 再者 我不需要王爷以身相许 慕容辞愤地咆哮 捂了十八年的小马甲就要被脱了 本王不管你是谁 本王现在就像与你一起 围杖里传出慕容玉的声音 娇蛮郡主竟然爱上了女扮男装的太子 到处追着太子 眼冒星光地喊着要当太子妃 老皇帝当场抓包公主的碰瓷 决定为糟心的女儿选为父母 选驸马后院 再也忍受不了单相思的摄政王 再次将慕容辞掳上了床探 为报答太子的救命之恩要以身相许 简直吓坏了被压在身下的慕容辞 我不能暴露我的女儿身 捂了十八年的小马甲要掉 千金一发之际 萧贵妃敲响了客房的门 王爷 你在里面吗 萧贵妃柔声细语地问 简直腻到骨子里了 本王困乏 小睡一下就去准备招驸马示意 贵妃先行离开吧 慕容玉抓住慕容辞的手腕将她困在身下 糟了 要是萧贵妃走了 那我真的就很难逃脱了 慕容辞脸色飞红 满眼焦急 别走 张口响喊却被慕容玉一把捂住 太子殿下 你最好乖一点哦 否则 本王可要生气了 慕容玉看着身下娇俏的人悠悠地等 王爷 你在和别人说话吗 一心想寻找机会和慕容玉独处的萧贵妃再次敲门 王爷 似乎有些奇怪 萧贵妃 我在里面 慕容辞身子挣扎探出为账交际呼喊 这是机会 只要萧贵妃进来 我就有机会逃走 他暗暗思寸 慕容玉轻身再次将她扑倒 你想去哪 随后在她的脖子上落下轻轻一吻 慕容辞浑身一颤 又惊又羞 身体瞬间被束缚进一个有力的怀抱 微镜的雨声淹没在满是情意的声闻里面 慕容辞脸上犯了红潮 睫毛已不自觉地潮湿 baby 用这种手段让我出不了声 我该怎么办 我不能坐以待毙 她的内心胶着万分 萧贵妃听着房间里安静一片 自我遐想如果现在离开不打扰王爷休息 她一定会夸我温柔董事 满脸娇羞地脑补了慕容玉对她的温柔印象 太子殿下呢 快说 娇蛮的呵斥声传来 关柔郡主慕容师闯进后院 威逼宫人告知太子去向 郡主饶了小了吧 奴才只看到太子和王爷进了后屋 说是商谈要事 什么 怎么能让三叔和太子在一起呢 三叔会欺负太子殿下 慕容师瞬间炸毛 我要进去 我要保护太子殿下 说罢只闯后院客房 萧贵妃急得伸手阻拦 郡主 不得无礼 你不能打扰王爷 少啰嗦 萧贵妃你不得阻拦我保护太子殿下 慕容师压根不买萧贵妃的账 抬脚就踹开客房的门 三叔 看着房内的两人很是惊恶 慕容师从床上坐起 严羞带脑 气得握紧双拳 慕容宇很是镇定的握拳许可 王爷不是说要小睡一下吗 太子怎么也在房中 萧贵妃咬着小手卷 满眼都是被复心汉欺负的小表情 本王和太子商议完事 一同小睡也无妨吧 慕容宇倾笑解释 毕如既往的不要脸 王爷肯定欺负了太子了 慕容师内心已经燃起了熊熊烈火 你不妨问问太子 本王怎么欺负他了 慕容宇一脸风轻云淡 你可以当着萧贵妃和郡主的面说本王非礼你 但太子你敢不敢说呢 他对着慕容祠轻声说 慕容祠羞脑得很 慕容宇 你无耻 太子殿下 你脸好红 是不是生病了 郡主握住慕容祠的手满是关心 刚才和王爷商议要事 观点不同 因此争辩的急促了些 慕容祠安抚道 太子殿下 我是你未来太子妃 我会保护好你的 郡主看着俊美的太子眼冒星光 至于郡主 现在是你学礼的时间吧 偷跑出来 想挨板子 慕容宇很是阴声的道 这臭丫头关键时刻坏人好事 三叔 我知错了 不要打我板子 慕容祠顿时耸的一批 狗撵式的转身就跑 太子殿下 请非本王一同赶往前院 驸马候选人们等着我们 随后慕容宇伸手拽着慕容祠的手腕就走 本宫知道了 请王爷放开我的手 慕容祠咬牙切齿 本王偏不放 两人欢喜冤家式的走远 留下满头黑线被忽略的萧贵妃 则 狐力经转世 一个弓的还敢勾到王爷 我的想办法让王爷厌恶她 肖贵妃咬着小手绢满眼恶毒 经过白莲花公主的碰瓷事件 老皇帝决定选一驸马将她嫁出去 驸马招选文士如期举行 参与招选鄙视的财君们均指比参事 一眼扫过去 衣水的锦衣华服 相貌堂堂 仪表不凡 要说这文士 范孝文公子文才匪人 一定是他夺冠 工人议论纷纷 被讨论之人温润如玉 确实是清俊财子一枚 突然范公子剧烈的长喘 还带着呵呵羞羞的声音 片刻就趴桌上没了动静 来人啊 传太医 内室下的惊慌大喊 范公子突发哮喘已死 太医诊断后上前禀报 慕容瓷器的握拳浑身颤立 未曾想到有人如此恶毒 因针对他不惜害死一个青年裁君 其余参加考试的裁君们纷纷议论 太子这么草包还来监考我们 都是他 现在害得范公子也死了 早听说太子命中犯傻 看来不是傻 是傻呀 他们都将所有的过错推托给太子 各位 范公子哮喘纯属意外 还请各位心平气和 积极准备接下来的文史 慕容瓷出言试图安抚暴躁的才子 谁到朝中大臣之子抓起桌上的燕台 现在死了人 你居然还叫我们心平气和 我看你就是居心叵测 心肠和这墨水一般黑 随后嗖的一声 将燕台狠狠地朝慕容瓷打去 慕容瓷下的伸手遮脸 糟糕 来不及躲 突然一道身影挡在他身前 王燕 为什么 慕容瓷看着身前的男人很吃惊恶 慕容瓷眼眸深寒 此人冒犯太子 来人 将其拿下 慕容瓷立马抓住摄政王的衣袖 刚才扔燕台的是朝中大臣的儿子 你不要对其用重心 否则被大臣记恨 你在朝堂恐怕会被挤对 太子 你担心本王 本王甚为开心 突然慕容瓷一转刚才冰寒的气息 转身看着他 目光交缠 似有火光心花炽热的爆开 慕容瓷修脑的甩他两个白眼 这狗男人 无时无刻不忘调戏他 我自有分寸 慕容瓶安抚他 侍卫将人富贵于慕容瓶面前 慕容瓶悠悠的道 既然太子愿意放过你 本王也不追究 但你必须得向太子道歉 慕容瓮眸光冷令 谁料大臣之子异常嚣张 指着太子怒骂 我凭什么要向这种人道歉 无能废物就一个身份 慕容瓮眸光冰冷 那你这根手指就没了 耸得一批的大臣之子 立马跪地磕头求饶 王爷你去把衣服换一下吧 这里由本宫来主持 毕竟他是替自己被砸 慕容瓷难得有那么一丝心虚 本王 想让太子为本王更衣 慕容瓶倾捏他的下巴 慕容瓷瞬间脸色胀红 王爷竟然让我帮他换衣服 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忙不迭地拒绝 本王的衣服归根结底 是为太子而脏的 慕容瓶语气很是优越 但男子帮男子换衣服 王爷不觉得别扭 慕容瓶扶着他的双肩轻笑 怎么会别扭 本王就要你帮本王换衣服 你 你简直无理 慕容瓷磨了魔后草牙 太子难道怕帮男子换衣 若是 本王就换婢女过来帮本王 谁说我怕给男子换衣服 走 本宫速去帮王爷更衣 激将法对慕容瓷简直不要太有用 慕容瓶单手脱塞 眼泛星光地看着眼前的人 太子竟然这么容易就中了激将法 意外的 有些可爱 慕容瓷推开隔壁厢房 这间屋子里有些备用的衣服 王爷你先换上 不带他说完一只手搂上他的小腰 太子殿下 你先进屋吧 你站在这门口 本王爷进不了 可恶的慕容瓶 又动手动脚 慕容瓶内兴气的想找他的四百米大刀 王爷你让我进屋 那请你松开手 慕容瓶瞬间摆着双手 一脸无辜的道 抱歉抱歉 情不自禁 抱上太子 王爷这么喜欢搂抱男子吗 慕容等选驸马仪式完了之后 去凤凰楼给王爷物色几个美人 让王爷抱个够 慕容瓷双眼放光 就像突然发现新大陆似的 美人 本王只想要一个 慕容欲勾唇一笑 深眸流转出墨欲般的灰光 高深莫测 看来王爷已经有人选了 告诉我他的名字 我去帮王爷去催红楼挑选了 送给王爷 慕容瓷双眸精亮很是兴奋 突然一只大手握住他的手腕 本王只想要慕容瓷 你知道的 什么 突如其来的表白咋猛他 慕容瓷 你愿意把自己送给本王吗 慕容瓷 你愿意把自己送给本王吗 慕容欲问的很是轻柔 眸光璀璨也有些虚紧张 寻思许久 控制不住的靠近 他很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望着眼前俱美异常的男人 慕容瓷双塞渐渐涨红 我为什么这次没有办法推开他 他感受到了如此浓烈的情感 来自眼前的男人 不行不行不行啊 不能被牵着鼻子走 脑中的小人急得转圈 王爷 你还是先把沾了墨的脏衣服换了 回过神来的他赶紧转移话题 是的 他现在是男生 无法给予回忆 慕容瓶悠悠的看着他 张开双手 慕容瓶又在搞什么名字 慕容瓷一脸懵圈的看着面前的男人 请太子脱下本王的外衣 太子你答应帮本王换衣服 不要害羞 慕容瓶言笑艳艳的看着眼前的人 看来只能徐徐徒之 慕容瓶也要很识不服的道 随后很识土匪的将慕容瓶的外套拽下 里面也被磨弄脏了 太子也帮本王脱一下 慕容瓶在他耳侧轻声道 李姨怎么还要本宫脱 真是不成其统 王爷你自己脱了话 慕容瓶瞬间炸脑了 不 看来太子是想本王扶着太子的手脱衣服 慕容瓶握着他的两只手腕搭在自己的肩膀上 我会遵照太子你的意愿 握住你的手 让太子一点一点退去本王的衣服 慕容瓶笑得一脸邪内 该死 这样子我只能跑了 王爷 我还有事 慕容瓶被吓得拔腿想跑 谁料慕容瓶四早有所料他会正死 快他一步的拽住他的衣板 拥着他的肩膀 轻声轻问 想跑 王爷你衣服上还有磨 请不要靠我这么紧 慕容瓶感觉自己又开始紧张起来 本王是真心想要太子殿下帮忙换衣服的 慕容瓶握住他的手放在自己的心口 太子感受一下本王的心 他的心跳似乎变快了 王爷此时是紧张吗 王爷原来也会紧张 这紧张的原因还是因为我 慕容瓶披护着男人的心跳 脸上泛着醉酒般的红潮 罢了 本宫替王爷换衣服 但事先说好 这只是还王爷你挡厌台的人情 他最终妥协了 太子 你是在偷偷看本王吗 慕容瓶深邃的眼眸闪着丝丝亮波 看着眼前的人调侃 本宫 本宫哪有偷看 快点离我原点 慕容瓶下的紧紧推开要扑过来的男人 感觉这狗男人闷骚的让他无法招架 不是偷看 但是光明正大的看了 太子很喜欢本王的身体吗 我 我也不想看王爷你 有伤风化 但是不看怎么换衣服 慕容瓶急不可耐的为自己表态 随后慕容瓶拿着一条红筹系在他的眼睛上 太子殿下听过盲人摸相吗 看物实 需要用心而不是眼睛 慕容瓶似乎于有所指的道 结果看不见之后 反而其他感觉更加敏锐了 慕容瓶感觉系上红筹后换衣服变得很是顺畅 接下来 太子还要帮本王换裤子吗 慕容瓶倾抬他的下巴道 不不不 裤子还请王爷自贬 慕容瓶下的差点将头摇成陀螺 那本王就自行换裤子 太子不可拆下蒙眼之物 也不许走 慕容瓶走入屏风后 我 我才不会落荒而逃 慕容瓶双手还凶很是不服 太子还真听话 真的没有走 从屏风后探出头的慕容瓶很是惊奇 太子或许真的是本王该臣服的人 冷酷的摄政王表白女扮男装的太子 谁料太子第一反应竟是他要造反 自屏风后更衣的慕容瓶探出头 太子竟然带着女子的娇媚 古来男生女相将有帝王之气 太子或许真的是本王该臣服的人 慕容瓶暗存 可是本王想要的 只是臣服吗 看着面前娇俏的人 他扪心自问 太子 本王给你解下来 他缓步上前解下慕容瓷遮掩的红丑 有一事如果本王不想当你的臣子 你会怎么做慕容瓶问吧 慕容瓶 你的意思是 要公然造反 这是慕容瓷所能想到的理由 太子殿下 有谁会在造造反前先把这件事说出来的 慕容瓶双眸含笑 如春光炸台般灿烂 那王爷你说 不想做我的臣子 是什么意思 慕容瓷很是以后 本王想成为太子的心理 他炙热的目光是万丈阳光 拙烈的令人无法知识 管什么 慕容瓷一脸蒙圈 不待他多想就被拥入怀中 困着沉水箱的气息温热 肆无忌惮地笼罩了他 本王想要太子殿下心中只有本王 一日不见就心急如粉 肝肠寸断 慕容瓷 你其实也对本王 突然房门通的一声被引微撞开 王爷 太子殿下 请尽快去前院主持选驸马事宜 相拥的两人立刻分开 一切以你气氛瞬间被挡破 放肆 慕容瓷猛地推了下慕容瓶的胸口 以后不许在本宫面前说这段胡话 慕容瓷双塞微热 浮现一缕鲜薄的红 下一秒他趴得冲出房间 如一阵风般的消失 本宫先走了 内心还不忘呼好 差点被他捕获 太子殿下 你一定会对本王亲自说出那句话 看着跑远的身影慕容欲唇脚飞咬 似有一丝鱼 无忌 你好大的胆 居然敢坏本王的好事 随后他双眸深寒地看着无忌 属下斗胆认为 太子是男性 且是一国的储君 若郡主陷入不必要的情分 则国家威王 王爷还是收手吧 无影额头冒着冷汗公身劝道 你以为本王不知道 太子今后要成为一国之君吗 慕容欲满心恼怒 一拳轰在屏风上 可是 就是知道后果不开设计 本王也不愿放开太子 慕容欲落拳 深谋幽暗无敌 前院 招选驸马的笔试 重新开始 一众青年才俊奋笔识书 一个时辰后 慕容辞握着一叠考试的试卷 深感人生无常 祸福难料 范孝文有夺魁之才 死于疾病 实在是太可惜了 太子殿下 有才之人暴死 的确可惜 但本王觉得这死亡 有些蹊跷 太子愿不愿意听听本王的见解呢 慕容欲拿过他手里的卷子道 罢了 你说说看吧 慕容辞深深叹了口气 这狗男人无处不在 黏人的紧 据本王推测 范公子的哮喘发作 是有诱音的 否则不可能这么快 且这么凑巧就死在了应试的时候 引起哮喘的诱音有很多 可能是过度劳累 但也可能是一只蝴蝶 一只老鼠 或者仅仅是一笔蛙 本王推测这很可能是蓄谋的杀害 并非疑问 谋害有才德之人 罪不可舍 本王希望你能调查此事 还原真相 在此期间 本王会亲力协助你 慕容欲谋光优深的看着眼睛的人 随后脱下外袍 披在慕容子的身上 天色不走 气温有些凉 太子殿下披上这个 王爷为什么要告诉本宫这些 又为何信誓旦旦要协助本宫调查 至于王爷而言 似乎没有什么益处 慕容慈很是不理解 这个男人为他做这么多 到底是为什么 也有本王已经说过了 希望太子好好回去想一下 慕容欲转身悠悠的道 为了尽早将白莲花公主嫁出去 摄政王和太子紧握密鼓的 举办了驸马招选会 谁料文才斐然的才子竟突发笑传而死 为了查清真相慕容慈等人 重新清查考场 下官查验 范公子死于笑传 但又因恐怕是余美人的花粉 沈志炎将手张开 露出一张包着余美人花的四怕 这余美人花有毒吗 慕容慈伸手抓过沈志炎的手小戏看起 突然一只大手将她的手握住 不准抓她的身 只准抓本王的 慕容欲一如既往的霸道 总是站在吃瓜前线的沈志炎轻笑 余美人全主有毒 并表示他从范公子书桌发现了余美人的花粉 慕容慈恍然大悟 也就是说花粉既有毒又又发了笑嘴 看来有人要置范孝文与死地从中获了 他们分析范孝文死后 过离最大的人是王真和荣起 然两人都是正直之人 不可能会做出此事 本公想到一事 把负责分发文是笔墨的内侍代表 慕容慈吩咐道 不多时 三名内侍纷纷跪地为自己喊冤 本公问你们 谁负责分发的纸张 谁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慕容慈开口问道 小佣子 是小佣子负责的 其中一个内侍忙不迭的 指着旁边的一个内侍道 小佣子 你之前在哪里当差的 奴才三年前在荣飞的寝宫当差 小佣子冷静地回答 说 你为什么谋害范孝文 慕容慈陡然立合 奴才没有杀人 太子殿下请不要血口喷人 小佣子拒不认罪地辩驳 沈志言很示意过 为什么太子认定他为凶手 王爷 谋杀犯大学士的嫡长子该当何罪 一律如何判处 一律当凌迟处死 慕容慾的声音如同圣旨 一锤定音 如果杀人绝不认罪 小佣子听见朱三族面色顿时如黄昏暮色般暗示 立马磕头悲愤大喊 奴才认罪 是奴才把与美人的花粉放在桌子上 求求不要诛连奴才的家人 你和范公子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杀他呢 慕容慈问道 殿下 是奴才不小心把花粉撒在范公子的桌上 是奴才一个人做的 小佣子抖如糖筛却仍然一口咬定 慕容慈扶了暗嘴 这小佣子肯定是有人指使的 殿下 本王有一计可以让指使的人浮出水面 慕容慈双眸含笑的看着他 一脸赌定 王爷 你心中已经有谋杀范公子的人选了 慕容慈拽着他胸前的衣服问 太子不也从小佣子的话语里知道了蛛丝马迹吗 慕容慈眸眸光璀璨的看着眼前的人 所以王爷认定谋杀范的人选择 慕容慈突然伸手握住他的手腕 太子 请随本王去一趟后宫 这个容貌轻利的女人 竟是陷害才子的主谋 未破解于美人之毒的真相 慕容慈顺头摸瓜找到嫌疑人荣妃 慕容慈询问他 之前是否有个贴身奴才小佣子 他很是惋惜的表示 三年前小佣子染上毒瘾 所以将他赶出宫去了 并且三年未见过他 待小佣子上来 慕容慈挥手 这时 小佣子被带到镜前 普通跪地大喊 荣妃娘娘 明明几日前您才重新又招我入宫 我们刚见过呀 荣妃眸光一颤 却依然面不改色 小佣子 你诬蔑我 我三年前就不曾见过你 小佣子 荣妃就在这儿 你有什么冤情都告诉荣妃 慕容慈语气清淡 否则 杀害范公子 你和你的亲属都要被处死 坦白的话 罪则可以从亲属之 害怕累积家人的小佣子 当场招任是荣妃之使 将花粉撒在范公子的桌上 一切主谋都是荣妃 你血口喷人 荣妃气得脸色铁青的怒斥 荣妃 这是你的手帕吧 这可是在范公子死亡现场发现的 根本不可能是我的手帕 荣妃慌乱的变捕 荣妃娘娘 我们都没有告诉你范公子死因 你怎么知道是与美人花粉呢 慕容慈悠悠的问 除了小佣子 王爷和艳势武座 就剩下背后指使的凶手之道 你就是指使小佣子杀人的幕后主谋 慕容慈一针剑写的道 既然你们都知道 那你们给我死吧 荣妃见识以败露满脸争鸣 突然从头上拔下一个发簪 朝慕容慈狠狠次举 哐当一声 发簪落地 荣妃倒地 嘴角溢着血 慕容慈 你刚才为什么要挡在我身前 慕容慈焦急怒吓 王爷尊贵 慕容慈单手舞了 万一受伤了 国家可就要动荡了 本宫也不希望王爷轻易死在别人手上 一遍遍的说国家不可无本王 那这个国家难道就可以没有太子吗 慕容慈眸光深寒 这个国 没有太子 也一样能繁荣昌盛 突然慕容慈伸手将他拥入怀中 你真是个傻子 大傻子 慕容慈很是心疼 我本就是草包太子 吃傻都是事实 慕容慈反手抱住慕容慈自嘲的道 胡说 慕容慈突然扶着他的小脸凑紧 你疯了 慕容慈吓得猛推开他 王爷 请你清醒一点 请不要做势力的事 慕容慈羞窘的握拳 想捶死这男人 慕容慈 本王不许你诋毁自己 也不能轻见自己 慕容慈伸出食指点着他的唇 本宫不是妄自菲薄 不过是陈述事实罢了 再说了 我刚才救王爷 也是条件反射 王爷不要想多了 慕容慈摊手抱 如果你还敢这样说 本王现在就吻你 慕容慈再次轻声而下 别别 王爷请住手 慕容慈双手抵着他的双肩击道 光天化日 如此不要脸 慕容慈表示无力招架 王爷 荣妃已经捉拿 该如何处置 无影看着自家主子 拥着太子的行径很是无语 罪人荣妃 涉嫌谋害范大学士的嫡长子范孝文 关入地牢 听后发落 抱着心上人的慕容慈冷声道 御王府 太医检查完太子伤口 留下药瓶公身离去 站住 太子殿下 药还没敷就想逃走 慕容慈扯着慕容慈的一板倾笑 王爷 我没有逃啊 我就是想找找 能彻底证明荣妃杀人的证据 荣妃已经关押 本王先替太子服药 随后随本王去大牢 王爷 服药的事 交给婢女来做吧 不劳王爷费心 慕容慈挣扎道 不行 本王一定要亲自替你服药 不然你留疤了粉办 慕容慈再次将慕容慈按在墙上 本宫身为男子 有点疤 不是更帅气吗 太子殿下 你乖乖让本王服药 本王就会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慕容慈俯身轻轻在他额头落下一吻 慕容慈 怎么动不动就乱亲人 我没什么要求 王爷赶紧服药吧 慕容慈很是羞惊的讨笑 你知道皇帝的女人有多可悲 这个女人为了博取老皇帝的注意 竟安排工人以羽美人之毒 将硬是驸马的范才子毒死 刑部大牢 我没有杀人 你们没有证据 荣飞双脚被促 报夕为自己喊冤 无影 抽查荣飞房间发现了什么 慕容慈问 王爷 从荣飞的寝宫搜出了一个宝盒 无影顶报 荣飞看见锦和立马站起扑向牢门 那是我的 你还给我 这里面有你研磨羽美人花粉的工具 还有剩余的带毒的羽美人花粉 你就是用这花粉毒害范公子引发哮喘 害死了他 慕容慈冷冷的道 荣飞 你为什么要杀害范公子 你们甚至素不相识 慕容慈想不明白他的动机 皇上独宠萧贵妃 就开始日日冷落我 只要我的侄子容蜻蜓当上驸马 那么皇上一定会重新重庆 荣飞双目闭上又睁开 水光营动 神色悲绝 我只要杀死夺魁的人 那我的侄子就能当上驸马 那我的地位 我的权势 我的爱 都会回来 荣飞探出手抓住慕容慈的衣袖扑 人证物证俱全 案子最终完结 慕容慈不禁有几分感慨 这荣飞倒也有几分可怜 太子殿下同情他吗 慕容慈问 同情 荣飞可怜 但他并不能因此而滥杀无辜 慕容慈回答道 慕容慈双眸微眉满是欣赏 单手揽着慕容慈的肩膀勾唇一笑 不愧是我欣赏的太子殿下 和本王想法如出一辙 不如我们考虑求个姻缘 慕容慈一出证的很是无语 东宫 下官辟阅试卷之后 有几位硬考之人文章风采 各一部分伯仲 下官认为选出状元都挺困 还请太子殿下给下官多一些时间 太傅恭声道 那就先举办比武考试吧 太傅阅卷辛苦 慕容慈回答 走出殿门 慕容慈等候已久 王爷怎么在这 慕容慈很是疑惑 好一招收买人心的辛苦 慕容慈双手还胸条笑道 在王爷看来 普通的关心都会变成是收买人心吧 慕容慈突然伸手将他揽入怀中 你不关心本王 本王的心都已经被你收买了 你可要对本王负责 慕容慈一副赖定你的表情 慕容慈被惊得甩开他的手 本宫可不敢收买王爷 我得去准备比武考试了 说完转身就走 什么负责不负责的 慕容慈这个人 总是说这样的话 这狗男人惹不起 总躲得起吧 在那之前太子有没有兴趣随本王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会比准备比武考试更重要 慕容慈满是疑问 你去了就知道 慕容慈看着他 眸光深邃璀璨 这个恨家的女孩 对着奇人数许下深院 快赐给我一个如意郎君吧 突然脚下一滑 正要和大帝亲密拥抱时 一只手将他拉入一个清俊风雅的怀中 姑娘 你没事吧 我的如意郎君 丘比特之剑直挫小心脏 幸福来得如此之快啊 抱歉 他是我的人 明草有主 慕容慈伸手将太子揽入怀中 你是自己的所属权 你们 你们 我再也不相信姻缘了 无无都是骗人的 幸福不过两秒的女孩五类轰 呼嚎着跑开了 王爷 捉弄一个小姑娘 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吧 慕容慈小脸微红 感觉对这男人的行为无力吐槽 捉弄 本王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太子你本来就是本王的人 慕容欲风光济月 笑得如一只狐狸一般 本王听百姓说 这奇愿术有祈求姻缘福瑞之能 所以本王想和太子一起过来 言霸他将红绳牌子挂在树上 本宫 不会有姻缘 更不需要福瑞 祈愿一世自然对我无用处 慕容慈宁某 他的身上背负太多的东西 姻缘 福瑞离他太远了 突然一只手托住他的脑袋 慕容欲俯身就要贴贴 大庭广众 慕容欲你疯了 做什么 慕容慈推开他 很是消脑 本王只是不想听到太子你说这般丧气话 想要堵住太子你的嘴巴 慕容欲说得一脸无赖 太子殿下 本王已经替你也挂好红绳牌子 上面有些本王的愿望 你想不想看本王写了什么 他指着红牌眸光璀璨的看着眼前的人 然而慕容慈却握着两只小拳头 甩下两个字 不想 转身离开 留下摄政王一脸懵圈 想说 哎喂 你的小可爱王爷丢了 驸马武士勒凯 台下围满了来吃瓜的群众 马上就要开始比武选驸马 可以看到帅气强大的男子 西流 围观的少女们拖着小脸抑制不住的兴奋 别人的帅哥 过过眼影也不错 如果一不小心捡得落选的人坐心上人 也是不亏的 哎呀 豫王不管什么时候都那么玉树临风 风流替他 总之就是帅 冷阔的钻石王老五 是一众女人的梦中情人 慕容欲和太子并排缓过而言 突然一只大手伸出 将慕容慈揽入怀中 太子小心脚下 要是摔倒了 可就有十点前礼了 慕容慈腹身悠悠的倒 慕容慈 就想找他的四百米大刀 这个臭不要脸 人家走得好好的 莫名其妙将人揽入怀中 还查言查语 天啊 忽然觉得王爷和太子好满腿 我已经想出他们在一起的种种画面了 吃瓜群众瞬间转化成CP粉 磕得很带劲 太子殿下再次狗拧式的跑开 真爱生命 远离慕容欲 真是可爱的姐 看着远去的人 慕容欲满脸的鹰鹉笑 选驸马武士 正式开始 有请第一位 外号夺命人的立公子 他的力道和武术是一流 他的对手是外号天山童爷的秦公子 看着眼前不及他腰高的对手 立公子满头黑线 就这小身板子 一掌拍墙上 还能抠下来躲 谁料 秦公子一脚踹出 立公子瞬间口吐鲜血 倒逼不起 反转简直不要来的太快 太子殿下 评价一下刚才的比武 刚才的秦公子用轻盈有力的脚粉 一击击中立公子的面门 将所有的功力都汇聚于脚上 是武学中的高手啊 慕容祠随口分析道 太子你分析的这般透彻 看来挺精通武学啊 可是太子你一点武功都不 为什么会精通武学呢 慕容祠眸光深邃的看着他 慌的一声 茶杯碎裂 太子殿下为何如此慌张 莫非本王刚才说中 太子真的会武功 王爷说的话自然是吓不到我 刚才本宫被铜锣声所吓到 慕容祠赶紧为自己辩解 本王检查一下太子 你的手有没有被茶水给烫伤 慕容祠抓过慕容祠的手腕细卡 太子手腕纤细 手心的虎口处和指腹也没有剪子 看来只是一个文弱男子的手 慕容祕暗祖 慕容祠暗暗松了一口气 给亏我有叫如意定期清理手上的宝剪 不然被人看到了这剪子 我常年拿见习武之事就隐瞒不了 王爷 我真没事 慕容祠赶紧收回手 这给公主选驸马的武士还在继续 我们还是观察选拔的人选拔 那个人我看还挺俊的 也胜出了 倒是有驸马之下 刚才太子说长得俊的那个人 兴盛名水 给本王站出来 瞬间掉进促刚的慕容祕 慕容祕顾元邓喊道 都说恋爱中的人智商等于零 那么单相思的男人是不是等于负一百 曾冷酷狠辣的摄政王 听到心上人随口一句 那人长得俊 瞬间促刚倒地 一副要去捶死那人的架势 下官王征 不知道王爷何事叫我 驸马候选人王征攻身行李 慕容祕伸手搓着他的衣领 王征 你可知道你未来的妻子 可能是公主慕容长 在下知晓 王征答得很是认真 所以不许对太子出手 慕容预谋光暗含杀气 就这 王征一脸问号 本人自幼习武 讲究匡复正义 自然不会无缘无故打人 慕容祕尬的一批 立马表示王爷或许疲惫 所以胡说的 耿直播王征还不忘感慨一句 王爷似乎很担心太子殿下 看来太子您和王爷的感情甚好 我对太子殿下的心意天地可见 智商降服的王爷 还不忘剑缝插针地来一番真心表白 王爷请慎言 慕容祠一手摁在他的骏脸上将他推开 王征惊得目瞪口呆 难道现在实行这样是的 驸马武士再次开始 王征对战龚俊豪 场上比试十分激烈 看着生死攸关 十分惊险 两人均是五家高手 生死变数均在一线之间 龚俊豪被刺中了肩部 内侍高呼 但他手中的刀也砍中了王征的肩膀 龚俊豪的刀掉了 现在攻落于下风 王征快要胜利了吗 内侍解说的激动万分 胜利在即的王征呼的喷出一口鲜血 跪倒在地 他艰难抬手 太子 我有话要说 而后 轰然倒地 慕容祝近前伸手叹了叹他的鼻息 来不及了 他已经死了 又是太子 和太子扯上关系就一定会死 他果然是个灾心 几名工人窃窃私欲 为什么会这样 刚刚还如此鲜活的青年 慕容慈心凉了半截 眉心紧促 慕容欲冷冽如兵的谋光扫向那个宫人 污蔑太子 拖下去 仗四时 听后发落 随后转身询问慕容慈该如何处置此人 如果此人有悔过之意 可以从轻发落 慕容慈诞生回答 我到死都不悔过 太子主持这场比试 结果已经死了文臣武将两人了 就是太子害的 宫人嚣张地辩驳 慕容慈谋光一宁 污蔑皇室子嗣 损皇室威严 按律法 仗则 带皮肉溃烂之后 丢至野外卫眼狼 尸骨不存 话音刚落 其余一众宫人军下的瑟瑟发抖 依照太子的意思 那这个乱说话的内侍 就丢去卫狼好了 内侍瞬间抖入筛康 呼到慕容慈跟前跪地扑毫道欠求饶 慕容慈双手还凶 语气冰冷的道 内侍本该丢至野外卫狼 但父皇教导应该遵循好生之德 戒杀禄 杖则四时 随后割除内侍的一切职务 扣伐俸禄 遣返回乡 以后再遇到旁人对我出言不许 请王爷不用管 本宫会自行处理 慕容慈低谋 语声轻忧 本王怎么能坐视不管 看着眼前的人 慕容预言底划过一抹心疼 本王 不知从何时开始 已经见不得太子你受半点委屈了 本宫活了这么多年 这类话听了不知多少 王爷不必介怀 慕容慈转身挥挥手 一脸不以为意 突然一只大手轻柔地摸上他的头顶 他抬眸就撞入一双一满温情的眸子 小脸悄然张红 有那么一瞬间他听到心动的声音 回过神来的他拍开头顶的大手 请王爷不要随意碰我 我有 接触过敏之症 慕容慈怒吼道 显然恼羞成怒的成分居多 看着怒气冲冲的人 慕容欲满眼宠溺与无奈 太子 你何时才能稍微 让本王靠近你呢 这个清俊耿直的男人 驸马竞选胜利在望 却暴死舞台 所有的一切都指向太子的不行 武座审志炎炎事后表示 王睁全身并无明显伤痕 只有一处刀伤 却不是致死的原因 对手慕容慈怅脸色苍白如指的喊道 人不是我杀的 不是我 慕容欲面色冷明的喊人 取白鼠来测试 小白鼠表示瑟瑟发抖 别害怕 就画一小口子 慕容欲涂刀霍霍像老鼠 骗子 你这糟老头子坏得很 小白鼠瞬间死亡 白鼠的致命伤不是流血 也不是刀伤 而是毒 这刀上有毒 慕容慈恍然大悟 龚俊豪公子 这刀只有你用 那这毒到底是怎么回事 毒 就算是我杀的 我也绝对不会用毒这种下作手段 龚俊豪面如死灰 额头不暖薄汗 王爷 我想到了 我们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慕容慈猛地抓住慕容欲的袖子 龚俊豪的刀都是从刀架上去的 在比武之前 还有候选人唐苍天碰过他的刀 慕容慈吩咐内侍将唐苍天戴上来 慕容慈继续分析 比试用的刀都是一样的 所以即便被调换了也很难发现 如果刀被人碰 很可能唐公子将刀给换成有毒的刀 此时沈志炎攻身禀报 王征致死的毒名为七不香 这种毒无色无味 若溶于人血 可立即避命 且通过尸体状态判断 下毒的时间就在半个时辰内 杀人者无法及时更换衣物 外衣上自然会沾染上七不香 沈志炎继续科普 唐公子你知道七不香吗 慕容于密谋询问 什么七不香 没听过 不过我行得正 坐得端 你们可以搜我的身 若是搜出来 我就以此谢罪 唐苍天说的义正言死 搜身 这可是你说的 以为七不香无色无味 本宫就拿你没办法 天真 慕容慈随后便喊来如意将灵狐抱了 灵狐的鼻子比人灵敏薄了 任何气味都能嗅出了 他将在场的人嗅了嗅 然后突然起身朝唐苍天扑去 尖锐的爪子抓得唐苍天鬼哭狼嚎 这灵狐百毒不清 若是嗅到剧毒之物 会张口吃掉 现在他主动咬你 看来 你身上的确有七不香这剧毒之物 见计划败露的唐苍天瞬间露出猙獰的面目 我杀一人是杀 现在多一人也是杀 你这无能太子留着也只会祸国殃你 就得跟着陪葬 随后他持剑向慕容此次去 而后 啪的一声 一个手刀被慕容玉劈倒在地 唐家敌长子唐行天害怕被拖累 冲上去对着唐苍天就是一顿爆锤 唐苍天反而露出疯狂的笑容 因为树出 从小就被当成狗一样对待 还害死他的母亲 为了报复唐家人 设计陷害王征就是为了累积唐家名誉 今天 我做这一切 就是让你们付出代价 我成为这样 都是拜你们所赐 他笑得一脸疯狂被侍卫拖走 太子殿下 在下想就按键一事 向太子殿下单独询问 唐行天公身请求 慕容宇猛地拉住慕容慈的手 本身询问 你有何事要和太子单独说 让本王爷听听 这 这个 唐行天欲言幼稚 王爷 你也累了 不如歇息吧 还是说 王爷不信我 慕容慈突然转身双手拖着慕容慈的脑袋 本王 没有不信你 你去吧 慕容慈突如其来的清静 让他悄悄张红了耳间 双眼睛亮睛亮的 王爷 关心则乱 吃瓜第一线的沈大人调卡 沈大人 这叫一乱情迷 慕容玉挥着手笑的一脸得意 这个男人为了逃避罪责 敬给女扮男装的太子 送美女与宝石 太子随手捏起一颗宝石倾笑 我与天下公正为伍 贿赂不成的唐行天转身想逃 下一秒 一只四十八马的大脚 直接将他踩翻在地 没有人能逃出本王的掌心 慕容慈 你也是 慕容玉踩着唐行天的脑袋 一脸霸气的宣告 殿下 你是看本王出现脸红啊 好吧 大气不过一秒 剩余的就是不要脸啊 本宫只是因为厌恶唐行天的恶行 情绪激愤罢了 本宫脸红和王也可没什么关系 慕容慈双手还凶 让自己尽量显示出很不屑的样子 是是是 太子殿下说什么本王便姓什么 看着小脸仗红的人 慕容玉轻笑着嘀唬 突然轰隆一声惊雷响彻天际 慕容慈瞬间马爪啊 猛地扑入慕容玉的怀中 太子 莫非你 怕打雷 温香满怀 慕容玉轻笑 不不不 我不是 我没有 别瞎说 紧紧抱着慕容玉 还打着颤的慕容慈不忘为自己辩驳 别怕 本王会一直在你身边 慕容玉拥着他轻声安慰 不知为何 在慕容玉怀中 心里感到慰藉了许多 有这么一刻他是脆弱的 本宫 不需要王爷待在身边 猛然清醒的他用力推开慕容玉 慌乱地冲进雨幕中 贴心的慕容玉撑着衣袖为他遮雨 这一幕似乎在雨中显得很是唯美 难得的独处让慕容玉心情甚好 觉得雨中景色都变得美丽了 据本宫所知 王爷并不喜欢雨天 慕容慈淡淡地询问 因为这雨 太子才能和本王靠得更紧 不是吗 王爷整天说这些 不觉得腻吗 慕容慈满头冷汗 这死男人情话一箩筐一箩筐的 对你 本王永远都不会你 太子殿下 奴婢来迟了 此时 如意撑着伞从远处跑来 慕容慈满是惊喜如意来得如此及时 将他从尴尬的氛围中救出来 太子你在躲王爷吗 如意瞪着大眼睛问 本宫坦荡荡 我这是急着去办公室 慕容慈答得有点心虚 慕容玉盯着如意手中的伞磨光一闪 随手抢过伞 如意 由本王替太子撑伞吧 这样也便利一些 王爷屈尊将贵替我撑伞 真是委屈你了 慕容慈冷冷地挤对他 本王倒是觉得荣幸至极 慕容玉撑着伞 仍旧厚脸皮的一天 如意眼中的两人却是深情明眸 他捂着自己的小嘴 眼睛圆睁 莫非太子殿下对王爷有了别样的情愫 可是 太子殿下真的动心 那就完了 虽然天天磕CP 但担心也是真真的 驸马选拔经过多轮淘汰 龚俊豪与荣蜻蜻胜处 驸马究竟花落谁加油公主二选一 我不选 我的驸马只能是 公主的夫君只能是 台下两位男儿的其中一位 慕容玉打断他的话 一锤定音 王爷 你好狠的心 我恨你 五 一心追逐慕容玉的公主哭晕在台下 公主劳累过度 则瑞在选出最终驸马 来人 扶公主下去休息 慕容玉神情冷淡的吩咐 王爷对公主的心意 其实早就心知肚明了吧 就一直要做一个薄情人 慕容慈捂着小嘴调侃 事到如今 太子竟然还想撮合本王和公主 太子拿本王当笑柄 慕容玉捏着他的下巴怒问 好端端的 这慕容玉怎么还生气了 慕容慈连忙表态 不不不 我可没那么做 王爷想和谁好就和谁好 和本宫无关 慕容慈 本王究竟该拿你怎么办 慕容玉深深叹了一口气 转身离开 见过这么冷情的父亲吗 他掐着自己女儿的脖子 狠的逼迫他女伴男装一辈子 否则没有利用价值则会出去的 驸马选举结束 父皇 其实我早就对王爷 慕容常以为凭老皇帝 对他的喜爱会成全自己 谁料老皇帝直接打断他的话 他选谁 父皇 这两位都是优秀的男 可都不是女儿真心喜欢的人 你身为公主 应该把皇室的尊严放在第一位 皇帝眼神成立 所以 父皇的意思是 要我嫁给不爱的人吗 慕容常满眼难以置信 这个曾疼爱他的父皇 竟然恍固他的幸福 龚俊豪和荣卿廷都是世家大族 联姻之后立于稳步我慕容一脉 朕不管你喜欢谁 你是朕的女儿 是国家的公主 应该以大局为重 他眸光冷沉地探着慕容常 似解释 也似警告 慕容常愤怒地表示 除了王爷谁都不嫁 既然你不选 那朕帮你选 你就嫁给公俊豪吧 皇帝一锤定音 随后转身就走 还不忘吩咐宫人 公主成婚之日前 看好他 让他活着 一众宫女纷纷公身领命 太子 随朕过来原亲宫 朕有要事商谈 老皇帝吩咐 皇上单独叫太子去谈什么 慕容欲满眼疑惑 王爷这般心急做什么 父皇不过是叫本宫过去谈谈心罢 慕容慈不以为意的摆摆手 我不放心你 慕容慈谋光微动 王爷还是多关心自己吧 原亲宫 太子 你还记得朕对你说的话吗 朕要你一心一意做男儿 放弃你是女子的身份 成为太子 你不会忘了吧 老皇帝一改平日慈父的模样 满眼很烈 而臣不敢忘记 慕容慈公身道 所以 你和豫王传出的风流运势 是真的吗 老皇帝勾唇不屑一笑 慕容慈默的真大双眼 连忙表示心中只有家国 别无其他 默然一只大手狠立的掐住他的脖子 此而 你知道 若是无用的东西 那为父只能选择丢掉 老皇帝凑近他的耳边与声音横 你这一辈子都别想恢复女儿身 你现在是属于国家的 老皇帝被过身说得一脸淡漠 而臣 一定会谨遵父皇的教课 成为优秀的太子 而臣先告退 他告诉自己现在还不是时候 得继续忍耐 公主大婚之日 那是来报公主逃婚 老皇帝怒不可恶 下旨太子和驸马龚俊豪将公主找回 即刻完婚 龚俊豪 你对公主跑掉一事 怎么看 慕容辞转身询问父母 龚俊豪很是淡然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下官已经看淡 决定接受公家安排的命运 而公主逃跑的原因 大概是心有所属 可出身于世家贵族 又有几个人 能真正和心爱之人厮守终生吗 慕容辞突然心有所感 一如自己 也在局中身不由己 女儿之身却要背负男儿的使命 若秦来报 据搜查 公主前一晚借过那是粗麻布男装 慕容辞听文杨淳一笑 我知道公主现在在何处 驸马请随我一起来 凤凰楼前 一身粗麻布男装的慕容长满眼愤恨 既然我不能嫁给王爷 那我就去凤凰楼里找几个美男子快物 哟 这是谁 长得真俊呢 裴佩言 醉酒的男人看着青丽的慕容长眼貌红光 放开我 你放肆 慕容长愤怒地甩开男人的手 男人却嘟着嘴轻声而上 这人我看中了 钱给你 人给我 突然一只金元宝出现在眼前 男人拿着金元宝 他辣子都要留出来 你为什么要来救我 真让我恶心 慕容长恨毒了慕容辞 我不管你有不恶心 但你 必须遵照圣旨 完婚 慕容辞拽着他的手就走 谁料慕容长一口咬在慕容辞的手臂上 随后从身上掏出一把匕首 架在自己的脖子上 表示如果要带他回宫就死给他 慕容辞一个猛冲上去 地长将慕容长披晕 随后吩咐驸马将人带回完婚 太子 太子 突然一阵急呼传来 一男人浑身是血的跪倒在他跟前 君弃坚 出事了 你是 君弃坚主是周怀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不待他说完 周怀咚得一声扬倒在地 料无声息 这个男人留下一句 君弃坚出事了 而后倒地身亡 慕容辞一脸懵圈 出什么事了 慕容辞上前查看后表示 周怀腹部中刀 但致命的是 被人用梅花镖割喉毙命 为什么会有人要对君弃坚主 视通下杀手呢 慕容辞脱腮沉思 或许是 有人不想让我们知道君弃坚的秘密 慕容辞单手放唇颠 吹出一声口哨 一匹骏马急驰而来 突然慕容辞从身后揽上慕容辞的小妖 你 你要做什么 慕容辞惊呼出声 不待他再做反应 已经被慕容辞抱上马背 骏马风是电车般急驰出去 慕容辞被这狗男人的操作 老妖都要扭得嘎崩萃了 君弃监管辖官员 王涛见二人来访公身行李 本王按照皇上的意思 特来视察 摄政王的气场全开 一脸冷力 慕容辞扭着嘎崩萃的小妖 跟着慕容辱往里走 太子殿下 你是不是腰不舒服 王涛好奇的出声询问 太子殿下刚与本王进行了酣畅淋漓之事 身体不适 请王大人见谅 慕容辞揽着慕容辞的肩膀 说得煞有其事 王涛瞬间脑补出付费章节 才能看的画面 那不如 下官另寻一个屋子 二位继续 他捂着小嘴问的一脸围索 慕容辞双眸眉成了弯月 不住的点头说好 慕容辞被这两不要脸的货 气得额头轻惊直跳 是不是要将400米大刀 升级成800米 太子殿下和王爷过来找下官 是要问周怀的事吧 王涛主动倒破他们的来意 这王涛好像知道什么 等他详细说说 随后王涛表示周怀耿直老师 这些年为军器间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 但是却很好赌 一个月前他输给毒管三百两银子 因怕媳妇知道 便哭求他们帮忙 他们几位便凑足了银两给周怀 结果周怀抱着银子离开后就没了音讯 也就是说 周怀离开军器间之后 就被人杀死了 慕容辞宁谋道 王涛擦了擦眼角 那用尽了吃奶力气 才挤出来的一滴鳄鱼眼泪 如果我当时能拦下他 或许他就不会死了 随后一脸诚恳的请求太子 看在周怀多年劳苦的份上 不要公开他是赌的事 慕容辞满口答应会从长计议 不会声张 慕容辉却勾唇一笑 我们可不像有的人 有诋毁死人名誉这种体号 王涛文言满头冷汗尴尬的点头英式 慕容辉转身拉起慕容辞的手 食指向口 本王和太子还需要去兵器制造的器物间查看 还麻烦王大人带路了 灯泡人王涛一脸八卦 这太子和王涛莫非真如传言那样 勾搭在一起吗 慕容辞看着拽着他的狗爪子 小脸仗红 慕容辉 还不放手 你有断绣之品 我可没有 谁料慕容辉牵起他的手 巴基一下钦在他的手背 他瞬间被惊得天雷滚滚 慕容辉却一脸正惊的表示 这样才能迷惑王涛 以为他们俩是借口查案来私会的 慕容辞觉得他就是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占他小便宜 但是他没有证据 刑至一半 慕容辉突然开口表示想去账房瞧瞧 王涛堂塞的表示账房前几天失误 账目损毁不少 房子破损严重 账目还在修复 为了方便审阅 建议三日后再来 慕容辉一手拍在他肩膀上 今日是今日必 毕竟 怕有居心叵测的人销毁证据呢 都说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那撒娇的男人见过吗 太子殿下想说撒娇的男人 四百米大刀伺候可好 军器监主是周怀之死 让慕容辞怀疑有人倒败军器 同慕容辉二人至军器监审查账 王涛以各种理由推脱 甚至想以蒙蔽女子的美人图收莫慕容辉 结果慕容辉不为所动 话中美人虽美但终究是假 本王只在乎眼前真美 突然被揽入怀中的慕容辉一脸猛圈 说话就说话 不要我干嘛 随后慕容辉将话一人 慕指王涛 你自作聪明献话 实则暗中拉本王上你的贼准 真当本王是看不穿你的把戏 王涛吓得立马跪地求饶表示并无辞 好啊 无论行贿与否 你都不得继续干涉本王和太子查账 慕容辉拥着慕容辉走入账房 跪地的王涛在他们身后露出不屑一笑 王爷和太子请随意 慕容辉紧握慕容辉的手 太子 这账房黑 握着本王的手 你就不会怕 王爷 时间紧迫 查看账本要紧 别做多余的事 慕容辉一脸无力吐槽的表情 太子你好无情哦 撒娇的男人 慕容辉额头晶晶直跳 就想捶死他 怎么破 本宫自然是比不过王爷多情 毕竟 举国上下千万女子皆为王爷倾倒 那些女子与本王和太 本王只想倾倒于一人脚下 慕容辉表示狗男人太不要你 对不过 树不奋托 再见 真以为能查出什么吗 背后的王涛轮眼盯着两个 账目没有问题 物品之用也都详细清晰 太过完美到不正常 慕容辉身性其中必定有被掩藏的异常 这个架子怎么这么高 拿不到 一个不身又一次摔入慕容辉怀中 探着警告自己的脑 慕容辉 该松手了吧 我没事了 你为何要躲本王 慕容辉轻声在他耳边轻问 难道还怕本王 在这里对你做什么吗 耳边温热的气息 撩得慕容辉小脸通红 当然 本王要是真想做什么 太子你也逃不掉 他挨着慕容辉的肩膀蹭了蹭 狗男人又耍流氓 我要反击 反击慕容辉脑中的笑 已经开始揭端起义了 只要你比别人更不要了 并能出其至少 突然觉得好友到了 他都想给自己点个赞了 若真要发生什么 事先声明 本公绝不会负责 本王不要太子负责 只要本王对你负责就行 慕容辉继续小狗一样蹭着他的肩膀 慕容辉 居然敢反将我一军 我是不会输给他的 内心的小人咬着小手帕给自己打起 随后他转过身 用力拽着他的衣领 拿出一副土匪下山的架势 王爷 这件事可是你吃亏 因为你叫破喉咙也没有人会来救 就算有人来了 草包太子轻薄王爷这种事 没人会相信的 谁料慕容辉直接扯着自己的上衣 被太子这样的美人轻薄 那可是人间一大幸事 需要本王自行把衣物给退去 让太子方便些轻薄本王吗 慕容辉扯开自己的衣裳 一副任君采袭的样子 不知廉耻 别说话 把衣服好好穿着 慕容辞瞬间绷不住 老毕当 撩不过呀 本王只会在殿下你的面前 这般难以克制自己 慕容辉牵起他的衣 而后放在唇边轻轻落下一衣 慕容辞如被封折了般缩回衣 内心咆哮着 不行 不能认输 王爷把手伸过来 随后拉起慕容辉的手就来上一口 看着上面整齐了一排牙齿衣 笑得眉眼弯弯 嘿嘿 李尚网完 终于掰回一局 慕容辉看着眼前的人 笑得一脸你母样 今天太子这般主动 竟让本王觉得越发可爱了 都说撒娇的女人最好逼 那撒娇的男人见过吗 太子殿下想说撒娇的男人 四百米大刀伺候可好 君弃监主是周怀之死 让慕容辞怀疑有人倒败君弃 同慕容辉二人至君弃监查账 王涛以各种理由推脱 甚至想以蒙面女子的美容图收 某慕容辉 结果慕容辉不为所动 画中美人虽美但中就是假 本王只在乎眼前真美 突然被揽入怀中的慕容辉一脸猛圈 说话就说话 要我干嘛 随后慕容辉将画一转 录制王涛 你自作聪明献化 实则暗中拉本王上你的贼准 真当本王是看不穿你的把戏 王涛吓得立马跪地求饶表示并无辞 好啊 无论行贿与否 你都不得继续干涉本王和太子查账 慕容辉拥着慕容辉走入帐房 跪地的王涛在他们身后露出不屑一笑 王爷和太子请随意 慕容辉紧握慕容辉的手 太子 这帐房黑 握着本王的手 你就不会跑 王爷 时间紧迫 查看账本要紧 别做多余的事 慕容辉一脸无力吐槽的表情 太子你好无情哦 撒娇的男人 慕容辉额头轻轻直跳 就想吹死他 怎么破 本宫自然是比不过王爷多情 毕竟 举国上下千万女子皆为王爷倾倒 那些女子与本王合担 本王只想倾倒于一人调进 慕容辉表示狗男人太不要你 这不过 树不奋扑 再见 真以为能查出什么呢 背后的王涛轮眼盯着仰 账目没有问题 物品之用也都详细清晰 太过完美到不正常 慕容辉身性其中必定有被掩藏的异常 这个架子怎么这么高 拿不到 一个不身又一次摔入慕容辉怀中 看着警告自己的忙 慕容辉 该松手了吧 我没事了 你为何要夺本王 慕容辉亲身在他耳边轻问 难道还怕本王 在这里对你做什么吗 耳边温热的气息 撩得慕容辉小脸通红 当然 本王要是真想做什么 太子你也逃不掉 他挨着慕容辉的肩膀蹭了蹭 狗男人又耍流氓 我要反击 反击 慕容辉脑中的笑 已经开始揭端起意了 只要你比别人更不要你 并能出其至少 突然觉得好友到了 他都想给自己点个赞 若真要发生什么 事先生命 本宫绝不会素质 本王不要太子素质 只要本王对你负责就行 慕容辉继续小狗一样蹭着他的肩膀 慕容辉 居然敢反将我一军 我是不会输给他的 内心的小人咬着小手帕给自己摆起 随后他转过身 用力拽着他的衣领 拿出一副土匪下山的架势 王爷 这件事可是你吃亏 因为你叫破喉咙也没有人会来救 就算有人来了 草包太子轻薄王爷这种事 没人会相信你 谁料慕容辉直接扯着自己的上衣 被太子这样的美人倾毒 那可是人间一大幸事 需要本王自行把衣物给退去 让太子方便些轻薄本王吗 慕容辉扯开自己的衣裳 一副任君彩席的样子 不知廉耻 别说话 把衣服好好穿着 慕容辉瞬间绷不住 老逼当 撩不过呀 本王只会在殿下你的面前 这般难以克制自己 慕容辉牵起他的衣 而后放在唇边轻轻落下一衣 慕容辉如被风折了般缩回手 内心咆哮着 不行 不能认输 王爷把手伸过来 随后拉起慕容辉的手就来上一口 看着上面整齐了一排牙齿印 笑得眉眼弯弯 嘿嘿 比上往来 终于掰回一局 慕容辉看着眼前的人 笑得一脸一模一样 今天太子这般主动 竟让本王觉得越发可爱了 这个冷酷狠辣的男人 栽得彻彻底底 面对女扮男装的太子 他已经沦陷至深 多次舍命相救 掰不直了 周怀之死让太子心生疑惑 前去调查军器间核查账本 却并未发现任何破绽 太过完美反而凸显出异常 从而推测出 有人私下贩卖兵器 谋取大量的钱财 两人一口同声地道出各自想法 太子殿下 你和本王果然心有灵犀 不如我们进一步交流 慕容辉捏着慕容辞的下巴 笑得一脸邪魅 进一步交流 怎么觉得这狗男人话里有话呢 难道是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 那些不可细说的画面 不 学不是我想的那样 我不会让慕容辉再碰我 他被自己的猜想下了一个机灵 五十三刻 本王还想与太子 商议商议近期发生有趣的事 慕容辉拦着他的肩膀一脸暧昧 本宫不感兴趣 王爷别妄下断言 他立马表态 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慕容辉轻捏他的下巴缓缓地靠近 慕容辉伸手将他推开 本宫必须要说一件事 以后 你我二人还是输远些吧 他害怕太靠近了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好 本王决定以后不再纠缠太子 慕容辉谋光安了安 似乎有难以抑制的情绪要喷过而出 慕容辉 人都是有忍耐的极限的 本王有些累了 随后慕容辉转身离开 看着离开的男人 他会更加纠缠黏人 脑子回放着男人曾经黏人的记忆 我 我不要想他了 他捂着自己的脑袋使劲晃了晃 太奇怪了 慕容辉不再纠缠本来是件开心事 可是心口为什么这么难受 他捂着被自己晃晕的脑袋很是迷糊 东宫 殿下 明回宫后 就一直心神不明 难道是因为王爷 若秦忍不住开口询问 可他没关系 慕容辉按住内心的烦躁打道 随后他从若秦的禀告中 得知王涛鬼鬼祟祟出入杂物间 决定入杂物间寻找真的帐门 军器间 独自夜探军器间的慕容辉看了看安静的四周 松了一口气 白担心了 军器间夜晚居然没有侍卫看守 突然一阵疯狂的狗叫声传来 瞬间吸引了一堆的侍卫 慕容辉暗叫不妙 只能冲进杂物间躲避 不想 推开门 脚下便传来咔嚓一声响 瞬间跌入一个满是尖刺的机关里 逃无可逃 他闭上眼 难道就要死在这里了吗 慕容辉 身后传来一声惊呼声 随后被揽入一个熟悉的怀抱 慕容辉 本王让你活着 听到没 夹杂着紧张 恐惧的怒吓传来 王爷 望着眼前的男人慕容辉愣住 没想到他会出现在这里 慕容辉 你怎么了 快醒醒 躺在地上的男人伤痕累累 一动不动 看着沾满鲜血的双手 他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情绪 眼泪从眼眶溢出 慕容辉 你不能就这么死 你快醒来 只有我能杀了你 他伸手轻轻抚摸男人英俊的脸颊 我还有很多事没对你说 我还有话要问你 你不想负责吗 你 你若是死了 你这辈子都别想找到画上的那名女子 这个女孩以为心上的人要死了 对着她就是一顿泪流满面的情感输出 结果下一秒男人瞬间满血复活 尬的女孩想再次将她捶死 慕容辉 看着为了救她陷入昏迷的男人 难过的嚎啕大哭 太子殿下 快松开本王 本王被你压得喘不过气了 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你在逗我呢 装死浪费我的表情吗 慕容辉庆幸之余又有些恼怒 一双水眸还溢着泪水 你这恶然 命沉 流氓 不待他骂完发泄内心的恐惧与愤怒 温热的唇已经附了上来 别气了 好不好 本王还好好活着 别怕 慕容辉将他紧紧的拥入怀中 本宫才不会怕 眼眶还溢着泪花的太子一如既往的嘴 嘶的一声痛呼吸引了慕容辉的注意 你伤在哪儿了 快点把衣服脱了我看看 他焦急的起身 爱话不说就将慕容辉的上衣给包了 看着男人身上的伤口 忍不住一声惊呼 好深的口子 慕容辉再次揽住他安慰 这都是小伤 保护你才是最重要的 闭嘴 慕容辉一声怒喝制止这狗男人的撩搏 随后从自己的身上扯下外套 你 你脱衣服做什么 慕容辉一脸懵圈的看着他的举动 太子殿下 语语之事还是回去再做吧 这里太脏了 别急着脱衣服 男人密谋都要笑出一朵花了 本宫只是撕下衣服帮你包扎伤口 慕容辉小脸胀红 面对这狗男人动不动就开八百码的车子 表示想抽刀断玉怎么办 原来只是包扎骂 慕容辉一气似乎深感遗憾 慕容辉背弃的额头轻轻直跳 不然你以为是什么 本王以为慕容辉只起他的手 笑得一脸明媚 太子殿下是爱我才会这般疼惜我的 你是不是不想要命 身上的伤口不疼了吗 慕容辞气的伸手在他的伤口往死里按 死 疼 突然杂物间的烛光熄灭 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火光了 不待慕容辉发出惊呼 身体瞬间被束缚进一个有力的怀抱 未尽的雨声淹没在满是情意的温里面 他似乎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 他猛回过神将男人推开 你放开 你还有伤 殿下这个时候还在担心我的伤 你果然是心悦我的 慕容辉一脸痴馋的看着他 被戳破心事的慕容辞恼羞成怒 抬脚就往慕容辉的脚背剁去 让你闷 让你骚 让你瞎叨叨 疼 慕容辉直呼疼 还不忘骚话连天 殿下 本王一时情不自禁 没忍住 在这种地方发什么疯 慕容辞小脸羞红的怒合 突然慕容辉伸手拉住他的衣服 将他扯入自己的怀中 我是发疯了 我疯了才会爱上你 他的眸光深邃 有着势在必得的偏执 此时 慕容辞的脑中突然闪现老皇帝的训斥 你一辈子都只能听从我的命 扮演太子 必须为国家奉献自己 是的 他属于国家 根本不配拥有爱情 他眸光闪了闪道 王爷 想必对很多美丽女子说过同样的话 王爷要玩的话 不如我推荐几个美人 不待他说完 慕容辉脸色寒沉的打扮他 你就这么希望本王和别人亲密 王爷若能逆得真爱 本宫也会祝福 慕容辞转身道 四在回复他 也四在告诫自己 有些情感他骗不了自己 但只能掩藏 谁料慕容辉发挥狗皮高药的特性 伸手将他揽入怀中 慈儿 你肯定隐瞒着我什么事 慕容辞被他如此亲密的称呼给惊到 本宫不允许你这样叫我的名字 小脸仗红 带着一阵修脑的小表情 更加撩动慕容辉的心血 没事 你不说 我一定会自己查出来 慕容辞表示对付这种流言不尽的男人 咱还是缺乏经验呀 对了 还有一事 慕容辉突然凝谋一本正经的道 本王之前不慎碰到太子殿下的胸口 和寻常男子不太一样 本王猜测是太子天赋异比 所以胸口才会这般柔软 慕容辞文言顿势如炸毛的猫一般 双手握拳护在胸前咆哮道 流氓 慕容辉大流氓 那 那是本宫长期生病 属于锻炼 胸口肌肉不太结实 这个男人笑颜女孩胸口柔软 是因为天赋异比 女扮男装的太子文言如炸毛的猫 这两个人出生 有人来了 只见两名侍卫走进房间 抱着桌上的账本离开 他们未曾注意账本掉落在地 那两个人看来不是毁尸灭迹的 本宫可不想和王爷死在这种地方 慕容辞嫌弃地将黏在他身上的男人推开 本王倒是想和心爱的人同生共死 一如既往的不要脸 可可 去看看刚才掉下来的东西 慕容辞小脸胀红 握全虚可地转移话题 这狗男人动不动就深情表白 惹不起 二人捡起地上的账本 却不曾看出账本的蹊跷 内容不全 损毁严重 无法作为周怀被军器兼谋杀的证据 我们得离开这里 慕容辞到 机关内壁被涂上了湿滑的蜡油 无法上去 他推了推机关的门 似乎有松动 用力一按 哄了一声 一条密道出现在他们眼前 慕容辞正要抬脚进入 却被慕容辞制止 不行 太危险了 你不能走在本王前面 我不能涉险 那王爷就可以舍身犯险了 慕容辞张口反驳 还请太子保重自己的性命 让本王保护你 慕容辞攻身请求 随后索性拉着慕容辞的手一同进入腻道 你只能死在本宫手上 现在你要好好活着 慕容辞拽着慕容辞的手 恶狠狠地扔下一句话 脸颊却出现两团可疑的红韵 此而 本王越来越觉得你可爱 慕容辞的一颗老心脏揉得撕一尺春水 王爷这些话 留给你今后要取的王妃说吧 慕容辞问声问气地答道 这狗男人一天到晚情话连篇 看着就不像好人 你的糟糕头子坏得很 殿下 本王现在在想什么 你想知道吗 本王想着 要是这密道再长一点就好了 这样 本王就能牵着太子你的手 和你单独待在一起了 慕容辞内心一阵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慕容辞的话 心口有点难受 不久眼前两条一模一样的岔路 出现在他们面前 选左边还是右边呢 慕容辞一通思考后伸手指了指 我选择右边的路 自古就有男左女右的区分 殿下还是要选右边吗 慕容辞问得煞有其事 他在试探我 慕容辞您谋猜测 或许 我此生都无法做回真正的自己了 王爷 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大不了就是一死 他坚持自己的选择 此而不要怕 本王和你一起共赴皇权 慕容辞牵起他的手 眸光忧深 不许这么叫我 还有 我要活着离开这里 慕容辞被他的称呼惊得毛骨悚然 感觉每天都在想捶死他的边缘来回事 好 本王助你 慕容辞双手拖着他的脸蛋 一脸认真 慕容辞瞬间羞红了耳间 牵着男人的大掌 食指向扣 掌心好暖 突然想让这条路 再长一点 再长一点 他小脸通红的撇了撇旁边的男人 殿下偷看本王 是心动了吗 两道视线相遇 慕容辞眉眼笑弯成了月亮 没有 偷看被当场抓包的慕容辞迅速转头 恶狠狠的回答 通红的小脸却让人无法忽视 突然慕容辞眸光一鸣 小心有案件 猛的将慕容辞抱入怀中扑倒在地 好险躲过一波案件 路到头 前面是死路 慕容辞摸得睁大双眼 这里是死路 或许这就是命吧 他瞬间情绪爆发 满心都是绝望 一滴泪水滑落脸颊 从小我要假扮男孩 哪怕我疼了 害怕了 我都不能哭 直到我死去 我都必须是太子而不是公主 这就是一条死路 沉浸在悲伤里的慕容辞满心灰暗 突然他被慕容辞扑倒在地 本王绝不认命 你放开我 慕容辞你发什么疯 我是男子 你我不能 慕容辞此时哪还有控管什么忧伤 简直要给狗男人给吓死了 是男是女又如何 本王只要你 慕容辞满眼的疯狂 突如其来的吻像暴风雨般让他措手不及 他的脑中一片空白 忘了思考 也不想思考 啪的一声 一块落石 惊醒了沉迷其中的慕容辞 他猛地推开慕容辞 满脸惊喜 落石 这个密道难道要疼 余下慕容辞握拳长叹 天宫不作美 又错失一个如此美好的机会 冷酷狠辣的摄政王扑倒太子 二话不说就要贴贴 付费章节的画面即将展开 谁料 爱的拐角落石头 慕容辞一脸兴奋地将身前的男人一把推开 石头掉落 露出一道缝隙出来 只留摄政王独自内伤 就差那么一丢丢眼前的人就要属于他了 殿下你先过去吧 慕容辞看着石颂柔声道 劫后余生的幸福让慕容辞笑得眉眼弯弯 好的 王爷你接着跟过来 他走进石凤 石凤狭小的让他快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该减肥了 使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出来 殿下 本王还想留下来调查密道的其他秘密 你先走吧 慕容辞隔着石凤喊道 巴着石凤的慕容辞现实错了 而后一阵的恼怒 王爷 你以为你能欺骗本宫吗 缝隙狭窄 你过不来 你以为我没发现吗 你想骗我走 然后你自己死在里面 慕容辞迷了迷蒙 太子果然绝顶聪明 本王瞒不住你 如果强行将石头缝隙用功力哄涛 这密道就会坍塌 你我二人都会被掩埋死在这废墟里 慕容辞举其手上的石头 满脸坚定 王爷 我会用手中的石头带你出来 你别做傻事 慕容辞满眼担忧 他只想要眼前的人平平安安 王爷 看我现在就把这石凤凿开 慕容辞看着里面的人双眼惊亮 顺着这石头裂缝 慕容辞忍不住感叹真是个宝藏的 王爷 看来你今天不能死在里面 慕容辞眸光璀璨 瞧那骄傲的小表情 真奈斯 都忍不住为自己这小机灵点个赞 脏过石凤的慕容辞猛然将他揽入怀中 害羞的慕容辞无力吐槽 这狗男人动不动就抱人都成习惯了 让本王抱一会儿 就一会儿 慕容辞懒着怀中的人才感觉到安心 罢了 就可怜他一小会儿 慕容辞头一次懒着男人给予了回应 此二 你救了本王的性命 看来 本王得以身相许 慕容辞轻拂他耳边的发丝 慕容辞瞬间小脸胀红 慌乱地推开黏着他身上的男人 不不不用 王爷还是许给自己今后的王妃 本王的王妃 眼在天边 近在眼前 慕容辞食指轻点眼前人的鼻子轻笑 王爷若真是和男子成亲 许男妃 并会被人指指点点 为人所不耻 哪怕被天下人耻笑 本王都不在乎 只要你愿意 本王会为你踏平一切子 可是我一辈子 都只能是父皇的肚 慕容辞看着眼前 让他心神一动的门 内心满是酸涩 这就是所谓的爱而不得了 风太大 刚才王爷说的 我都没有听清楚 他转身装个不以为意的样子 殿下 你为什么总要自欺欺人 本王的心 你当真看不见吗 一向冷酷的摄政王感到一阵无力 王爷 你之前率领将士上战场守卫边疆 虽打胜仗 但也伤亡惨重了 数万将士马格古尸 尸骨难回 慕容玉魔光忧尘 哪怕知道要死 但士兵也还是奔赴战场 不是吗 这世间 总有不得不做的事情 要保护什么就得失去什么 撕 好疼 手指的疼痛打断了他的感慨 你的手 是刚才砸墙弄伤了吗 慕容玉心疼的直起他的手 含入口中 慕容辞尽的大呼 你疯了 多脏啊 只要关乎到你 本王就没办法冷静 所以 太子你要守护的是什么 失去的又是什么呢 他只想知道是什么横跟在他们之间 让他自始至终都躲着他的情感 没有 本宫锦衣玉时 还能失去什么 慕容辞赶紧为自己辩解 他怕男人深究这个问题转身就走 同时还不忘安慰自己 男人什么的 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 慕容玉看着眼前的人 双眸忧深 有着偏执的情深 本王定会查出你隐藏的事情 见过这么憋屈的刺客吗 行刺才刚展开就被捶得眼冒惊心 满头大包 对方竟还能拟来我往的闲聊 简直不要太鄙视刺客的专业性 为追查军期间的异常 太子及摄政王爷探军期间 跌入机关的二人最终发现账本的密码 原来账本被人涂了药水 浴火会显出真的字迹且不会烧火 终于找到证据还来不及高兴 又迎来了杀人灭口的刺杀 力道传来嘻嘻索索的声音 听脚步声有十几人 慕容玉眸光冷沉 表示让慕容辞先行离开 由他断后 不待他细说一群刺客挥刀砍 他一掌将慕容辞推开 让他赶紧离开 慕容玉 你和我一起走 慕容辞却不愿单独离开 你快走 本王随后就跟上 刺客持刀很力地朝他砍去 他一个悬身甩去一个四十八码的大脚印 还不忘回头朝慕容辞喊道 放心 本王一定会活着去找你 只听嗖的一声又一刀从他的背后劈来 慕容辞不禁睁眸 小心后面 随后将手上的一块石头朝刺客砸去 叫你偷袭 是我一记石头 再看被他砸的刺客脸肿的跟馒头一样 他双眼冒着星光 经不住要开始崇拜自己了 我太厉害了 竟然砸中了 狗了那么久的小脾气 瞬间因为手战告捷热血沸腾起来 下一个 来个降龙十八掌 又狗蛋 哎呦呦 突然觉得自己狠行了 简直不要太兴奋 慕容辞随手捡起个大石头就朝脚下的刺客砸去 哐哐哐地将刺客砸的眼冒精心 包笔头大了 女汉子辞 嘴里还不忘骂骂咧咧 慕容辞 别以为你又可以骗我 这些黑衣人武功招式狠 王爷你带伤 绝对会被他们磨死的 殿下 你为什么这么聪明呢 慕容辞一句又勾拳砸向一刺客 大家不影响聊天 妥妥的 刺客表示能不能专业点 请尊重下我们的刺杀 总之 我绝不会让你逞英雄 慕容辞抱着脑袋 一个下蹲躲不回来的大刀 两人被靠背 面对四周的刺客 慕容辞宁谋 殿下 你没受伤吧 慕容辞眼眸轻飘 说不出的得意 王爷 你看我像受伤的样子 突然一串奇异的笛声传来 是撤退的笛声 瞬间一群刺客 跟被狗撵了似的消失在他们眼前 他以为是什么高级断位的刺客 原来是一群倔强青铜 站得热血沸腾的慕容辞大喊一声站住 扔圆了脚就要追上去 再杀他的五百回合 慕容辞赶紧拉住他的手臂制止 穷扣墨锥 以防他们再次启动机关 走出密道竟是一片荒郊野地 今夜贸然回去太危险 殿下不如和本王一起在此露宿一晚吧 慕容辞一本正经的提议 冷吗 他整着双手问得很是轻柔 又不是寒冬 并不觉得冷 慕容辞双手抱息 望着夜空淡淡的达到 突然慕容辞坐起身 双手还住他的脖子 生火会暴露位置 就由本王的怀抱来替殿下取暖吧 灼热的气息喷洒在脖子上 慕容辞心头猛跳 你快放开 不放 殿下你动坏了 本王可担不起这嘴 一如既往的无赖家不要脸 圆月当空 夜色清冷却异常美丽 看着睡着在他怀里的人慕容辉满眼柔情 清晨的暖风吹过 慕容辞没地睁开双眼 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在慕容辉的怀中 睡得如此安稳 映入眼帘的俊美脸旁 让他的小脸悄悄战虎 心里还不忘底 狗男人也就睡觉的时候安分点 这睫毛这般现场 能迷倒不少女子吧 随后他回过神 拖着自己的脸颊疯狂摇头 我想这个做什么 他能迷惑谁 与我不相干 正在他自我清理的时候 男人拖着自己的脑袋 睁开了璀璨的心眸 殿下 昨夜睡得可好 慕容辞羞窘的都不敢回头 昨夜做了噩梦 似被一只猛兽压的喘不过气来 那是本王粗鲁了 弄疼太子了 慕容辉似笑非笑浅浅低语 闻言慕容辞瞬间羞愤的脸颊爆红 难道真的那啥那啥吗 他指着慕容辉怒喝 你你你竟然非离本宫 一场惊心谋划的刺杀 一夜意料之外的情缘 女扮男装的太子及权倾天下的摄政王 开始了一场命运的纠葛 慕容辞作为父亲稳固朝政的妻子 被勒令一辈子只能以太子的身份活着 摄政王的颈椎不舍 让他无力招架却又无法回忆 逃出机关的两人在郊外度过 相拥而眠的一夜 一觉醒来的慕容辞荒的一批 慕容辉忍不住伸手轻捏他的小脸蛋 你我只是拥抱互相取暖罢 慕容辞心里松了一口气 同时又有些羞恼 王爷非要留本宫一睡 怕是别有企图吧 慕容辉从身后拦住他 轻身在他的耳旁轻说 猜对了 本王是有企图 本王无数次想着与殿下缠绵 但殿下不肯 那本王不会勉强你 他惊慌失措地将男人推开 气恼的童云飞上双塞 恨恨地瞪他一眼便转身离开 殿下 本王提醒一句 请你不要当世人是傻子 但本王 愿意为了你成为一个傻子 璀璨日光里 他邪气地微笑愈老明媚 这狗男人越来越可恶 调戏 轻薄 强吻 各种伎俩轮番上阵 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 或许他所说的所做的 都是一个局 他正在私存间 突然脚踝呼的一通 一条猙獰的蛇从眼前快速溜走 慕容辉立刻解下他的邪外 玉白的脚踝处赫然有蛇咬的伤口 得尽快处理 否则 剧毒蔓延全身就晚了 王爷 把我的脚给砍掉吧 慕容辞拽着慕容玉的衣领道 你疯了 你为何对自己这般狠毒 王爷 控制毒素扩散 只能这样做 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不 还有法子 我替你吸毒 说完便俯身为他吸毒 慕容辞顿时大惊失色 不可 这毒蛇不知品种 万一连累王爷也中毒 那我可就成千古罪人了 慕容玉抬头满眼坚定 做你死了 本王绝不毒火 慕容辞愣愣地看着他 他这么平时为什么 他的生与死 他就这么看重吗 看着慕容玉吸出的血液 他不禁暗嘴 这血液色泽鲜艳 如果真有毒 颜色应该呈现暗红色 莫非 慕容玉早就知道没有毒 此即此 他怒不可恶地伸手 扯住慕容玉的脸颊怒喝 你耍我 细经慕容玉表示自己比痘蛾还冤 算了 本宫现在就要回宫 还有要事得处理 他狠狠地磨了磨后草牙 站起身抬脚就走 不料久坐脚马 接着就是控制不住地往前摔去 一如既往 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还是那个熟悉的怀抱 蛇虽没毒 但殿下也被咬伤了不宜走动 请殿下爱惜自己 不要任性 若殿下出了什么闪失 本王会心疼的 慕容辞被他的目光烫倒了 血塞一红 这狗男人总是这样说昏话 莫然慕容玉抓着他的手将他背起 殿下抓稳了 本王不会放手 趴在他背上的慕容辞心跳入骨 那你先不回东宫 本宫要见一个人 好 殿下去哪 我去哪 低沉浑厚的声音也有所指 这一个小主是奉路四十两白银 却能够买得起别墅 取得小切是赎金都要三千两黄金的亮眉 慕容玉双手还凶笑问 那仅凭四十两的奉路 许主是怎么会有买心房和取妾的钱 按你这个奉路得存个几百年吧 除非 你私下贩卖国家重要兵器 谋取暴力 被一语戳中要点的徐管氏下的连忙跪地求饶 招供贩卖兵器的是军器间的王大人 他从中获得两万两黄金的封口费 具体的购买方一概不知 后眼泪汪汪的表示家中上有老母 求放过 这个时候用老母亲做开拓 真是个孝子呢 慕容辞怒不可恶的抬手给了他一拳 慕容玉拎着徐管氏的后脖领 殿下 该怎么处置这人呢 慕容辞无奈服了 当然是放了 总之现在不能抓他 会打草惊蛇 慕容玉调笑那我真的放了 慕容辞额头轻轻直跳 不放还能煮了吃吗 慕容玉趴鸡将徐管氏扔在地上 怕被煮了的徐管氏甩下一句感谢的话 马流逃命去了 那些兵器到底卖给了谁 慕容辞暗自私策 下一秒被男人拥入怀中 不用担心 放走的人 我都可以抓回来 慕容辞莫的小脸杖红从他怀里退开 王爷还真是自信 呵呵当然 接下来继续调查王大人 看 有趣的是 这就来了 一只信鸽停落在他的手上 解下信鸽脚上的纸条表示 通过派人调查 发现王大人经常去玲瓏轩 玲瓏轩是城内著名的玉器阁 专供优质玉器 那王大人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里 来贩卖国家的兵器的 慕容辞分析 慕容玉伸手牵住他的手 殿下 随本王一起去玲瓏轩探探吧 探是必须要探的 但是你为什么又抓我的手 此行肯定路途凶际 本王必须保护殿下的安全 慕容玉一本正经的给了他一个合理的借口 本宫实在不想和他理论 还是办案要紧 慕容辞小脸透红的自我安慰 庄大人的府邸 庄夫人及孩子正呼的撕心裂肺 慕容辞经问公布侍郎庄大人因何而死 庄夫人眼面流泪 大夫说是中毒而死 慕容辞伸手递过一手怕 请夫人解爱 不过 庄大人死前有什么异常吗 他当娶我过门那会儿 身子骨可硬朗啊 可不知何时喜欢上了抽大烟 自那之后就开始哭售 庄大人有去过玲珑轩吗 慕容辞开口询问 有 他经常去 说是喜欢玉器 可是我从没见他买过玉配或玉张魂 倒是像买了什么膏药 草药之类的 也不告诉我 庄夫人仔细回忆后答道 殿下 玲珑轩还能卖珍贵药材 难道和王大人癖好一样 慕容辞转身询问慕容辞 看来这玲珑轩大有问题 公布侍郎突然暴毙家中 太子通过其近期的刑警 猜测其死亡可能跟玲珑轩有关 正当他疑惑之际 沈志炎带兵出现 慕容辞很是惊喜 沈大人怎么来了 而一向冷力的摄政王却如临大敌 摆出一副护载的姿势 似乎在他眼中看谁都想请敌 谁料沈志炎并未夺作回应 庄夫人 大理寺断定庄大人死得过于蹊跷 需要验尸后才能下葬 庄夫人听闻顿时泪流满面 怒吓他是在亵渎他的丈夫 沈志炎一声令下 侍卫开关验尸 尸体检查结束后 走出大厅的沈志炎笑得一脸春风 太子殿下你是在等我 大醋刚慕容玉瞬间炸锚 张开双手护在慕容辞身前 沈大人 请注意你的措辞 被他的幼稚行为 气得额头轻轻直跳的慕容辞 一巴掌将他呼到一边 顺便询问沈志炎有什么发现 沈志炎脱仨回答 有一种花 从中提炼出枝叶 可恋之初让人上瘾的慢性毒药 从庄大人死状来看 就是中了这阿芙蓉的赌 阿芙蓉 我国并没有这种花 慕容辞沉思 难道 东楚国 慕容辞和摄政王一口同声 下官先回大理寺继续查这阿芙蓉的赌 沈志炎告辞离取 看来王大人私下贩卖兵器的买家 说不定和东楚国有关 林隆轩 二位爷 需要点什么预期啊 有提前预约雅间吗 门口侍从公身询问 慕容辞文言暗精 糟了 我们没有预约 突然一道人影从里面冲出 留下一句 殿下 内堂 后扑倒在地 此人竟是朝廷重臣干大人 慕容辞伸手叹了叹他的鼻息 干大人已经死了 他中了阿芙蓉的毒 慕容辞欲进入内堂查看内情 却被门口侍从言辞拒绝 慕容辞使用轻功偷偷入门查看 内堂只用供奉的香火 但除此之外 是个空房间 玲珑轩内堂不让人进 却什么都没有 这太不合理了 慕容辞宁谋沉思 我必须得自己亲自再去查看一次 本王会派人继续监视玲珑轩 殿下还是先回东宫歇息吧 慕容辞拉着他的手满眼心疼 殿下满脸的疲惫 本王绝不许殿下现在强行办案 一如既往的霸道 东宫 躺在床上的慕容辞暗恨 可恶的慕容辞 居然阻止我继续调查 罢了 我便睡觉 看慕容辞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一夜消逝 慕容辞睡眼朦胧 嗯 天还没亮吗 而后莫然性眼圆灯 入眼的是一张美若神之的俊宁 不是慕容辞还能有谁 这狗男人什么时候摸上他的床 女扮男装的太子睡眼朦胧 突然发现身旁睡了的男人 简直不要太惊悚 这狗男人什么时候爬上他的床 殿下是在想本王为何能自由进入殿下的寝宫吗 慕容辞做起身孝的一脸邪魅 所以 王爷夜闯东宫 可是要入罪的 慕容辞握紧拳头 此时就想将这狗男人垂死八百遍 慕容辞轻声而上 轻抬他的下巴 我想 殿下你并不会叫人把本王抓去大牢的 王爷未免太过自信了 慕容辞气得轻惊直跳 因为殿下你舍不得 慕容辞伸手将他一缕发丝挽向耳后 他的小脸迅速涨红 慕容辞 你放肆 你再轻薄本宫 别怪我 不待他说完男人一把将他拥入怀中 阴谋里闪烁的幽光 是你蛊惑本王的 本王迷了心智 都是你的错 慕容辞顿时恼羞成怒将男人推开 这狗男人半夜爬床道里还一套一套的 慕容辞 你强词夺理 我命令你现在出去 他后知后觉抓起被子捂在胸前 糟了 这衣服领口 似乎有点宽 难道被这狗男人发现了我女子的身份 正在他经意不定时再次被男人到了的满怀 殿下 本王现在可不能走 慕容辞 你简直无法无天了 快放开本宫 殿下自己正脱开 本王就放过你 慕容辞贴着他的耳垂轻声说 耳边炙热的气吸睛的他几乎要跳起来 如果殿下你正脱不开 那本王是不会放手的 看着被揽入怀中性脸通红的人 他感觉此生就此沉沦 殿下 你的力气太小了 还没推动本王呢 慕容辞声音低沉而空灵 好像克制着涌动的血性 再这样下去 慕容辞一定会发现我女子的身份 现在只能最后一搏了 慕容辞张开小嘴对着男人的脖梗就是一口 男人捂着自己的脖子一声交呼 殿下 本王好痛 王爷你不是喜欢疼的吗 慕容辞刺着小虎牙悠悠的道 殿下 为了公平 本王也要咬你一下 男人直起他的手放入口中 好痛 慕容辞你是属狗的吗 他简直要被这狗男人气疯了 随后再次被男人揽入怀中 你在这般扭来扭去 本王可无法保证坐怀不乱了 本宫哪有扭来扭去 你污蔑 慕容辞差点羞愤致死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殿下 你在里面吗 慕容辞如遭雷劈般地推开慕容玉 哎呀 拖门而尽的沈志颜目瞪口呆 你松开 慕容辞还胶着地将揽着他的男人推开 这是咱们能免费观看的吗 看来下关来的不是时候 二位继续 沈志颜捂着自己的眼睛转身就走 沈大人 不是你想的那样 刘布 慕容辞着急地出言解释 我什么都没看到 殿下不用担心 这个老狐狸 都说了不是那样的吧 慕容辞气得要崩溃了 感觉自己白口难辨 好了 说正是吧 慕容玉一脸淡定 似乎对沈志颜的误会乐见其成 沈大人深夜造访 想必是有很重要的情报吧 下关可以明天再汇报 沈志颜公申道 沈大人若不汇报 那本王只好派人将你抓起来 毕竟你可是深夜擅闯东宫 这可是以下犯上 是死罪呢 慕容玉迷了眯眸 看着这个脚死棍 寒光闪烁 吃醋的人真可怕 沈志颜忍不住拿着小手帕 擦了擦额头不存在的虚汗 慕容辞一巴掌呼在男人嘴上 沈大人 你有什么事便吃说吧 下关调查到阿芙荣的吸食者 不仅仅是福尽死去的庄大人和干大人 朝廷官员中还有很多人吸食阿芙荣 慕容辞文言大惊 没错 而且人数不在少数 只是目前人员名单得进一步调查 沈志颜将所查信息一告之 本王也对此进行了调查 不甘被忽视的男人再次将慕容辞揽入怀中 慕容辞惊地退出他的怀里 对着他怒骂 离我远点 这狗男人动手动脚 心术不正 被塞了一嘴狗粮的沈志颜满脸黑线 我还要不要接着汇报 他是真想说一句 这两是真没把他当个外人 或者干脆点 这两真没把他当个人 如此一个普通的玉器销售馆 谁能想到机关背后 竟是朝廷官员风流快活的老巢 为查兵器贩卖的起源 太子决定亲自去玲珑轩探查 哟 二位爷 生面孔啊 我来此喝一壶玲珑碧罗春茶 慕容辞伸手点了下面句 小思顿时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哦 原来是那位大人的朋友 二位里面请 小思将他们带入大厅后便恭声告退 殿下 那位引见你进入玲珑轩的朋友是谁 慕容辞背着手询问 能进来就行 王爷何必问这么多 慕容辞打着哈哈的回答 谁料慕容辞一个转身将他扣入怀中 我不放心 如若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人 表面上出手相助背地里却肖想垫下你的身子 本王绝不会允许 慕容辞双手握拳隐忍着垂死男人的冲动 只有王爷才会想这些吧 所以 修静是谁帮的你 这对本王来说很重要 男人再次将他揽入怀中 看着如此执着答案的男人 他突然有些动怒 天下第一庄的管家荣战将我引荐进了玲珑轩 那庄主对太子你如此感兴趣 他到底在谋划什么 慕容于仍然孜孜不倦地询问 那庄主不过是顺手送我个人情罢了 他握手虚渴地解释道 那以后 希望太子殿下也让本王多顺手送些人情 毕竟殿下你 迟早是本王的人 慕容于在他的耳边语声悠悠 慕容辞捂着耳朵小脸羞红 心里还不住地怒骂慕容于登途浪子 大厅内一副巨大的画幅出现在二人眼前 慕容于伸手在画墙上一摁 机关过后 竟是一个金子辉煌 神秘奢毫的世界 两侧相防透着以你的人影 细细的调笑声 破碎的娇吟 梦浪的欢笑声 混杂在一起 慌吟无耻 令人叹为观止 慕容辞脸色铁青 整个朝廷的官员 一半以上沉浸于赌与赢了 那么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咱们去赌桌上玩两把 不然会被人怀疑 慕容于事实提醒 来一把 我压大 慕容辞换上一副大爷有钱的架势 坐上了赌桌 看着又来了个送钱的肥羊庄家 简直笑眯了眼 三个六 大 四五六 还是大 几盘下来庄家都要怀疑人生的 明明自己已经做了手脚 怎么还是输了 抱着满怀的金钉子慕容辞开口 我又赢了 今天运气真好 差不多了 走吧 突然前面出现三个小四拦住他们的去路 一个兰衣小四躬身道 多有冒犯 我家主人有请二位一见 慕容辞欣然答应 他正想见见这幕后黑手 这不是瞌睡送枕头来了 随后二人被红绸蒙上双眼带到一房间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戴着狐狸面具的男子 在下是太尉府族人 在威州做小官 这位是我的表弟 慕容辞神色自如的开口 我记得威州有一家张继包子铺 味道非常好 狐狸公子煞有其事的回忆 谋光深深 那包子铺名字叫何继 威州没有张继包子铺 慕容辞笑道 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 这人刚才谈话间 故意说错失探我们的身份 慕容辞案到此人城府太深了 二位来玲珑轩有什么想要的东西 在下听说玲珑轩除了玉器之外 还有其他的宝贝 实在是好奇 慕容辞眼眸幽深的道 这宝贝 自然是美女和可以自由进行参赌 二位已经尝过豪赌的滋味 是希望我再提供些美人 狐狸公子笑得意味深长的 慕容辞听闻立马摆手拒绝 那玲珑轩地小 满足不了二位了 二位还有公务在身 今日已晚 不如早些回去歇息吧 狐狸公子晨缓慵懒地下了逐克力 我们先处理事务 再找机会玩乐也不迟 慕容辞揽着慕容辞的肩膀似有所指的往外走 恐怕 这玲珑轩的主人 不太想让我们走 慕容辞低声说 果不其然 刚走出房门 五个手持大刀的黑衣人出现在他们眼前 黑衣人飞扑起来 刀锋凌冽 慕容辞将慕容辞护在身后躲开刀锋 伸手将黑衣人轰退 这时一飞刀朝慕容辞刺去 慕容辞猛地将他推开 飞刀显显擦着他的脸颊而过 看着他脸颊的血痕 慕容辞很是心疼 抱起他飞掠而去 东宫 殿下 到底是哪个混蛋让你脸上受伤啊 拎着小刷子为慕容辞上药的如意欺诈 女人的脸可宝贵了 万一破相了怎么办 门外正欲敲门的手一顿 女人 什么女人 慕容辞推门询问 谋光忧深 女扮男装的太子一不小心将摄政王给呆歪了 正当他死死纠缠想着娶男妃的时候 发现所爱之人竟是个女孩 简直不要太扎心 东宫 如意对自家太子脸上的伤痕心疼不已 女人的脸可宝贵了 万一破相了怎么办 推门而进的慕容辞一阵错愕 什么女人 看着门口突然出现的男人两人吓得一阵机灵 如意慌忙解释太子的俊逸容颜比姑娘都好看 慕容辞按着快要跳出来的小心脏呼出一口气 总算忽悠过去 差点丢了小马甲 本王亲自替太子服药 丫鬟退下吧 慕容欲伸手接过如意手上的药丸 你怎么这样霸道啊 我是太子殿下的贴身丫鬟 本带我来照顾他 乍毛的如意指了指慕容辞的脸颊 王爷 太子殿下脸上的伤 不会是你造成的吧 太子这么好看的脸 你都舍得伤啊 慕容辞看着立马入戏的丫头 简直不能指使 如意 别说了 下去吧 是我不小心磕的 与欲王无关 既然殿下护着王爷 那奴婢先告退了 如意撞作伤心的样子掩面而走 慕容欲很无语地表示这丫头戏真多 随后他轻柔地为他上药 慕容辞的小脸忍不住一片透红 以后 再这么莽撞 本王饶不了你 慕容欲语气中带着无奈的宝泽 我可是救了你一命 你就这态度 你救了我 我自然也要报答 慕容欲将他揽入怀中 三日后 去得月楼 本王让你看一出好戏 三日后 慕容辞换上男装应摄政王得月楼办案的邀约 这位爷 得月楼这间雅间事业最好 是品茶赏月的绝佳房间 小丝将慕容辞带入房间 慕容欲定制雅间 如此高调 难道不怕打草惊蛇 慕容辞看着宽阔雅致的房间很是疑惑 本王认为不能委屈了殿下 就选了这最好的房间 供殿下品茶 贩售阿芙蓉可以获利无数 哪怕打草惊蛇了 他们也依然会进行交易 慕容欲一脸淡然的道 慕容辞一阵惊恶 你怎么知道本宫的想法 因为 本王心愿你 慕容欲伸出食指点在他的唇上 突然他一把将慕容辞揽入怀中 不过 殿下身上的衣服 实在是寒碜 与您尊贵的身份不符合 本王替您换了这身简陋的衣服 不 不用了 无必换 慕容辞下的挣扎着想逃离他的怀抱 只听嗖的一声 胸前的衣服被匕首割裂 露出血嫩的肌肤极树胸 慈儿 你像世人撒了个谎 对吧 慕容欲勾唇邪笑 声音却寒冷之至 慕容辞抓着自己胸前破碎的衣服 眸光很明 既然已经被识破女儿身 那么只能杀之而后快 谁料慕容欲先他一步点上他的穴位 你 解开我的穴道 慕容辞愤怒的咆哮 解开了 殿下你可要杀了本王吗 慕容欲言霸腐身吻上他的唇半 殿下你可是和天下臣民都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失去男子的身份 我已无颜面也无资格再做着太子 杀了我 慕容辞此时满心的绝望 这么想死吗 慕容欲言谋寒光悠悠 捂了十八年的小马甲最终还是被发现了 悲伤绝望的泪水溢出眼眶 既然你不动手 那我便咬蛇自尽 本公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尊严 他咬蛇的那一颗一只手腕堵上了他的嘴 殿下 你咬得真疼 想自杀 没那么容易 慕容欲斧着他的脸颊勾唇倾笑 你欺骗本王这么久 慕容辞 你得受到惩罚 他抱着他放入榻上 轻声而上 为杖轻飘 清解罗长 随着树胸一层层的被解开 慕容辞却无力阻止 你逃不掉的 慕容辞 本王的心全部都是你权力的筹码吗 你还会武功吧 隐藏这么久 不如自己冲开穴道 杀了本王 否则 本王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慕容欲亲身在慕容辞的耳边语气冷立 曾经有多爱 现在就有多怨 五味沉杂 慕容欲 我恨你 慕容辞无力的挣扎 如果你不肯爱我 那你便恨我吧 你为何一直扮作男子 戏耍本王是这般好玩的事吗 看着身下的人 慕容欲满心的愤恨 又或者 你是圣上安插在本王身边的棋子 我应该杀了你 他的大手掐上女子的脖子 只需要稍稍用力便可香消欲损 冷酷不尽女色的摄政王竟爱上一国太子 情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 他为爱掰弯了自己 谁到太子小马甲的背后竟是货真价实的女子 付出真情后的谎言让慕容欲满心的愤愤 偏执如他再次将慕容慈掳上了床探 如你不肯爱我 那你便恨我吧 一路纠缠的过往是真情 是戏耍还是监督的棋子 大手掐上娇嫩的脖子 得不到那就毁灭吧 王爷 切不可动手 尹卫现身跪地打断了慕容欲瞬间的疯狂 你敢阻止本王 慕容欲也谋狠力地看着尹卫 只是 属下怕王爷会后悔 可 好大的胆子 竟学会揣测本王的内心了 面对慕容欲冷力的气场 尹卫内心慌的一批 属下不敢 如果太子殿下出事 也不利于王爷查清蒙面女子 属下查到 当时蒙面女子刺杀王爷一事 太子应该是知情的 这么说 慕容词与那名蒙面女子应当有所牵连 慕容欲听闻暗暗私存 加上现在太子殿下和您查案实力气死亡 圣上定会怀疑到您 尹卫在接再历地劝说 简直操碎了心 慕容欲听罢弟给尹卫一封密信 交代之后的安排暗信上的内容执行 尹卫接过密信开口询问 王爷 您若找到了那蒙面女子 你会如何处置她呢 本王会问清楚 她到底是谁 想到那个和她一夜缠绵的女人慕容欲谋光寒沉 那王爷您会为了刺杀您的蒙面女子而抛弃太子殿下吗 操心的尹卫直击问题的重心 他不惜女扮男装也要欺骗本王 是他先将本王当成玩物 恼怒的慕容欲一拳轰裂了石柱 小尹卫看着石柱蛛丝般的裂痕寒毛炸起 表示为情所困的男人简直不要太恐怖 这果然还是动了真情吧 王爷 属下去监视军器间的动向 尹卫吓得被狗碾了似的消失 生怕慢一步会被王爷一拳轰碎 醒了怎么不说话 偷听很有趣吗 太子殿下 慕容欲伸手捏住慕容慈的下巴 哼 王爷既然不肯杀我 那就怪不得我多让你不痛快 慕容慈反唇相机 男人猛地将他推向床塔 那你就继续和本王在一起 好好监视本王好了 他撕得一声痛呼 全身散架般的酸痛起来 慕容欲这个禽兽 我一定会杀了他 弹下他的头 他心里恨极了这个再次强横占有他的男人 面色苍白 体力不支 还是他又在欺骗我 看着眼前的人慕容欲也眸里 心疼 担忧即被骗后的恼怒各种情绪来回翻腾 真以为本王无法办了你吗 他将慕容慈推向床塔 是你惹我的 太子殿下 随后俯身在他的脖子上狠狠瞬息 一颗鲜红的草莓被种上了他的脖子 殿下 本王会让你亲自开口道出事情的 慕容欲轻抚他的头悠悠的道 突然啪的一声 一只飞镖带着血腥插入床塔 则 玲珑轩的人要杀我们灭口 慕容欲抱起慕容慈一跃而起躲开袭来的飞镖 你放下我 慕容慈在他的怀里几呼 可 殿下一心求死 本王可不会如你的愿 无数的蒙面刺客从四面八方涌来将他们围堵 慕容慈一掌拍在他的胸前从他的怀里跃出 草包太子武学原来这般过人 你到底还瞒着我多少事 要欺骗我多久你才会如愿 慕容欲捂着自己的胸口 语气心伤而冷沉 此时刺客已经挥刀朝他们袭来 二人在刀光剑营里闪避出手将近前的刺客轰腿 看来 玲珑轩的主人 要我们死 慕容欲此时还不忘调侃两句 王爷 这个时候就别说风凉话了 慕容慈背靠着男人 防备着刺客的突袭 谁料刺客朝他们甩去一个黑色物体 而后轰的一声响 烟雾瞬间弥漫将他们包围 闪着荧光的刀锋朝慕容慈刺去 小心 慕容欲猛地将他揽入怀中 只听扑的一声 刀锋狠狠地从他的背后刺入 看来 本王真的要抱着你死 一丝血迹从他的嘴角一出 你为什么要救我 慕容慈抱着男人满眼的惊恐和不可置信 这一刀 真的太疼了 慕容欲缓缓闭眼倒了下去 我再也不要 被你救了 二人双双倒地 只欲刺客的声音冷冷地响起 气息全无 目标二人已死 这群蒙面刺客竟在野外挖坑埋尸 挖坑的老六怨念颇深啊 一个个地上当滑水 就欺负他老实人活该挖泥巴 随后他扔下铲子撂条子不干了 反正都死透了 还买什么买 他哼着小雪儿 灰灰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突然耳边悠悠地响起 请问回家的路怎么走 荒郊野外只剩鬼了 老六下的瑟瑟发抖 救命啊 死人复活了 他轮圆了步子跑得跟龙卷风似的 站在坑里的两个死人 笑得不要太邪魅 突然慕容欲捂着胸口 嘴角一出一缕血迹 紧张的慕容慈二话不说 扯着袖子就要为他包扎 为何还要救本王 此时是杀掉本王的最好机会 慕容欲 就这么让你死了 可太便宜你了 慕容慈一如既往的口弦体质 你不肯动手 本王今后 可不会轻易放过你 慕容欲伸手擦了下嘴角的血丝 王爷 咱们彼此彼此 慕容慈回手勾纯一笑 阳光下明媚娇艳 对了 你还不上来 打算在坑里发芽吗 慕容欲拉起他的手腕 现在我们得避一避 玲珑轩的杀手肯定会赶尽杀绝 回过神来的蒙面 刺客发现空荡荡的大坑 发起了再次的追杀任务 躲入民宅的慕容慈发愁了 两人都身受重伤 一会刺客追杀就来了 放心 我有办法 慕容欲安抚 只见他缓缓脱下自己的外袍 你好好的脱衣服干吗 慕容慈震惊的蒸眸 小脸羞红 男人将他扑倒在床榻上 你 你疯了 你不会 要在这里 慕容慈被自己的想象吓到了 这时 门外传来脚步砸他声 男人趴在他的胸前催促 快出声 啊你慢点 你慢点 慕容慈迫不得已装成娇滴滴的声音 那叫的简直是九屈十八弯 男人深黑的同眸 搏着一红双月白色 还不忘表扬他叫的不错 慕容慈小脸透红 羞愤至死 蒙面人缓缓地走进屋子 屋内一阵阵以你暧昧的声音 让人浮想连天 一群刺客愣在当场 简直羞煞他们了 这能是他们不花钱能看的场面吗 可可 走 去那边看看 害羞的蒙面刺客 很是整气滑衣地转身就走 殿下需要本王为你着水吗 毕竟刚才 你叫的嗓子都哑了 刚才是形势所迫 王爷以羞辱人为乐子吗 慕容慈顿时恼羞成怒 只想找自己的八百米大刀 不 本王只是以殿下你为乐子 慕容慈起身就走 懒得回应 感觉和这男人有一百八十米的带沟 追杀的人应该走了 我们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我们 殿下何时与本王为伍了 不是要欺骗本王 要折磨本王吗 慕容欲双手还凶的调笑 慕容慈气得额头轻轻直跳 这小气的男人 转身走出屋子 这是一颗冒着紫色毒气的圆球 滚到他的脚下 殿下 这玲珑瑄的人心狠手辣 恐怕你我二人要折在这里了 慕容欲揽着慕容慈眸中闪着寒光 我可不想和你死在这种地方 那我们试试 活下去 慕容欲抱起他一跃而去 河边 慕容慈因中毒而浑身颤沥 躺在旁边的男人昏迷不醒 慕容欲 你给我醒过来 你是这么容易被毒气打败的吗 你这个卑鄙小人 眼眶一满泪水 他担心他再也不会醒来 男人缓慢睁眼 很是艰难的开口催促他离开 我不许 我慕容慈绝不允许你这般死了 本宫 绝不会走 他俯身捂上了他的嘴巴 看着追杀而至的刺客 现在只能放手一搏了 他揽上慕容欲哗啦一声月入河中 羡慕这么可怜的公主吗 无法享受其他公主所拥有的一切 不能有自己的任何想法 有的是父亲的鞭打和责骂 他是父亲皇权的傀儡 被勒令一辈子只能顶着太子的身份活着 不允许有自己的情感及婚姻 为了躲避玲珑轩的追杀 慕容慈懒着摄政王月入河中逃过追杀 为什么要救本王 你不是一直想要本王的命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杀死我 罪名全部推给杀手 慕容欲想知道答案 心底有那么一丝的期待 慕容慈握紧拳头 内心很是纠结 突然慕容欲扣住他的手腕 将他揽入怀中 殿下 本王帮你分析分析 本王是你继承皇位最大的劲敌 你不杀本王 本王将会折磨你的后半生 想要我这条命趁现在拿去 他愣住了 梦寐以求的机会就在眼前 慕容慈 你还犹豫什么 眼前的男人就是你的心腹之患 是践踏你尊严的男人 想要谋权篡位的权臣 你还在犹豫什么 然而 他感觉手有千斤重 抬不动 心思被山岳压着 快要窒息了 父皇曾经的鞭打 怎么 勒令游在眼前 他的明眸里交织着诸般复杂的情绪 至少现在我有想让你活下来的想法 他揪着自己的衣服正是自己的内心 哪怕后患无穷 但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如此 慕容欲倾捏他的下巴 声音温纯而又无奈 你到底想让本王怎样 你让本王活下来 到底有何居心 很遗憾 让王爷你失望了 这次没有居心 慕容慈眯了咪眸 丫头 你可真卑鄙啊 你让本王如何彻底恨你 他深眸轻轻的眯起来 慢慢俯首 温热的沉水香弥漫城屋 昂挺的身躯如山岳般包围了他 此刻 慕容慈像失去了语言能力 好似被他的眸子吸进去 在万丈深渊里沉沦 他陡然挣脱 恢复清醒 够了 你还要亲多久 他恼羞成怒的呵斥 自然是亲吻到尽兴为止 必如既往的不要脸 慕容慈 突然后悔刚才的话 现在多了他可还来得及 本王改主意了 男人再次伸手将他揽入怀中 今非昔比 我们还会继续查案 你可以试着了解我 喜欢我 看着臭不要脸的男人 慕容慈捂着额头轻轻直跳 本宫只是说不杀你 可没说要和死敌谈情说爱 内心的小人已经暴躁至极 为什么我对慕容慾下不了手了 为什么 殿下 微臣发现折磨你的最好方式就是缠着你 男人揽着他的双肩 所以 本王在此起起誓 我慕容慾定会死于慕容慈之后 不让他孤独终老 生死不明的摄政王 清英太子的诅咒怒骂一口老血吐出来 生生给刺激醒过来 这番操作简直惊呆的隐蔚 东宫 躲开玲珑轩追杀的慕容慾 阴毒昏迷不醒 王爷重刀伤颇深 加上吸入毒气 身体状况不容乐观啊 老夫尽力用药 但能否撑过这一劫 只能看王爷的造化了 御医公身禀报 看着床踏双目紧闭的男人 慕容慈心头涌起隐隐的恐慌 慕容慕 你这个小人 你现在就一个人离开吗 慕容慕 他轻换男人的名字 他没有回应 如太医所言是真的伤得不轻 此时若秦禀报 玲珑轩内部地图已经窃取成功 不如当晚夜席抓他们一个现行 慕容慈看了看 躺在床上生死不知的男人 今晚 仙暗兵不动 若秦猛地跪下 殿下 您在犹豫什么 你不会为了王爷 就要延迟最佳行动时间吧 我欠慕容慕一条命 我终归是要还的 他伸手轻轻抚上男人的郡邻 况且 这案子 必须得王爷一起查办 断不可我一人来完成 随后便一脸疲惫的挥退若秦 若秦忍不住对着如意嘀咕 总觉得殿下对王爷 像是迷了心智 惊得如意立马捂住他的嘴 然看着太子殿下 亲力轻微地伺候摄政王 如意也开始怀疑了 难道真如若秦所言 可是皇上不会恢复殿下的女儿身 若殿下动了情 那可得遭罪了 眼里溢满了对自家殿下的担忧 躺在床上的慕容玉 此时已经陷入梦里 梦里都是那个与他一夜缠绵 又悄然消失的女 他下意识地伸手抓住慕容祠的手腕 猛地将他揽入怀中 紧紧地抱着 他眉头紧促轻轻呢喃 本王找了你好久 好久 不要离开我 瞬间一股酸涩的情绪 充斥了慕容祠的心间 何必呢 王爷 我终究不能恢复女儿的身份 擦了擦一出眼眶的泪水 他开始后悔那夜的刺杀 如果没有那夜的刺杀 没有一夜的缠绵 或许就不会同慕容祠有这些烦扰的纠葡 是他错了 此时 只听搜的一声从窗户传来 尹卫无影单膝跪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王爷有令 查案期间如若王爷遭遇不测 王爷指控尹卫一切听太子殿下拆解 文言慕容祠顿时火冒三丈 慕容祠已经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后事了 王爷的确提前吩咐过 在下得遵从王爷的指令 玲珑宣内杀手众多 调查此案的确凶险 所以 不待他说完 只见慕容祠轻轻伸手握住旁边的花瓶 合着他慕容祠一早就想着要自己送死 而后啪的一声响 花瓶被他生生捏碎 无影看着寒气森森的太子下的三魂只剩六魄 爱马 太子殿下生气了 好可怕 两米八的气场简直和自家主子一样 你看看 慕容祠伸手露纸床上的男人 你们的主子还活着 他不可能就这么死 你们给我看好 他还活着 据太医所言 王爷情况并不好 恐怕凶多吉少 无影躬身回答 他必须完成主子的安排 听着 慕容祕 我不许你死 你给我活下来 你敢死 你的下属就会被我折磨致死 看着了无生机的男人慕容祠愤怒的咆哮 可怜的尹魏简直是五雷轰顶 这太子是比自家主子还恐怖一点点 如果你死了 我会恨你一辈子 我会诅咒你下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慕容祠一边说着最狠的话 一边流着最伤心的眼泪 突然床上的男人咳出一口的血迹 殿下 你可真是狠啊 我还没救你出来 我怎么会死呢 男人艰难的说着 眼眸却溢满了柔情 无影被此情行惊的目瞪口呆 生死未捕的王爷竟然被骂醒了 果然还是太子强悍 生命垂危昏迷不醒的摄政王 迷糊中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 一边怒骂说再不醒就要将他的隐位折磨致死 一边哭着诅咒他如果死了就下地狱 不得超生 他可出一口老血 努力睁开双眼 看着眼前这个泪眼朦胧的人 他是他逃不过的情节 他艰难的伸手擦了擦他的眼泪 眼泪不适合你 别哭了 本王会心疼的 毕竟本王对你 不再说完再次陷入昏迷 王爷 这是又晕了吗 好不容易把人骂醒又晕了 慕容祠都要炸毛了 太医 太医 快传太医 一阵兵荒马乱 王爷胸口的淤血吐出了 现在迹象平稳 神迹啊 如此奇迹让太医异常的兴奋 剩下的就交给本宫吧 接下来 彻查玲珑轩 慕容祠对着昏迷的男人说 这个仇他要亲自报 彻查玲珑轩的行动展开了 在经营交易的时候 侍卫闯入打了个正招 两道身影在屋檐追逐 以主导军器私售 还向官员提供交易阿芙荣独高的场所 别想逃 慕容祠对着前面奔逃的狐狸公子怒 谁料狐狸公子突然转身双掌向他挥去 本已受伤未遇的慕容祠跪倒在地 给你送了份大礼 你好好收着 到时你会来找我了 狐狸公子邪妹一笑跃身离去 此时无影赶来扶起受伤的慕容祠 追 别让那人跑 慕容祠看着远去的狐狸公子着急的催 王爷嘱咐万事以保护太子殿下的性命为优先 线下 应该先送殿下回去医治才是 无影躬身请求 该死 本宫禁锢不都被慕容祕把玩在鼓掌之间 慕容祠磨了魔后曹牙恶粉狠的说完便陷入昏怒 东东 太医为昏迷不醒的慕容祠枕外是真 他明明并无大碍却陷入昏怒 老太医也很势不及 如意探着不知何因昏迷不醒的 终于安耐不住他的小抱脾气 每次每次都治不住 要你这太医有何用 他恶粉狠的拎着太医的耳朵一顿怒 如意姑娘别气 且待太子殿下休养后自行修复吧 无影满头冷汗的安 果然彪悍的太子就有彪悍的避免 谁在哭 梦眼中的慕容祠缓缓睁眼 一个小女孩蹲在墙角呜呜哭泣 那是小时候的她 你 你为什么哭泣呢 他轻轻地问 为什么 为什么别的姑娘都可以穿漂亮裙子 我想穿花裙子 想梳漂亮的发迹 有什么不对 父皇为什么打我 小女孩委屈 难过 愤怒地哭诉 因为你是太子 你不能随心所 为了保护这个国家 我没有选择 漠然间她睁开眼睛 我做梦了 慈儿 你终于醒了 本王可是等了你好久 男人一如既往的清俊无双 眼里柔情肆意 慕容祠一阵错愕后 二话不说就扒了男人的衣服 殿下这么主动 看来忍了很久 慕容祠捂着嘴 双眼笑成弯怨 本宫只是想看看你伤 慕容祠顿时休脑万分 又想捶死他 怎么办 已经止血 已无大碍 只是时不时会疼痛到 慕容祠出身安抚 你已经大好 我们现在就去监牢 审问之前抓来的人 慕容祠迫不及待的 要查清案情 监牢内 一名囚犯跪地磕头求饶 他招供售卖兵器 及阿芙蓉背后的主谋姓月 姓月 莫非是 慕容祠思索片刻后恍然大悟 本宫知晓那月姓月 是究竟是谁吗 这人苦心经营玲珑轩 肯定是要从根基内部 瓦解我北阴 玲珑轩已经被查办 他一定会铤而走起 选择更直接的方式毁灭我北阴 而现在我们的根基 就是王燕 慕容祠指了指身边的男人分析 你说这神秘人要刺杀本 慕容祠很是配合的指了指自己 不错 只要放出豫王重伤的消息 他并会送上门来去你的心里 好啊 一名 慕容祠看着眼前的人 眉眼弯弯 慕容祠 你可别轻易死 慕容祠伸手俯上男人的胸口 殿下是不是有点太小看本了 慕容祠揽着心心念念的人 一国公主痴迷摄政王 爱儿不得尽在夜黑风高的时候 将自己的驸马给淹了 简直是个惊天大瓜 太子捣毁玲珑宣据点 并假意散布豫王重伤的消息 得知消息的幕后主谋前来刺杀慕容祠 不敌摄政王的埋伏当场被擒 主谋面具背后竟是越国三皇子 慕容祠一指令下处以夭着 兵器售卖阿芙蓉之案得以告终 东宫 太子哥哥 宫里出事了 端柔郡主火急火燎地冲进太子书房 有何事 慢慢说 慕容祠悬一束发端的是一副郡朗公子的模样 就是 就是 太子哥哥真的好帅好温柔 不愧是我要嫁的男人 此刻的端柔郡主双手捧着小脸眼貌星光 被太子英俊的样貌迷的心跳加速 看着一脸花痴的端柔郡主慕容祠很是无语 如意 将手帕拿来 他接过如意必来的手帕 轻抬端柔郡主的下巴 太子离我好近 他是不是要吻我 看着近在眼前的太子端柔郡主小脸羞红 内心戏简直不要太精彩 天气干燥 你这是火气太重 流鼻血了 慕容祠为他轻轻擦拭 原来不是吻啊 端柔郡主失望至极 随后扑通一声趴在地上哭得稀里哗啦 慕容祠一脸不知所措地扶起他 所以 你急匆匆跑来就只是为了见我 当然不是 我才不是那整天只知道玩的人 端柔郡主立马一正言辞地为自己正念 我有要是要和太子哥哥你说 他捂着小嘴凑近慕容祠的耳边悄悄地说 太子哥哥 昭华公主把他的驸马下半身给伤了 用这么大的刀给咽 随后他很是阴森地用手比了下刀的长度 慕容祠满脸错愕 简直是个惊天大瓜 端柔郡主继续八卦 之前公主大婚就一直不和驸马动访 然后据说是公主某天夜里拿着刀 走进了驸马的卧室 然后就听到一声惨叫 驸马以后就成了太监 这可是毁了驸马爷一辈子 说到此处他还双手无嘴做出满脸惊恐的样子 随后又竖起三根手指发誓 这不是谣言 宫里都传遍了 诊断驸马的太医都好多的 慕容祠简直不敢置信 堂堂一介公主 为了自己的私欲 就要戕害我北燕国的大好男人驸马爷吗 听说驸马爷带公主也是温柔呵护 虽不知深爱 但成亲后从不强迫他 端柔郡主继续输出他的八卦 本宫为了北燕国 也得查一查此事原有 慕容祠披上外袍进宫探查响起 这个女人也太狠了 为了报复与他成婚的丈夫 竟在夜黑风高的夜晚一刀将丈夫给淹了 我现在是个废人了 活着根本没有意义 悲伤绝望笼罩了驸马所有的阳光 殿下能还我一个公道吗 成智让我成这般的凶手吗 他紧紧的抓着慕容祠的袖子 他想求一个公道 谋害我北燕男儿的恶人 只要证据确凿 必定严惩 慕容祠向他承诺 语气沉立 当时屋内漆黑 你确定看清了是昭华公主的脸 慕容祠沉思片刻后询问 当时有一道闪电 刚好将昭华的脸照亮了 恳请太子一定还我个公道 驸马公身请求 慕容祠深思着走出功夫 驸马应该不会说谎 可是总觉得这之中有蹊跷 殿下 来见驸马 怎么不叫上本王 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身侧 慕容祠很是纳闷 这男人怎么总能知道我在哪 他将几乎要粘在他身上的男人推开 本宫前来探望驸马 没有禀告王爷的义务 你背着本王在一个屋内见别的男人 你真当我不会生气 慕容祠俯身拖着他的脸颊悠悠的道 驸马身体已经残缺 王爷难道不知道 慕容祠简直要被这个男人气死 我北燕国一个大好男儿 竟要遭受这般痛苦和屈辱 着实令人惋惜 男人趴得一下扣住他的手腕 哪怕他对你做不来什么 但你要知道你并不是男子 小人会利用你的善意钻你的空子 那本宫要小心的人 应该是王爷你才对 慕容祠狠狠地甩开他的手 慕容祠 给我羞辱的人 是你 王爷 希望你以后少插手我的事 如果你还想知道那个蒙面女子的情况的话 慕容祠甩头看着男人 语气里带着满满的威胁 男人背弃的额头轻轻直跳 慕容祠 他到底是谁 他现在在哪里 待本宫心情好吗 会考虑告诉你的 慕容祠灰灰衣袖 转身就走 清明宫 老皇帝吩咐禁止任何人探视昭华公主 沈志炎建议通过清宫跃入清明宫后墙 却因不清楚墙内是否有侍卫把守而被若情否决 我们可以另辟蹊径 需要沈大人帮忙 慕容祠弥眼笑得跟狐狸一样 沈志炎一脸疑惑地指着自己 我就一个厌尸官还能当个傻 沈大人可以托举着本宫上墙看看 慕容祠伸手指了指面前的高墙 沈志炎想象了下他拖着太子屁股翻墙的情景 惊得满头冷汗 不妥 不妥 他将头腰的快飞出去一样 这要是让王爷知道 大抵会扒了下官的皮 想起慕容祕那阴寒的眸光心里发出 和慕容祕有什么关系 本宫现在和你在查案 他慕容祕能管得着 慕容祠双手还凶 那表情简直不要太傲娇 啊 王爷和殿下你的亲密关系 王爷会吃醋啊 沈志炎还是连连摆手拒绝 亲密关系 沈志炎你真敢说呀 慕容祠修脑地捂住他的嘴 怕他再说出什么精识言论来 谁能想到这个形似癫狂的女人 竟是曾经端庄的白莲公主 是你用匕首伤了驸马爷 告诉我实话 慕容祠扣住他的手腕言辞质问 看着前来探查真相的太子 他满眼睁你 是我伤的 不是我伤的又有什么区别 他就是不该也不配成为我的夫君 他是父皇清典的驸马 是世家大族 如何配不上你 慕容祠怒声质问 我是北燕国的公主 我有选择我夫君的权利 这种权利也包括违背父皇的命令吗 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公主 就能为所欲为伤害他人 你现在这般模样 难道不狼狈不自私吗 慕容祠无法理解一国公主竟能如此狠毒 慕容祠突然扬声大笑 笑出了眼泪 被逼嫁给不爱的人 是一种多么大的痛苦 你可知道 突然他无脸痛苦呜呜的哭求 让我见王爷 呜 太子殿下 叫王爷过来 我只想和王爷说话 我慕容祠为了王爷什么都愿意做 昭华公主犹如一个疯子一样哭求 随后又双手插腰得意的疯狂大笑 哈哈哈哈 他不配做我的丈夫 他不过是父皇安排的驸马 他配不上我 他活该 看着眼前自私刁蛮的公主 慕容祠忍无可忍一巴掌甩过去 随后转身就走 他怕自己忍不住会垂死他 殿下 要王爷亲自过来吗 沈志言询问 慕容祠一声冷笑 他已经来了 风光济月的男人一面走来 王爷 劳烦你不择手段向公主询问案情 在下先行告退 然不带他走出两步 被揽入一个熟悉的怀中 殿下 这次你得当着公主面和本王亲热 男人一如既往的霸道 慕容祠小脸羞红暗 这男人光天化日之下 到底要干什么 看着眼前朝思暮想的男人 王爷 常儿在这处 日日等着你 你同常儿说说话 常儿思念王爷入 慕容祠犹如饥饿的野狼 一般扑向慕容祕 慕容祕很力地甩开 向他扑来的女人 公主已经接受圣上旨意成婚 还心悦别的男人 我一心一指爱着王爷 那驸马爷根本不配当我的夫君 他不过一个只会拍马屁入坠皇室的无用之人 我愿尾身的人 只有王爷 慕容祠乌哭求 还不忘以表他之所爱 驸马为人正直 才学和武艺皆为上乘 是我过少见的动良之才 就算你慕容祠公主不喜父母 这也不是你可以伤害驸马 让他痛苦一生的借口 慕容祕捏着他的下巴眸光暗沉 王爷 这一切全是为了你啊 慕容祠跪倒在男人面前满脸的深情而又委屈 大言不惭 为了本王去害人 你根本不知爱为何物 他眸光冷沉 巨高灵下地看着蛇精病一样的女人 随后伸手将旁边的太子揽入怀中 你可看好了 本王真正所爱 随后他拖着太子蒙圈的脸俯身印下深深一吻 这个为爱痴狂的女人 竟一刀将自己的丈夫给霍霍了 转身对着摄政王来了一场 为他生 为他死 为他框框撞大墙的深情表白 谁料不为所动的摄政王当着他的面 捧着太子的脑袋深情一吻 扎心了 老铁 慕容长瞬间感觉万箭穿心而过 不 你怎么可能当我的面吻他 你怎么能把爱给他 殿下 今夜与本王继续缠绵好吗 慕容欲轻抚太子的小脸暧昧不已 慕容此脸夹透红至耳间 随即他在他的耳边轻声道 殿下别挣扎 乖乖的 马上就问出线索了 不 不 王爷怎么能和太子苟合 你怎么能 慕容长的崩溃只在一瞬间 自己所爱之人竟然爱上一个男人 自己竟输给一个男人 他怎么能接受 公主 你还不明白吗 与本王交身交心的人 永远不可能是你 这一番言辞于慕容长简直是追星刺骨 不 不 是他告诉我只要让驸马做了阉人 父皇就会换掉驸马人选的 为什么 王爷还是不爱我 他绝望的扑倒在地上晕死过去 王爷就留在此地安抚公主吧 毕竟公主可是案件重要的嫌疑之人 容不得闪失 既然无法再问出啥 慕容词果断地过河拆桥先走为上 殿下你就这么放心把本王放在公主身旁 慕容御嘟着嘴简直不要太委屈 有什么不放心的 王爷武艺高强 一个孱弱的公主肯定是伤不到王爷的 慕容词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得如狐狸一般 他竟然这般不在乎本王 把本王贴开一边 看着眼前的人 慕容御谋光暗暗 殿下你似乎忘了一件事 他伸手将慕容词揽入怀中 本王现在想同殿下待在一起呢 毕竟 纠缠殿下你可是本王最重要的事 最好还要更多的人看到 慕容词顿时小脸羞红 心头暗恨 慕容御这个小人 脸皮比之前更厚了 难道这玩意儿还会日语递增的 哎呦 王爷 太子殿下 匆匆赶来的沈志颜脚步一顿 来得真是巧啊 沈大人 慕容御眸光阴沉地瞥了他一眼 看着相拥在一起的两人 沈志颜简直想捶死自己了 我有事需要禀报殿下 他瑟瑟发抖 一不小心又成为了180瓦灯泡的沈志颜 默默地掏出小手帕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暗存恋爱中的促难简直太可怕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爱竟让一国公主偏执成伤 竟将自己的驸马一刀给淹了 慕容常看着自己所爱之人竟揽着自己的哥哥 告诉他真心所爱之人是太子 受不了这万箭穿心的刺激晕死过去 就在这线索中断时沈志颜公申禀告 他将当日目睹公主刺杀的目击者给逮住 慕容慈听闻刷的一声越过墙头直蹦牢房而去 还劳烦王爷用轻功捎带下官出这清明宫 沈志颜讨好的请求慕容玉 慕容玉看着这个比太阳还亮的灯泡谋光沉沉 本王不想碰出了太子以外的男人 随后刷的一声越过墙头追太子而去 那那我怎么出去啊 看着高耸的墙头沈志颜玉哭无泪 大理寺牢房面对慕容慈的审问 丫鬟招供 当日驸马对公主动手动脚 所以公主就拿了刀 慕容慈听闻脱塞沉思 到底是公主引诱驸马 还是驸马强迫公主呢 公主心悦王爷 他又怎么会对驸马投怀送抱 殿下 你思考的这两点 本王认为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驸马已经受到不可挽回的伤害 我们所做的是极力还原真相 不过太子愿意相信哪种真相吗 慕容玉亲念慕容慈的下巴问 慕容慈伸出双手将贴在身上的男人推开 莫非王爷已经知道案件的眉毛了 殿下 不如笑一个 本王便告诉你 男人捏着他的小脸轻笑 再次被调戏的慕容慈气得要找八百米大刀 突然男人揽过他的小腰 本王可不是在戏弄你啊 他拖着他的脑袋一脸认真道 本王对殿下 一直都是认真的 看着近在眼前 鼻息相碰的男人 慕容慈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他难道要当着证人的面亲搏我 闭上眼睛 是等我亲下去吗 慕容玉看着眼前的人勾唇一笑 好了 别紧张 待本王再问几个问题 就能确定这案件的来龙去脉 你确定你听清了公主所说的话吗 若是撒谎 你家中还有母亲姐妹 他们也会因你而死 慕容玉眼眸寒沉地盯着丫鬟 冷力的气场下的丫鬟瑟瑟发抖 你有看到公主出来识的样子吗 这 我没有 如果是公主的陪侍丫鬟蜜桃跟在公主身旁的话 他肯定看到了 丫鬟不敢有任何隐瞒 此时无影公身禀报 王爷 您果然料事如神 蜜桃要逃跑已经被我们抓 将丫鬟蜜桃带过来 慕容玉历声吩咐 慕容茨看着男人有一瞬间的错愕 这男人竟然算到蜜桃要逃跑 他想的比我周全多了 殿下 你这样盯着本王 是要吃了本王吗 慕容茨逮到身旁人盯着他的目光邪魅一笑 偷看被抓包的慕容茨修囧的握拳虚可 嗨嗨 修得胡言 片刻后 你们放开我 我是公主的陪侍丫鬟 一个嚣张的丫鬟被无影一脚踹跪在地 公主从房间出来那日 你看到了吧 公主手腕和脖梗有于亲和外伤吗 慕容玉双手还凶利问 不但蜜桃开口一把八百米的长刀已经对在他眼前 果然摄政王的温柔只给了太子 蜜桃下的三魂都要丢了 王不迭地招供当夜公主手上 胸口都是血迹 他的手腕和脖梗没有余伤 脸上也没有伤痕 无明显余伤那公主不是被强迫的 也就是 他自己引诱驸马 那公主案发前几日有拜访什么人吗 慕容慈推测后询问 蜜桃连忙回答公主去参见过萧贵妃 公主去见萧贵妃做什么 慕容玉眼眸深邃 殿下我们亲自去见一见萧贵妃吧 这个女人在阁楼顶层随风而立 看着下方四目的男人轻轻嘻喃 随后慢慢松手 如扶平般飘落 通过对公主丫鬟的审讯 慕容慈探寻到驸马出世前公主有见过萧贵妃 他决定见萧贵妃进一步探寻真相 暖阁内 艳丽妖娃的萧贵妃端着酒杯为老皇帝针酒 极尽小意柔情地吹着耳旁风 太子劳心国事是好事 但年岁已经不小了 为皇室传宗接代颜免子四乃是头等大事 不可单的呀 耳边传来的微热气息让老皇帝眸光闪了闪 爱妃所言即是 有太子妃的人选推荐吗 我看到太子殿下和慕容师郡主情投一合 时乃天做家园 不如萧贵妃适时地开口 老皇帝装作沉思的样子 慕容师品性倒是纯粮 只是仪太上 萧贵妃满眼温柔地开口 仪太上都可以纠正 但品性善良可也是极为难得的 老皇帝放下酒杯 诞生到 待朕加以思索 隔日会安排下去 今日爱妃留下侍寝 叹着年轻妖娃的萧贵妃老皇帝蠢蠢欲动 皇上 妾身心重日夜思念 但妾身不能日日纠缠皇上 皇上应多修养身体 今日侍寝恕妾身难从命 萧贵妃拒绝得煞有其事 她的内心却闪着兴奋的光芒 只要太子成婚 王爷就不会整日把心放在那人身上 那我陪着糟老头子 也算值得了 暖阁外 端柔郡主领着一粉衣 少女缓步而来 心大的她不忘给萧贵妃介绍 这是沈志颜的妹妹沈志领 她是来找我问王爷的事的 说是仰慕王爷武学 想领教一番 看着莫名其妙多出来的一枚情敌 萧贵妃瞬间弃成了河豚 哪里来的阿猫阿狗也配仰慕王爷 毕竟王爷风流倜傥 武功超群 侵慕王爷的女子可多了 不过 可不是随便什么蝼蚁 都能入王爷的眼的 她对这眼前的少女极尽的嘲讽 沈志领垛弓声道 我不知道贵妃是何意 听不懂最好 否则 可得付出代价的 萧贵妃双手还凶冷媚一笑 对了 郡主 我已经向皇上言明你侵慕太子 至于之后 就看你自己的表现了 留下一句话后 萧贵妃转身离取 郡主文言兴奋地捂着小脸满眼赤笑 两个时辰后 萧贵妃宫殿 太子和摄政王的到访 让一众宫女惊慌马乱 因为刚刚就在房内的萧贵妃不见了 慕容慈在窗前地板 发现了一只贵妃的袖鞋 慕容玉眸光冷凝 糟了 萧贵妃怕是出事了 你在院中有发觉什么怪异的事情吗 慕容慈询问丫鬟 丫鬟指着窗户 表示从那边传来一声叫喊声 看着窗檐上明显的脚印 慕容玉推测萧贵妃可能被人从外面神不知鬼不觉地掳走了 一个时辰后 侍卫在凌风阁顶层找到了失踪的萧贵妃 看着顶层迎风而立的萧贵妃 慕容慈大惊失色 萧贵妃何时站在凌风阁上的 糟了 她站的位置 她要跳下来了 只见迎风而立的女人慢慢地点起脚尖 看着楼下内的惺惺念念的身影 轻轻呢喃一声王爷 随后如扶瓶一般坠落 瞬间鲜红的颜色如鲜花盛开 生命如风丹消失而去 这个一心想爬墙摄政王的女子 谁能想到竟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凋零 萧贵妃在众人的惊呼中坠地身亡 凄惨的模样看得一众宫女惊偶不止 这个蛊惑皇帝的妖妇 曾经慕容慈恨不得将她斩于剑下 但看着她以这种惨烈的方式死去 慕容慈却不感觉憨诚 只觉得心口烦闷 她贪贪手对着慕容遇到 王爷节哀 本王为什么要节哀 心狠陆子野的摄政王一脸蒙圈 死的是贵妃 为啥节哀的是她呢 随后她抓着慕容慈的手腕悠悠地问 如果有一天 本王惨死在殿下身前 殿下会为本王感到一丝悲伤吗 慕容慈答非所问 慕容玉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在质问本宫吗 罢了 殿下你根本不明白 慕容玉松开她的手 突然感觉有些许无奈 此时沈志炎攻身禀报 王爷 太子殿下 下官粗略地检查了贵妃的尸身 萧贵妃的手腕 脖梗有长条状的鱼痕 慕容玉辉退审之言后 伸手将慕容慈抱入怀中 殿下 本王有一事 恳请慈儿和本王一起探查 慕容慈看着将她公主抱的男人 气得怒目原睁 你这是请人的态度吗 放我下来 我可以自己 不待她说完 男人已经抱着她一跃而起 朝凌峰阁而去 凌峰阁层栏杆上缠绕着天蚕丝 引起了慕容慈的注意 萧贵妃手腕上也有痕迹 像是被天蚕丝捆过 慕容玉借是握住她的手腕道 天蚕丝风如刃 揉似水 立刻穿甲 不过 要捆住人可有点难度 王爷 你觉得是萧贵妃自己跳下去的吗 慕容玉平安而望 殿下 你我都亲眼看见她自己跳下去了 慕容慈文言提出疑点 可是 萧贵妃是被贼人掳过来的 她也没有寻死的理由 因此断定萧贵妃的死 很可能是贼人设计成自杀的 慕容慈脱塞细细分析 那贼人很可能将已经神志不清的萧贵妃 用本来就容易断的天蚕丝绑起来 然后贼人用内力打出石头 割断天蚕丝 到时 萧贵妃哪怕醒来 也来不及求救了 慕容玉拍手表示此人杀人手法真是高明 可是为什么不直接杀掉萧贵妃 为什么要她自己落下 慕容慈仍是满头的疑问 可能就是要我们众人 都目睹萧贵妃惨烈坠亡的一幕 有谁会想看萧贵妃头颅开花的死状 似乎案子更是一团迷雾了 慕容慈深深的叹了口气 只能初步推断出是对萧贵妃有恨意的人 天蚕丝较为珍贵 每年进贡数量有限 从这上面排除吧 随后二人转身下楼 沈志颜带着妹妹在楼下等候多时 小女沈志领参见王爷 看着轻慕的摄政王 沈志领连帮攻身行李不忘刷存在感 沈志领尴尬的推着自己的妹妹离开 谁料沈志领一巴掌将哥哥推开 小脸羞红的道 王爷在这里 我才不走呢 随后慕容慧提出邀请慕容子用餐 王爷 沈大人查案辛苦 让他们也一起来吧 预想的独处又将多两个灯泡 慕容慧眸光暗暗 沈志领看着脸色黑沉的摄政王 顿时毛骨悚然 全身细胞都表示拒绝 这就是鸿门宴 吃饭会死人的 而沈志领却开心的眼冒星光 能和倾慕的人一起用餐 简直不要太幸福 王爷 我和包妹二人一同回家吃吧 惜命的沈志领连忙攻身拒绝 沈大人和沈妹一起来王府吃食 本王招待得起 慕容慧愤懑又傲娇得道 慕容慈喜笑颜开地调侃王爷阔气 沈志领内心却哭得不能自己 今天又是吃狗粮 做灯泡的一天 今天又是沈大灯泡吃狗粮的一天 摄政王用餐的邀请激动坏了沈志领 进水楼台指不定就得月了 这边沈志领牵着妹妹的手走下马车 那边慕容慧直接一个公主抱将太子抱下马车 知书打理的沈志领三观都要震动了 王爷居然对太子 180瓦的沈大灯泡呵呵一笑 让他别多问 你到底做何决心 快放我下来 他们都在看着 慕容慈悲禁锢在男人怀里 休脑不已 本王就想抱你一会儿 让他们看去 本王不怕 慕容慧抱着心上人转身就走 被人看 他乐见其成 王爷莫非针对男子 有那般心思吗 沈志领捂着胸口 他似乎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 殿下你身子虚 多吃点 餐桌上的慕容慧殷勤的为慕容慈加财 啃着筷子的沈志领简直不要太羡慕 王爷对太子一如既往的好 沈志颜出言打断了尴尬的氛围 沈大人 本王与殿下查案时生死与共 自然应该相互照应 此菜极好 殿下尝尝 突然发现头位也是件如此幸福的事情 慕容慧乐此不彼 被头位的慕容慈磨了魔后草牙 这个死男人为什么非要为我吃 看着私慕的人对着一个男子殷勤有加 沈志领羡慕极度恨 他决定主动出击 欲王府的菜肴太过美味 志领有幸吃上 想得此殊荣 受宠若惊 不过志领却也有一事想请教 他站起身 捂着自己羞红的小脸问道 王爷英勿神勇 风度翩翩 北言轻怒王爷 想与王爷婚配的女子数不胜数 小女斗胆一问 不知王爷喜欢怎样的女子 沈志领被妹妹如此直白的行为 惊得满头冷汗 胡闹 王爷的婚事哪是你能随便智慧的 他连忙出言阻止 可是 可是王爷一直未婚配 小女只是问出了 北宴万千女子的心声 沈志领咬着小手绢娇羞不已 沈大人感觉自己的向上人头摇摇欲坠 他冬的一声跪地 王爷沉寐无知冲纵了王爷 还请王爷不要怪罪 无妨 沈大人不必如此紧张 慕容于心情颇好 说到心意之人哪 太子殿下有朝思暮想之人吗 他拖着脑袋问一旁的慕容慈 父皇教导本宫心系国事 自然不可过早儿女情长 慕容慈说得义正言辞 小脸却透红一片 慕容慈笑眯眯地看着身旁的人 太子真是历经图治 那 小女冒昧询问 王爷喜欢怎样的人哪 沈志领感觉希望似乎就在眼前 不若要成为本王的枕边缘 那必定聪慧过人 身段柔软但不失英姿萨数 饱毒师叔又善于谋略 当然 如果身上有王族血脉 就锦上添花了 他随手倒了杯茶地给慕容慈 太子殿下 你觉得呢 赤裸裸的表白简直不要太明显 慕容慈尴尬地一把夺过递过来的茶杯猛喝一口 王爷喜欢的这般十全十美的女子 恐怕是不存在了 沈志领这次清晰地听见自己心碎的声音 王爷 小女吃饱 请允许小女先行告退 呜 我根本满足不了王爷喜欢的人的条件 他捂着伤心难过的小心脏眼眠去 俗话说红颜祸水 那么蓝颜也是可以成为祸水的 为了接近郡朗邪魅的摄政王 帝国贵妃不惜蛊惑公主阉割驸驸驸马 殿下准备如何处置公主 慕容玉询问 公主不惜手染鲜血也要爱王爷 这种可悲可恨之人 还是交给王爷亲自处理 慕容慈冷冷笑 这狗男人到处招发惹草 可惜了驸马堂堂男儿了 毕竟 这很有趣不是吗 他用食指戳了戳慕容玉的胸口嘲讽道 男人一把扣住他的手腕 殿下 你究竟想本王怎么做 语气满是无奈之的 王爷折磨人的水断不少 何必问我这个草包太子 慕容慈甩开他的手嘲讽一笑后 转身离去 慕容慈 你是要逼本王吗 慕容玉伸手扶额 这追欺火葬场的日子太难了 皇宫 玉王有何事禀告 老皇帝搂着娇媚的妃子好不开心 陛下 驸马一案已经查清 一切为肖贵妃曾和驸马复活 公主也听信贵妃谗言 酿下大破 肖贵妃怎能和驸马复活 他们何时见过 肖贵妃的事你因驸马另去他人 爱而不得自尽 肖贵妃为报事女之仇 指使公主阉割覆 慕容玉一本正经 天发乱坠的一顿胡说 老皇帝听完哈哈大笑 讨一个受人指使之罪 恋在公主为阵之女 阵饶她一命 但死罪可免活最难逃 正令她为驸马堪还罪 终生不得 果然最适逐秦皇家人 公主之所 看着灵面走来的男人 慕容长如同热恋中的小女孩一般羞死 王爷你带着父皇圣旨 是父皇同意我们在一起 慕容玉淡漠的张开圣旨 奉天成命 皇帝赵雷约 则令公主慕容长造不去马云俊 跑过半生 不得赶下雨和铃 圣旨犹如擎天霹霓一样 封在慕容长的马头 父皇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要 常儿只想为王爷亲近所有 做什么都可以 慕容长 王命不敢 以好自为之 如果不能接受的话 就用这个词 他向他递过一条白绫 常儿不懂 常儿想问王爷一句 王爷 太子一个男子 他究竟哪里 他又不能为王爷你生恩怡 为何我堂堂公主去等过 他是男子又肚 是女子又肚 本王永生永世也不会爱人 男人果决的话语如同 最后一刻到草丫的红文 常儿明白了 他男男的拖着白绫给了情人 情不知所起 也有情深 错的时间爱上错的人 或许他真的错了 次日 御王主 王爷 公主悬梁自尽 吴影公身恐怕 此时已经两局 慕容预影了口察后淡淡的 不起一次波澜 王爷 夕月袭击王爷的蒙面女子有消息 吴影接着禀报 什么 拜祥时说与本王听 男人双眼睛亮的转身 又探索查出曾袭击王爷的蒙面女子 他与天下第一桩的蒙家相识 想起那个与他敌死缠面的女人 他嘴角不歪 公主不说有信任 本王终于找到他的蛛丝马尽 本王要去归归着天下第一桩的关键容颤 王爷 不须王爷动身 让属下去见容颤 吴影很是积极的表忠心 容颤的本王亲自去请 已不许跟来 慕容预看着这个打算强活的属下甚是爱你 王爷武功卓九 定能从管家处寻得爱你 爱你 慕容预暮光寒沉地看着吴影 不不不 是寻得那特殊之人 蒙面女子 吴影吓得立马疯狂摆手纠正 慕容预身深叹了口气 如果执着也能称之为爱的话 老海中瞬间出现慕容颤的义丝微笑 王爷你对 可真是执着 是不是生怨 让太阳看了 太子变形 他轻轻迎南一声 捕着自己急速跳动的心脏 为何脑子里都是太子的声音 他猛地握紧去 本王必须要弄明白那夜的义丝 前后刷的一声越过墙跑而去 不留有影子的高丝 王爷 能在边上 传闻不敬女子的摄政王 因一场刺杀 他竟将刺客掳上床榻 一夜缠绵后 语言失去踪迹 无影带回的消息 让慕容预异常的兴奋 为了去验证心中所猜想的 他急不可耐地翻墙而去 天下第一桩 荣战司级太子的命令 有些许烦恼 到哪去找武功好的女子呢 突然一道身影 从窗台跃进 荣战你要找谁 说给本王听听 慕容预突如其来地出现下的 荣战一个机灵 慕容预抓着他的肩膀问 荣战 本王问你 女子那么多 小人岂能多认识 但行刺本王且逃脱的女子 可就唯独他一个 快说蒙面女子在哪里 否则你想落个私藏嫌犯的罪名 慕容预也谋狠力地看着他 一高人胆大的荣战随手 将书本擦在慕容预的脸上 而后人圆了腿就逃 耳边还传来慕容预的怒喝声 荣战 你跑不掉的 给我滚回来 跑到气喘吁吁后 荣战藏在街角 这下应该甩掉了吧 得尽快联系庄主 荣管家 还想跑吗 看着双手环胸朝他冷笑的摄政王 荣战锁的一批 荣管家劳烦你去王府做客一趟 你问实话实说 告诉我蒙面女子的身份和下落 还能少受些苦 慕容预威胁道 他势必要弄清楚真相 内心暗道 此二 如果本王解开那蒙面女子的秘密 能否让你对本王说一次真话 于王府 荣管家 说吧 袭击本王的蒙面女子 到底是谁 你为什么在调查他 慕容预拎着杯子眼眸寒沉地看着他 只要你说出现实 本王不会伤害你 当然 你若敢有意隐瞒 慕容预轻饮一口茶后 咔嚓一声将杯子捏碎 本王就会对这茶杯一样对你 太可怕了 居然徒手将茶杯给捏了个粉碎 容战精的满头冷汗 连忙摆手 我说 我什么都说 其实那蒙面女子前些日子 想偷天下第一桩相遇宝剑 所以庄主才吩咐我调查他 这宝物如此之多 为何独独偷这宝剑 慕容预脱塞询问 那宝剑是东楚国一落在外的宝物 这才猜测那女子可能是东楚国的人 容战说得煞有其事 本王现在要知道他的踪迹 慕容预眉头紧皱得到 容战立马告知对方目的是要取王爷性命 他一定会主动找他的 突然一声怒吓 狗贼 那命来 一道身影从窗户持剑次来 说曹操 曹操就到啊 慕容预眼神透着兴奋 只见他双手捏住次来的宝剑 许久不见 武功生疏了不少的 身形也变化这么大 气息也更冷烈了 他暗自私存 随后他咔嚓捏断手里的宝剑 再反手一掌 将刺客拍倒在地 你为何执着于杀本王 你的身份是东楚国的 不待他问完 刺客怒吓一声 今日杀不了你 我也不会给你任何得到我线索的机会 随后一口咬破藏于牙齿的毒药 在慕容预的金库中倒地身亡 本宫刚来传圣旨 就目睹一桩命案 一道熟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太子 难道你真的不是他 慕容预看着迎面走来的人 满眼的不可置信 这不就是那个蒙面女子 王爷竟然自己找到他了 慕容预吃惊地问道 慕容预沉欲垂谋 难道本王固执地以为你就是慕容预 到头来 你却 根本不是他 王爷 这尸体太过晦气 不如交给大理寺审大人看管吧 慕容预看着地上的刺客询问 人已经死了 太子殿下想怎么处置便怎么处置吧 慕容预怀着满心的失望 转身离去 若勤 快点服下这解药 待慕容预离去后 慕容预将一粒解药放入刺客口中 冷酷狠辣的摄政王 因一场意外将行刺于他的刺客掳上了床塔 他满心窃喜地以为他是他所爱之人 然 待刺客再次出现时 才发现那夜的是另有其人 他简直不要太伤心 慕容预趁摄政王离开之时 偷偷给死亡的刺客塞了一粒药丸 而后命令侍卫将尸体抬至验尸房 并表示要亲自验尸 挥退所有人后 他掀开白布 轻点刺客身上的穴位 刺客缓缓睁开双眼 辛苦你了 若勤 慕容预满眼开心 终于完结了一件心头的大事 若勤抬手撕开脸上的人皮面具 其实 属下不明白 殿下为何非要坚持让王爷以为 当时的蒙面女子和您不是同一人吗 王爷知道当时刺杀他的女子死了 也不一定就会对太子您放手 慕容辞摸摸若勤的头认真的说 只要刺杀他的蒙面女子在他面前死了 他执着的东西得不到 才算是重创了欲亡 况且 本宫不想再与慕容预纠缠下去 与他的关系 需要一点点全部断掉 今日假死 就当是杀死过去的我自己了 若勤对自家主子的谋算很是叹服 他安排人送来一具面容敬毁的女尸 来充当刺客的尸体 随后两人火速离开 避免被慕容辞发现蛛丝马迹 深夜 太子东宫 王爷深夜造访 有何事 慕容辞看着窗边的男人很是心泪 这狗男人在东宫来去自如 从来不分昼夜 殿下 本王已经查验完尸体 你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慕容辞双手还凶地靠在窗边 与其有着隐隐的怒火 王爷因何事而气恼呢 不会是心心念念的东楚蒙念女子已死之事吧 慕容辞一脸地调侃 王爷 人死不能复生 你再怎么执念她 她也已经死了 慕容辞被气得额头轻轻直跳 殿下 本王一直在找当年的女子 就是为了证明 那个刺客到底是不是你 一个东楚的刺客 怎么可能是本宫 慕容辞但笑一声 无论身形 武功还是眼睛里藏着的坚韧 还有一直逃避本王的事 都是一致的 本王绝不会弄错的 慕容辞将慕容辞扣入一臂之内悠悠地道 本王今日知道 你就是他 他就是你 本王爱慕的 执念的人 一直都是你 慕容辞 本王的隐位看到了若情扔掉的一张人平面具 说明蒙面女就是假死 此二 你还要骗本王到什么时候 为什么你不肯认识到你是女 不带他说完 慕容辞猛地将他推开 王爷 你不懂 北燕的子民 不 应该说我的父皇 不会需要一位女太子 王爷 本宫做这一切 不过是为了体面地活着罢了 慕容辞吼得有些歇斯底里的无力 慕容辞轻轻牵起慕容辞的手腕 你给我时间 我一定会让你完成你的目的 到时候 本王会将自己手中的权力 尽数奉上 别用哄骗寻常女子的把戏 本宫不会听 慕容辞有些羞窘地抽回自己的手 慕容辞看着眼前娇羞的人 眯眸倾笑 好 殿下不信也罢 本王一定会做到 本王明日会面见圣上 说出本王的想法 还太子自由身 你疯了 我身份之事 乃皇室大计 你敞开和父皇说 无异于撕开丑恶当众给父皇看 而此事父皇一定会认为是我可以透露 到时有辱皇室门面 我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慕容辞 你想死别拉上我垫背 慕容辞被这狗男人气得握紧双拳 只想当场捶死他 殿下这是担心我的安危吗 思维脱跳的摄政王终于抓住重点了 正骂得起尽的慕容辞被问得突然一顿 随后双手还凶骄傲地冷哼 我才没有 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 然而小脸却又悄悄透红了 慕容辞眼嘴倾笑 双眼幸福地迷成了弯月 殿下无需担心本王 本王自有分寸 本王的向上人头 会留给太子亲自来取 本王定会为了你 让圣上知道 蒙虎惹不得 慕容辞对着他宠溺一笑后一跃而去 慕容辞 你把话说清楚 望着远去的身影慕容辞高呼 该死 慕容辞说话说了一半 他到底想干什么 慕容辞亲辅额头说不清现在的心情 一点点的小幸福 一点点的小羞涩 还有一点的迷茫与无奈 女子无才便适得 异国皇帝不齿女子的才艺卓绝 刚毕自负又因太子的秘密 被摄政王经的落荒而逃 皇宫大殿 豫王今日固执求见 有何疾事 老皇帝对豫王打扰很是不满 陛下 今日案件破获树起 为表庆贺 特令人锻造宝剑送与陛下 慕容辞公身将宝剑地上 霸气锋利的宝剑让老皇帝爱不释手 直呼锻造之人记忆极高 他定要命人好好赏赐 慕容辞听言便转身喊道 陛下喜欢你的宝剑 还不来领赏 祝剑是苏小小立马上前跪地参拜 小女参见皇上 她是女的 老皇帝立马眉头紧促地怒斥 无闹 女子怎么可能铸造出这锋利精致的宝剑 欲亡胆犯欺君之罪 不甘地苏小小壮着胆子为自己证明 那把宝剑的确是我铸造 即便是死那把剑依旧是我锻造的 他终日看着父亲打铁铸剑 久而久之 便学得了父亲的记忆 陛下 家父已经去世 膝下无其他儿女 小女不想她的记忆断绝 越发读书钻研铸造 现在才有如此记忆 刚毕自负的老皇帝用力将宝剑置于地上 接着怒骂 女子无才便适得 像男人一样锻造还看书钻营 恬不支持 陛下对宝剑甚是喜爱颇为赞赏 却因铸造人为女子而反嘴 这让天下百姓都认为 陛下是一个出而反而的人吗 陛下您为什么这么害怕女子 还是说 你在害怕什么人 慕容玉盯着老皇帝有所指的问 老皇帝气得咬牙切齿 很是隐忍的道 豫王 朕 朕乃一国之君 怎么会害怕谁 笑话 够了 赏赐黄金万粮给这苏晓晓 下去 让朕好好歇息 老皇帝不耐烦地打发他们 慕容玉恭声道 陛下您曾说过 只有慧眼识英才 任用能人才能国泰民安 希望陛下今后也能像今天一样贤民 无关性别 任用有才之事 这样北燕国才能繁荣昌盛 老皇帝顿时如针刺心头 气恼得直冒冷汗 他握紧拳头 心内暗道 他话里有话 到底什么意思 难道他已经知道 四季此他更紧张了 不管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朕还有奏折要批阅 豫王下去处理萧贵妃的案件吧 他果断地扔下一句话后转身就跑 跑得跟狗你似的 走出大殿 被否定的苏小小开舌自我怀疑 王爷 小女从家父手上继承那铸造兵器的手艺 是不对的吗 或许我不该学什么东西 就该老老实实地找个人嫁了 而慕容玉的脑海中却浮现出太子的身影 我从出生起 就被安排好了命运 我以前是太子 现在是 今后也是 我永远不会成为父皇的女儿 此而 我一定能撕碎这桎梏你的脑龙 让你能 还在神游的慕容玉被苏小小打断了 没事 只是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慕容词尴尬地为自己解释道 不会是王爷的心上人吧 苏小小瞬间八卦之心泛滥 大胆 妄议本王 该当何罪 慕容玉大声怒斥 脸颊却胀得透红透红的 看着恼羞成怒的豫王苏小小惊慌的道歉 罢了 本王不追究 慕容玉很是无奈地揉了揉自己的额头 他虚可了一下厚道 关于对错 古人历来推崇和尊重有才能有学问的人 你继承和学习无可替代的卓绝记忆 怎么会是错的呢 被认可的苏小小感动的跪地直呼要做牛做马 慕容玉眸光一闪 让你做牛做马可太大才小用了 本王想到一个去处 你随本王一同去 东宫 殿下 殿下 王爷来了 如意从远处急奔而来 急什么 你还怕王爷不成 慕容词依旧闲诗地看着手上的书 不是 王爷说要给太子你送你 不知憋着什么坏主意 如意握着两个小拳头 紧张的情绪很是到位 本宫平白无故 收他欲往什么礼 慕容词抬起头无聊地翻了个白眼 太子殿下 小别 有没有思念本王 一如既往的是那熟悉的调调 男人抬手介绍 这是本王找到的明铁匠之女苏小小 他铸造的宝剑受到了皇上的夸赞 慕容词顿时惊讶地瞪大眼睛 父皇最是认为女子无用 居然会夸赞女子铸造兵器 慕容玉做了什么 此而 这等宝贵的人才 本王就赠予你做一份大礼 你可要好好任用 苏小小躬身满眼精亮地看着慕容词 这人 我可不敢收 王爷还是带回王府 谁料慕容词直接挽拒了这份大礼 苏小小微微转头看着慕容玉眨眨眼 太子不要我怎么办 慕容词伸出一根手指 眨眨眼 按毕计划行事 好嘞 明白 摄政王为了解除太子身为女子的烦忧 煞费苦心地要将苏小小赠送给他 谁料太子竟直接开口拒绝了他的大礼 苏小小一脸懵圈地瞄了摄政王一眼 太子不要我怎么办 慕容语敲咪咪地伸出一根手指 按毕计划行事 明白 苏小小立马会议 随后只见他猛地扑向太子 紧紧地抱着慕容词的胳膊眼泪汪汪地开始卖彩 小女已经痛失了父亲 现在倾慕太子殿下的才学 想待在太子殿下身旁 求殿下不要赶我走 慕容词看着哭得稀里哗啦死赖着他的苏小小 突然感觉还是自己太单纯了 麻烦了 太子殿下仁德 这苏小小都这般可怜了 殿下不会真的要赶他走吧 慕容语一脸你不会如此的表情 望着搂着他胳膊甩都甩不掉的苏小小 慕容词气得额头轻惊直跳 王爷 这是你的人 怎么就赖上本宫了 慕容语一扇子敲在苏小小的脑袋 苏小小 你说你现在是谁的人 苏小小将太子的胳膊搂得更紧了 很是痛快地开口 太子的人 没错 慕容词对他的回答笑开了眉眼 你说什么呢 你当这东宫随便就能进来当差的 如意感觉摄政王的大理不怀好意 慕容词很是头痛地抚了抚自己的额头 哎 又来一个 如意 你带他去东宫的左厢房 给他打扫出一间屋子住吧 如意气哼哼地拽着苏小小走出书房 他对这个大理满是房贼的心态 暗暗发誓要是他敢做什么坏事 自己第一个不放过他 父皇最厌恶官员陈子拉帮结派 若是没有他老人家的指令 会招来祸端 慕容词对这男人来东宫跟回自己家一样很是无语 本王来见你 有一个正当的理由 什么理由 慕容语 你这是在给自己和我找麻烦 圣上命我继续查消贵妃的案子 但本王一人能力有限 需要帮手 慕容语用扇子拖着下巴眯谋道 大名鼎鼎的豫王怎么会缺帮手 别想会小事听 慕容词嘲讽道 谁料下一刻慕容语用扇子轻挑起慕容词的下巴 殿下 我要你 慕容词瞬间小脸红透至耳间 大庭广众之下 他慕容语又在说什么婚话 真是恬不知耻 可是我为什么总会慌乱呢 绝对不能再这样了 他捂着自己的小嘴惊慌失措地跳开 慕容语轻笑 殿下把话听完 我说我要你来帮助我查案 我很欣赏你 男人伸手将慕容词揽入怀中轻抚他的小脸 殿下不会是想歪了吧 比如 你以为我要你做什么 他俯身贴着慕容词的比坚论的很适宜你 什么做什么 什么都不会做 慕容词看着近在眼前的俊脸小脸更红吗 他愤怒地挥着双拳怒骂 慕容语 你别欺人 不带他骂完 男人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一脸宠溺 殿下 如果不是你的纵容 本王可不会屡次得手 你骗了本王这么多次 本王就是要欺负你 随后他转身道 失身不早了 本王要回王府用膳了 王府新来的厨子烧菜不错 太子要不要来王府一坐 尝尝那新厨子做的美味 慕容词磨了魔后曹牙怒怼 王爷 东宫的厨子也不比你王府的差 男人再次转身捏了捏慕容词的小脸 肥了不少 东宫的厨子的确不错 那本王今天就在东宫留下用膳了 慕容语你不会气量这么小 要赶我走吧 细经慕容语瞬间上线 原来前面都是铺垫而已 慕容词双手还胸一副节有钱的样 不就留下来吃个饭 这里不差那点米 吃饭之前 王与案子都没好好看看这城中的繁荣景象 慕容语突然拉起太子的手就走 王爷 你放开我 慕容词对这狗男人脱跳的思维很是无语 不要 本王放手了 你就跑了 慕容语紧紧拽着他的手笑的一脸春风得意 街道上 慕容语拉着心上人走在来玩的行园中 感觉从未有过的宁静而又幸福 突然一声惨叫吸引了两人 只见一男子浑身是血的倒在地上 何人伤你 我们带你去找大夫 慕容词蹲下询问男子 男子伸手拽着他的衣摆断断续续的道 郡主 害我 郡主 你把话说清楚 污蔑人可是重罪 慕容词对男子的指认很是诧异 然而男人下一刻便趴在地上了无声息 逛个街 约个会都能遇到命案 摄政王表示这特么是什么缘什么份 清俊儒雅的公子突然横死街头 咽下最后一口气前指认是郡主所害 他的婢女悲愤地请求慕容词为其主持公道 原来 公子照轻松之前偶遇一位容姑娘 二人共同出游 互通书信 感情热烈要到谈婚论嫁的时刻 荣姑娘却来信扎了赵清松 表示家里已经安排了婚事 无法再相守与共 为情所困的公子不愿意相信说变就变的情感 千里迢迢来到京城 不为考取公民只为找寻心爱的荣姑娘 只是费心一年有余都未能找到荣姑娘 慕容词了解事情始末后敲了敲桌面道 你怎么判断荣姑娘就是郡主呢 婢女秀和拿出荣姑娘与赵清松往来的书信 心中表明自己的身份是郡主 且在赵清松死前一天与郡主见过面 第二天他就死了 秀和便认定为郡主所害 他那么好的人 死得那么斑惨 就是郡主害死的 我要让郡主 要让凶手不得好死 秀和眼面悲伤的呜呜哭泣 此时无碍 王爷 我来找太子哥哥 他在里面吗 端柔郡主慕容诗想着能见着心上的人 简直笑得如三月的桃花般灿烂 慕容语看着这个和他抢女人的脚屎棍利斥 你怎么来了 太子在查案 你别进去 我才不管 我也要帮太子哥哥查案 对太子的思慕之心 最终胜过了对摄政王的畏惧 慕容诗风风火火的一把推开房门 看着房间内的秀和他顿时瞪圆了信眼 瞬间他感觉自己要被心上人渣了 太子哥哥 你怎么可以 和别的女子单独在一个房间待着 来人 来人 给我把他赶走 我绝不许别人抢走太子哥哥 慕容诗差妖怒指秀和宣示自己的主权 你别想想喜欢太子哥哥 我才是太子哥哥的正气人选 秀和一脸京剧的开口表明自己的立场 他只爱赵青松公子不喜欢太子 看着杂杂呼呼的郡主 慕容诗抬头扶上微跳的额头 下一刻 一只大手拎上了郡主命运的后脖梗 你真是目无章法 现在给我去检查课页 书备好了吗 郡主在摄政王的手上疯狂挥舞着双拳 三叔 你放开我 我不要背书 我要帮太子查案 慕容欲神色冷沉地拎着郡主往门口去 看着充满活力的郡主慕容诗诗诗的开口 诗儿已经帮我不少 案件的确有进展了 谢谢你 慕容诗听闻内心一阵讹叫 捂着羞红的小脸 哎呀呀呀 太子哥哥叫我诗儿 好亲密 说我帮了他 还和我说谢谢 你能为我回去背诵诗经吗 慕容诗温柔地倾笑询问 沉迷太子美色的郡主简直不要太荡漾 太子哥哥 我马上回去背诗经 随后抡圆了腿跑得跟一阵风似的消失了 殿下真是厉害 能治得住这丫头 摄政王无奈地笑看太子 随后转身询问秀和 刚才那位闯进来的姑娘你认识吗 看那姑娘的穿着 肯定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我怎么能认识 秀和躬身回答 她就是你说的杀人凶手端柔郡主 秀和文言满眼的惊诧 怎么可能 她看起来那么天真不应该 难道是我错了吗 慕容语拍了拍手中的扇子 秀和姑娘 你爱慕你家公子 血因身份悬殊永远得不到你家公子的爱 很痛苦吧 我 我 我只想她幸福 她娶谁都可以 秀和痛苦地呜哭泣起 你急于给你所爱之人复仇 这没有错 信件太偏偏不能作为铁证 而且真的端柔郡主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也没有认出来 你能确保 赵青松死前所见的人真的就是郡主吗 秀和文言悲伤跪地 他将郡主赠予公子的信物从怀里掏出 那是一串粉色的手链 只一眼慕容语便认出 这的确是端柔郡主的手链 是圣上命工匠为他打造 北燕国只有他有刺手链 被树枝高阁的御刺手链 竟成为陌生人的定情信物 也成了郡主陷害赵青松的铁证 到底真相如何呢 赵青松的死被婢女只认为郡主所害 但当郡主出现在她的面前时 秀和窃压根不认识她所指认的凶手 为了为自家公子讨个公道 秀和拿出龙姑娘给公子的信物 一串手链 慕容词通过锻造世俗小小的确认 此手链并非伪造 确实是圣上当年御赐给郡主的手链 手链的背后有专人刻字天招端容 是皇上特意令人刻上去的 这的确是郡主的那条手链 那这手链为什么会在赵青松手里 还是作为定情信物 慕容词满心的疑惑 难道慕容诗真的认识赵青松 可是她已经死了 死无对证 暂且瞒着诗儿 不让她知晓此事 慕容欲出言道 的确 按照郡主的性子 她会极力否认浅闹到父皇那里去 惹怒了父皇 后果不堪设想 慕容词身以为然的符额 突然 慕容语的一只大手搭在她的肩膀 为了慕容诗 你竟然焦虑到这种地步 你何时这般忧虑过本王 他目眸里依着满满的醋意和委屈 王爷这般英明深舞也无需我的忧虑 慕容词对这男人突如其来的情绪很是无语 本王需要 何时才能拥有你的心呢 慕容语伸手牵起慕容词的手腕 按在自己的心口 王爷 现在郡主身陷在赵青松一案之中 事情未解之前 还是不要受其他无关的事 慕容词小脸羞红 对着摄政王的不要脸有点受不住了 次日 皇宫大殿 一封信件由太监总管帝到老皇帝面前 这是何人的信 老皇帝满眼的疑惑 是奴才在大殿上找到的 老皇帝饶有兴致地拆开信件 看了片刻后怒意声疼的吩咐 来人 立刻来人 陪我处置端柔郡主慕容诗 东宫 摄政王急促地推开了太子的房门 是 被皇上抓入大牢了 慕容词摸得睁大双眼 消息怎么会传得这么快 有人擅自将赵青松死亡的案子通报给了皇上 事不宜迟 咱们这就去大牢 行不大牢 慕容诗浑身是伤得被铁链锁在木桩上 奄奄一息 完全没有前日的活泼艳丽 还未查清案情 居然就将他折磨至此 慕容词狠狠地抓着铁栏杆 眼中压抑着愤怒 他命令牢头打开牢门 谁料牢头却有恃无恐地贪了贪手 这是圣上特意吩咐的杀人重犯 不能随便放人进去 即使是太子和王爷你们哪里 也不行 不待他多嘚瑟一秒 慕容语满眼狠力地掐上他的脖子 你们瞒着本王 瞒着大理寺 瞒着太子私自滥用刑 现在还敢在本王面前放肆 真以为本王不敢拿你们怎么样吗 本王现在就可以捏碎你的脖子 瞬间牢头吓得瑟瑟发抖连忙硬撑的开锁 太子哥哥 你来救我了 慕容诗艰难地抬头对着太子笑道 你伤势过重 先别说话 我先点了你的穴位 帮你止血 我知道太子哥哥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慕容词的出现像道光照亮了阴暗的牢笼 是 我一定会救你 但你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好吗 慕容词心腹郡主的脸颊很是心疼 太子哥哥 你想问什么 我都会说的 满脸伤痕的慕容诗笑得很是乖巧 是 皇上曾经遇刺你一条蝴蝶手链 你还记得吗 记得 那手链就在我的檀木盒内 我可喜欢了 就带过一次 硬盘弄丢就没有再拿出来了 那条手链还在你的闺房内 没有失窃吗 慕容词再次询问 没有啊 一直在我的房间里啊 最后一个问题 那你认识赵清松吗 慕容词扶着郡主请问 赵清松 他是谁 名字挺好听的 但没有太子哥哥你的名字好听 慕容诗双眼清澈地望着太子 闻言 慕容词便要带郡主去东宫医治 然 慕容诗怕皇上怪罪太子拒绝离开大牢 殿下 走吧 本王会让太医来牢中诊治他 慕容语拉着他的手往外走 可是 他身上那么重的伤 怎么能在这牢中 慕容语狠力地咬了咬牙 本王何尝不想救他 现在 只有快速将真凶找出来 才是对师儿最大的帮助 慕容词听伦狠狠地握拳道 现在就去郡主的房间 去调查郡主所说的那条未丢失的手面 活泼纯善的公主因杀害他人被关入大牢 未经审案却已被打得奄奄一息 慕容词离开刑部大牢 郡主遭受这般私刑 还不能带他离开那牢狱 这一刻他痛恨自己的无用 守护不了自己想守护的人 他握紧拳头 指甲狠狠地嵌入手心 你先别动 你的手流血了 慕容语眉头紧促 随手撕下自己的衣摆为他包扎 师儿的案子固然紧迫 但本王不许你伤害自己 你要敢再随便动 别怪本王轻晕你 然后再处理你的伤口 慕容语说着很厉的话语撩妹 简直不要太会了 什么轻 慕容语你别说了 太子殿下又被撩到羞炯无比 仓皇转身 事不宜迟 我们得立刻去郡主的房间 郡主拘束 慕容词语摄政王被侍女拦在了门外 殿下 王爷 圣上吩咐过了 郡主的房间外人不得入内 看着坚持阻拦他们入内的侍女 慕容语守一个起落 直接将侍女披晕在地 推开郡主房门 房间整洁 有许多女子喜爱的绸缎和鲜亮颜色的杀杖 一个精致的盒子映入眼帘 这应该是侍儿装手链的盒子 慕容语用剑挑开盒子 里面赫然是那条蝴蝶手链 他看着盒子里面的手链谋色微暗 侍儿说手链没丢 原来是因为手链被掉包了 有人用慕容诗的针手链去和赵青松定情 然后一直在假扮着郡主 总之 只要拿着这条假的饼告给父皇 就能帮侍儿暂时洗清嫌疑 让他从牢里出来 在他们看不到的角落 一蒙面人扔出一屋 随后听内传来碰的一声响 烟雾弥漫瞬间遮挡了两人的视线 待二人在转身盒子里的手链 已经不见踪影 慕容词性眼睦目圆瞪 竟然在眼皮子底下被人拿走了 那条能证明慕容是清白的假蝴蝶手链 别怕 我们再细心搜寻一下 应该还有其他的办法 慕容语拍上慕容词的肩膀安抚他 忽然慕容词在枕头底下 发现了一堆的信件 打开后 竟是赵清松写给慕容诗的情书 慕容诗和赵清松互不认识 怎么会有他的情书呢 慕容语指了指床铺道 这床铺和枕头 分明与你我刚进来时看到的不同 也就是说刚偷走手链的人 将这些定情信件放在枕头下 现在 只要找到那个人 就能知道更多的线索 可是 现在那人都跑得没影了 何时才能找到 想想到手的线索 被抢走慕容词很是颓丧 突然 窗帘的挂钩上一片衣料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慕容词看着手中的碎部 或许当时偷手链的人 在放心件的时候 太过匆忙 他的衣服被刮或者夹到 然后他为了尽快离开 只能扯破裙子慌乱跑走 慕容语拿过慕容词手中的碎部 这料子和橙色是宫中洗衣房宫里的衣服 我们只要稍作调查 应该能有没路 宫中洗衣房 怎么笨手笨脚的 又没洗干净 真是废物 连洗衣服都做不好 洗衣房宫女小柔对着一女子激进打骂 女子狠狠地握紧双拳 卑微地跪地磕头囚牢 老宫女没眼狠力一挥手 拖下去 用银针扎手让她知道点厉害 学学规矩 女子呼救囚牢中被拖走 慕容词在宣吵中踏入洗衣房 询问如此喧闹是否有人受罚或受伤 然贵了一地的宫女对太子的道来讳莫如深 谎称小柔不小心摔倒导致的宣闹并无其他人受伤 一通询问下来什么线索也没有 偷走假蝴蝶手练 陷害郡主的人 就藏在洗衣房内 却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令慕容词很是气敏 突然她眼眸一准 本宫刚想到有一记可以查到洗衣房的秘密 不见其人的情书 被别人送出去的定情手练 莫名死去的热恋公子 到底幕后黑手是谁呢 可喜亲郡主清白的假手练 竟在太子眼皮子底下被偷走 现场留有的虽不止指皇宫洗衣房 但洗衣房的人却三见七口 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慕容词灵光一闪 藏卷阁可以查看入宫所有人的明信 殿下 王爷 二位找下官有何事啊 沈志颜匆匆赶来 抬手轻垂了自己的额头 感觉被这两尊祖宗召唤定为好事 麻烦沈大人带我们去藏卷阁 沈志颜听文经的连连摆手 藏卷阁里住藏的是皇室内部的机密药文 擅自闯入者沙无赦 那凶手分明在洗衣房却不得半顶线索 曾经那么活泼讨喜的郡主竟落入大牢受尽折磨 时间紧破容不得我们想其他伴子 慕容词眨巴着湿漉漉的大眼睛 对着沈志颜动之以情想之以理 我 我这次帮二位 下不为例 沈志颜满头冷汗的攻身入坑 藏卷阁唯有大理寺后院相防供着的玉刺金牌 作为钥匙才能进入 二位得想办法支开皇上派遣的重兵 拿到金牌才能救郡主 被迫入坑的沈志颜坦言 王爷有什么计策可以拿到玉刺金牌吗 慕容词转身问身边佛的一脸的慕容语 计策就是 慕容语的回答让慕容词一脸蒙圈 殿下你有没有听说过 夫妻同情 齐力断金 慕容语微微弯腰眉眼笑的如狐狸一样 什么夫妻 慕容语你怕失得了封闭 现在还说这些胡话 慕容词脸颊瞬间飞红 被慕容语脱跳的语言撩得握紧双拳 只想吹死他 怎么办 太子你只要与本王合作 就能马到成功 为了郡主 合作就合作 看着眼前对得热切的两人 沈志颜满头黑线 简直是吃得凉中凉 方为狗中王 藏卷阁 慕容语拎着石河及圣上赏赐食物的指令出现 不明所以的士兵欣然接受 不消片刻士兵横竖到了一地 很好 这些士兵一个时辰内是不会醒了 慕容语看着倒地一片的士兵眼眸微弯 殿下 你得在士兵醒来之前拿金牌打开并进入藏卷阁 查阅线索 然后把金牌还回来 慕容语转身将金牌递给慕容词 慕容词将金牌按在门扣上 只听他的一声大门打开 一定要找到真凶孩郡主清白 多方查阅一条记录赫然出现在眼前 洗衣房 于二十年前收入一女婴 名叫慕容长 慕容长公主从没有进入洗衣房 为何藏卷阁会记录公主从二十年前就在洗衣房 慕容长早就上吊自尽了 难道死人还会复活杀害赵青松加害郡主 线索似乎更加繁杂了 时辰将近 只能先行离开 然 他却发现大门竟被人从外面锁死 呵呵 既然这么感兴趣 就不用出来 暗处 眼底一满恨意的蒙面人将一粒毒丸扔进藏卷阁 藏卷阁门口 地上趴着的士兵纷纷醒来 不好 御刺金牌可能已经被偷走 士兵们警醒要取查探藏卷 慕容愈猛地抓住士兵出言阻止 内心有一丝的交集 死二怎么还不回 本王必须帮他拖延一下时间 王爷请便 我们需要先去检查御刺金牌的安全 诸位将士 先不要去 慕容愈再次伸手阻止 王爷这是为何 我等去查看御刺金牌的安全是职责所在 王爷 你为何拦着我们 还是有所隐瞒 士兵手握剑柄脸上依上了杀气 因为 慕容愈思索片刻后到 本王看到了刺客的脸 还请王爷详细描述出这刺客 这刺客吗 衣服是男子的警服 但声音和腰线是女子 我梗和手指如女子般鲜长白皙 但不乏似男子般肆意洒脱 本王大概是被他迷了眼 所以才会掉以轻心 慕容愈迷谋回想出见慕容词的样子 说得一脸荡漾 这刺客怎么不男不女的 士兵挠挠转不过弯的脑袋满头问号 慕容愈内心表示 快编不下去 此二你怎么还不回